今天的课程我们想和大家先来聊一聊成功这个词 大多数人都习惯于正向思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仅仅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顺序去推理去分析 但是却很少站在事情的对立面去打破常规 求意逆思 唯恐被视为异类叛逆者 但是结果呢 徘徊在一道看不见的成就观念 僵化思维的墙的面前 虽然百思 但是却不得其解 其实啊 咱们说成功是一扇门 它并不在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打开它 如果懂得调整思维的方向 让大脑和心里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说不定这扇门蹬了一下就开了 这就是我们想和大家先分享的 成功的门 用任何的方式都是可以打开的 什么意思呢 咱们再详细地来叙述一下 凡事它都是有对立面的对不对 那你会看到哪一面呢 在这咱们先问一下哈 大家知道中国律师的鼻祖是谁吗 想一想 这个人叫邓锡 他是春秋战国时候的人 这个人的一生啊 以教人诉讼和帮助别人打官司来作为职业 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律师了 关于他呢 有这样的一个事例 说有一年夏天呀 洪水泛滥 有一个妇人呢 不幸就淹死了 她的尸体被某一个人捞起来 后来呢 死者的家属就闻讯赶过来 想出钱赎回尸体 可是对方呢 却挟尸要价 而且这个价钱还高得离谱 一看是有钱人嘛 死者家属就让邓锡来帮忙 邓锡说了 说你啊 放心吧 回去等着 那遗体如果你不去买 那别人一定不会买的 哎 死者家属一听 有道理呀 就回去耐心的等待了 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捞尸体 就是咱们说它叫得尸者 见死者的家属呢 不着急来赎尸 但是尸体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腐烂了 情急之下 也去找到了邓锡 那你猜邓锡怎么说 她说 你啊 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死者家属 只能到你这儿来买尸体 哎 你看得尸者听了 也觉得很有道理 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 故事的结局 虽然咱们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预见 如果死者家属和得尸者 都要遵从邓锡的意见 一直等下去 结果只能是什么呢 两败俱伤 家属得不到尸体而伤心 得尸者呢 得不到钱而伤财 当然 在这里呢 邓锡被认为是反面教材 那我们并不提倡 大家去效仿他 但是邓锡 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 却值得大家借鉴 在这个例子当中啊 邓锡用什么呢 逆思维的心理 在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矛盾当中 既看到了事物矛盾对立的一面 又看到了事物发展统一的一面 既看到了积极的一面 又看到了消极的一面 如果是死者的家属和得失者 也知道这个方法 看到自己的利弊 能够心平气和地去谈一谈 大家都退让一步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得到一个很圆满的解决 世间万物 那么它对立面呢 都是有一种客观存在的 只有相对 没有绝对 早在几千年前 中国一经八卦的阴阳理论 就缠明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对立性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也发表了物质相对论 我们也常说 河有两岸 室有两面 没有高山就显不出洼地 有有就有无 有天就有地 有甜就有苦 有黑就有白 有正就有邪 只不过呀 它们具有或隐或闲 或大或小 或强或弱的一个区分罢了 但是呢 我们经常以比较的态度 来看待世界 而且往往还只是想 保有自己喜欢的那一面 这个就是咱们的通病了 如果你能够从相对立的角度 去出发思考问题 你的思想 就会暂时处于一个 不定的状态 然后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那这种思想的悬念呢 就使得思考能力之上的智力 活跃起来 并开创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对 逆思维 比如说 怎么样去防止森林大火呢 你可能会列举出很多的方法 但是都是从怎么样防范的角度 去出发的 但是美国专家却想出了一个 跟防相反的方法 用放火来防火 他们就发现了 低矮的灌木 以及丛生的杂草 沾满了林中的空隙 这样很容易引发火灾嘛 一旦出现火警 通道被堵塞 火势蔓延得非常的迅速 为此呢 他们实施了有计划的 人工放火 让灌木杂草 在控制下燃烧 这样呢 就可以烧出一条 人工通道 使得林中的空气流通 也可以在失火救援的时候呢 更方便一些 这个呀 就是反常规之道而行 别人想防火 他们则放火 却取得了更好的防范效果 说到火呢 咱们再说一个 跟火有关的故事 说这个草原上啊 突然大火冲天 游客们就被困在其中了 惊慌失措 那有一个猎人就说了 大家别慌啊 都听我的 他让大家动手拔草 清出一片小空地来 一会儿工夫呢 他们就清出了一片空地了 这时候 大火越来越近 猎人呢 就让大家站到了空地的一边 自己则站在火来的这一边 点燃了一根火柴 放在眼前的这个干草上 大火是腾空而起 奇迹发生了 猎人点燃的火呀 并没有顺着风势烧过来 而是迎着那边的火 烧过去了 两堆火呢 碰到一起时 火是骤然减弱 最后啊 渐渐就熄灭了 游客们脱离险境之后 就纷纷请教猎人原因 猎人说了 风是向咱们这儿吹的 空地上的气流呢 是向外吹的 接着气流 火把草烧完了 大火自然就灭了 看到了吧 对立面 并非真的不相容 有时候还真的能够成为 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 希望人啊 有一个很好的 关于看待事物的方法 比如说 在难以做决定的时候 会列出所有的利弊点 综合考虑之后 再做最后的判断 考虑问题呢 总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分析完有利的一面 再去分析 不利的一面 这样做啊 是能最大限度地摆脱 主观情感的左右 和排除外界的干扰 所以咱们说 做任何的事情呢 都是这个样子的 不要被那些 狭隘的想象控制了 直接去找问题的答案 你发现往往找不到 最准确的那一个 那相反呢 在它的对立面 可能就有着 最正确的答案 凡事都是有对立面的 你会看哪一面呢 在这我们提醒大家 对立面的存在 能够使得你明白 自己的缺点在哪 弱点在哪 破绽在哪 方向在哪 好 了解了对立面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说 你熟悉的那个认知 这个熟悉的认知啊 不一定是你的真知 18世纪以前的盛行 这一种错误的理论 然素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认为 可燃物质当中存在着 燃素 物体燃烧的时候呢 燃素以光和热的形式 分离出来 燃素学说啊 实际上是非常不科学的 可是却风行了一百多年 很多著名的化学家 比如说大家知道的 舍乐 卡文迪许都拥护着 燃素学说 1774年的时候 英国科学家 普里斯特列 在给氧化管加热的时候 偶然的就发现了 一种新的气体 蜡烛在这种气体当中燃烧的 比空气当中燃烧的更旺 这是什么呢 氧气 遗憾的是呢 普里斯特列就认为说 这种气体 根本不含燃素 但是因为蜡烛大量的 释放出燃素 所以燃烧的更旺 他就把这种气体叫做 无燃素空气 恩格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 普里斯特列在 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 还是没有得到真理 后来啊 法国的化学家 拉瓦西 经过很多次的实验 认识到了这种 无燃素空气 正是氧气 于是呢 就提出了燃烧的氧化学说 这样 人们才得以弄清楚了燃烧的本质 那这也说明什么呢 燃素说是错误的嘛 类似的情况在现实当中 其实也不乏其力 有很多常识 和所谓 司空见惯的现象 它并不一定是真的 比如说 我们经常就听人说 每天饮用八杯水 是有益健康的 于是很多人就不管 喝下这八杯水 有多难受 也得去坚持去喝 那么 当你喝到这些水 感觉到煎熬的时候 你有没有 回过头来想一想 我为什么这么难受 我还得喝下这八杯水呢 这常识的背后 有没有你 没有深入地去了解 的东西呢 只要你想了 你就会发现 这个说法 它忽略了食物当中 所含有的水分 它只是单纯地 计算了人体需要的 水量而已 日常咱们喝的果汁啊 牛奶啊等等 完全可以满足 人体对水分的需要 喝多了水 反倒对健康不利了 再比如 很多人认为 多喝骨头汤可以补钙 事实上 众多的研究表明 骨头汤里 并不含有更多的钙 虽然加醋熬制 会使骨头汤中的钙 有所增加 但是仍然是 比较低的含量 怎么 这些看似正确的 小常识居然是错的 其实这也不奇怪 孔子教育我们 凡事要三思而后行 然而常识呢 往往不在思的范围当中 因为某些常识 已经化为了 人们心中 不可动摇的精神权威 获得了 不受思维审视的豁免权 当你看习惯了 习以为常了 就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觉得啊 事物本来就是这样的呀 对它的了解呢 已经烂熟于胸 无需再做什么调查 思考 殊不知啊 事物总是在变化的 由于对变化了的情况 不了解 对自己熟知的事情 你也就不熟了 俗话说 熟知非真知 机非可成事 这也是在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导演当中 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熟知和真知 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甚至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差距 熟知 只是看到了眼前事物的轮廓 而对它的内涵 却没有加于深思 所以呢 并非是真知 常识也是这样啊 常识 往往是各种错误 荒谬的源头 是世俗的藏身地 因此 常识 它不是纯粹的知识 黑格尔说过一句话 对认识的认识 对思想的思想 也就是 对熟知的事物 关于真知的反思 随着研究的深入 环境的变化 都能够颠覆之前的理念 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当中就说到 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 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 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 就会碰到 极为惊人的变故 我们的科学前辈 是从没有答案 或者不相信前人的答案中 发现真理的 他们遭人质疑 指责 甚至付出了鲜活的生命 比如说 西班牙的医生塞尔维特 提出血液是来自于心脏 而非大脑的理论 就被处死了 宣传哥白尼的日新书的布鲁诺 被活活地烧死在了鲜花广场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因为常识会把一切 非常识的东西掩饰和遮蔽起来 所以不要把熟知当作真知 更不要把常识熟知 当作全部的知识和智慧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逆思维心理 尊重常识 但是不迷信常识 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里 反向追问 并且能够质疑 继承 并且能够批判 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只有颠覆了惯性的思维 让天翻 让地覆 让天地之间的至尊土崩瓦解 你才会在颠倒乾坤里 开辟新的道路 所以呢 我们一定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自己的经验 是万能的 不可更改的 你熟知的事物 可能是最荒谬的 好的 这一章我们会讲到 360度思考 思路就会越来越宽 事物啊 可能有很多的面 除了对立面 还有侧面 上下面等等 所以当看到其中的一面时 不要以为事物就是这个样子的 单方面的思考 只观其表 那得出的结论呢 并不是可观的 还很可能是错误的 只有多个角度的去看问题 而且又能把各个面 组合起来 全面地分析 事物整体的形象 你才能够认清 事物的真面目 有个老师问学生 树上有十只鸟 有人开枪打死了一只 还剩下几只呢 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一个问题对吧 可是学生的回答 让老师很汗颜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 哦猎人射出的子弹 是单力子弹呢 还是散弹呢 老师说 是单力子弹 这是无声手枪 还是有声手枪 是一般的手枪 枪声有多大 八十到一百分贝 有没有鸟是笼子 听不见呢 没有 你确定这只鸟 被打死了吗 确定 鸟有没有被关在笼子里面 或者是挂到树上 没有 那这鸟有没有怀孕呢 没有 旁边还有没有别的树 而别的树上 还有没有鸟 没有 这学生还问 有没有饿得飞不动的鸟 没有 你确定树上 只有十只鸟吗 确定 这十只小鸟 有没有被浮予出来 还在鸟窝当中 嗷嗷待哺 没有懂得飞翔的小鸟啊 这树上有鸟窝吗 没有 这个时候 老师脑门上的汗 已经流下来了 下课铃响起 学生继续问 有没有傻得不怕死啊 鸟 没有 会不会一枪打死两只鸟 老师是一边擦汗一边说 不会不会 那么鸟都能自由活动吗 是的 它们受到惊吓起飞 会不会惊慌失措 而互相撞上 不会 好了 这学生最后终于说了 如果你回答的问题 没有骗人的话 打死的一只鸟 刮在树上 树上还有一只鸟 如果打死的一只鸟 掉下来的话 这树上就没有鸟了 这位学生的话 还没说完呢 那位习惯于标准答案的老师 已经晕倒在地上了 那看完这个事例之后呢 你会感觉很好笑 对不对 好笑之余 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 从内心产生某种想法的时候 一直到形成最终答案 你考虑了多少因素呢 答案是一对一的吗 常规的思考方向 使得我们的答案具体而固定 然而 如果我们不顺着问题简单思索 在相反的方向 多寻求几个已知的条件 那这事情的走向 可能就不同了 达芬奇的老师 维罗基奥说 即使是同一个蛋 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去看 形状也是不同的 比方说吧 把头抬高一点看 或者把头放低一点看 这个蛋的椭圆形的轮廓 就会有差异 那咱们看问题也是这样 有些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有些问题 永远不会有唯一的答案 只要因素发生变化 只要有一个条件发生变化 这个答案 它就会发生变化 很多年以来呢 僵化的一问一答式的教育 使得我们习惯于 按照常规的方向 去思考问题 很少有人能够勇敢地迈出 反向思考的脚步 多角度思考问题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那么在现实当中 我们要么无意识 要么思想局限 就是找不到思考的突破口 因此呢 咱们只有从多个角度 去考虑问题 才能够确定 正确的行为规则 多角度考虑问题 并没有多么高深嘛 有时呢 只需要一个灵感 我们就会发现 呦 高深莫测的东西 原本很简单 你还记得曹冲称相 那个故事吗 大人们只想着 怎么去称相 而曹冲呢 却不从需要秤的 这个角度去思考 想到了用什么 用石头来代替 大象的重量的方法 现在锻炼一下 你的思维能力 你还能想出 其他的方法吗 哎呦 这石头太沉了 搬来搬去 怪麻烦的 是不是直接喊了一些人 站在这个船上就行了 只要是比较沉 又容易计算 重量的东西 是不是都可以啊 先逆向思索 然后再进行 三百六十度的思考 你的思路就会 越来越宽 再出一道题来考一考大家 一只装了半瓶水 而且用软木塞 塞住了瓶子 在不拔出塞子 不敲碎瓶子 不用任何工具的情况下 怎么样喝到水 我这问题问出来 好难对不对 这似乎像一个脑筋急转弯 但事实上 它就正好锻炼了 你的逆向思维能力 千万不要顺着拔塞子 这个思路往下想 否则你越想就越头疼 好了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 能否将塞子 按到这个瓶子里边呢 哟 你是不是恍然大悟了 为什么你对解决这个问题 感到困难呢 哎 因为你受到了 常规思维的支配 不善于换一个角度 去思考问题 你看 这个铅笔和橡皮擦 本来它是分开的 但是用起来很麻烦呀 而有人把它们绑在了一起 就有了带橡皮擦的铅笔 在发展越来越不均衡的世界里 未来只属于有想法的人 黑格尔就说了 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 不怕做不到 就怕想不到 反常规去思索 多角度去思考问题 你就会发现 正确答案 不止一个 只要会观察 爱思考 就算你不是专家 也会产生很好的点子 你是不停地 从一个角度 转向另一个角度 重新构建这个问题 那么你对问题的理解 就会随着视角的每一次转换 而逐渐地加深 最终也能够抓住问题的实质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 点读的东西 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它并不取决于能力 而是取决于 你是否能够换一个角度 来看你所熟悉的事物 你看刚才不是说换了个角度吗 所以现在咱们要说了 倒过来试试 可能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修都看过吧 他当中有这样一幕 一群小和尚围在一起 看一座庙 他们都说啊 此庙难看 只有一修 莫不作声地 把身体弯成了弓形 头朝下 看他笑了起来 其他的小和尚就问他 你干嘛呀 一修说 你们倒过来看看呀 小和尚就效仿一修的样子一看 连连说 嗯 好看 好看 正在这个时候 老和尚 躲着步子过来了 看见小和尚们 做出这种 不雅的动作 很生气啊 就说你们在干嘛呢 他把小和尚们轰走之后 也学着小和尚 倒立着来看 不禁感叹道 哇 果然不一样 难怪难怪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 世间很多的事情 正着看 看不清 那你倒过来 反过来看 却可以让人豁然开朗 有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老板说 欢迎啊 没有你 我们的公司肯定不一样 职员就说了 哎呦 工作要是太累 搞不好我就会辞职的 放心 我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周六日能休息吗 当然了 这是底线 平时会天天加班到凌晨吗 怎么会呢 谁告诉你的 有餐费补贴吗 不用说 绝对比同行都高 那有没有工作粗死的风险呀 不会 每年公司会组织我们旅游吗 这是公司的规定 每天都能够准时上班吗 不 看情况吧 工资呢 会准时发吗 一向如此 事情全是新员工作吗 怎么可能呢 我们这儿有很多资深的员工 如果领导职位有空缺 我可以参加内部竞聘吗 毫无疑问 这是我们公司赖以生存的机制 哟 你不是在骗我吧 好 进入公司 进公司之后的真实情况 咱们继续往下看 讲这个话题的目的呢 是想给倒过来思考的话题 增加一点趣味 这个倒过来思想是一种 非常有意思的思考方式 它能够改变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 带给我们有益的人生启示 只要你倒过来想 你就会发现事情 居然是别有洞天 我有个朋友啊 喜欢从结尾往前看书 那他是这么解释的 从头读起 总被各种的悬念困扰 恨不得一口气读完 即便看完之后呢 也会久久的不能释怀 不理解这个结局 为什么要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从后面往前看 对结局是了然于胸 仿佛在看一个慢镜头的回放 这样看就带给我不同的感受了 你或许不喜欢倒着来读小说 对吧 没关系 怎么这样哈 你可以将倒过来的方法呢 放在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做题嘛 6乘以6等于多少 十几 对不对 18加81等于多少 6 6乘6等于36 18加81等于99 怎么填也不对呀 其实解决问题呢 是要讲究方法的 不要一条道走到黑 本来想不通的事 倒过来想 可能你就能明白了 咱们说啊 第一道题倒过来是 81等于9乘以9 所以这个括号里呢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8 对吧 第二道题倒过来呢 就是99等于18加81 所以这个括号里 应该是多少呢 是6 如果不到过来看的话 那就比解答 哥德巴赫猜想还要难了 那还有一道 类似的这种填空题 如果1等于5 2等于125 3等于245 4等于2145 那么5等于多少 这个时候 你肯定在忙着 找他们之间的规律 其实哪有那么麻烦呀 回过头来 看第一个已知的条件 你发现什么了 答案是1 看出来了吗 很多人都会忽略 这个问题的起点 被已知条件迷惑了 想找出他们之间的规律 却越想越糊涂 走了不少弯路 咱们再举一个寻常的例子哈 咱们总是在拍照的时候 要干嘛呀 先数 3 2 1 大多数人尽量睁大了眼睛 可是当数到1的时候 还是坚持不住眨了眼睛 那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呀 让大家闭上眼睛 喊 3 2 1 到1的时候 你睁开眼睛不就行了吗 所以啊 毫无疑问 倒过来想 它就是一种逆向思维的心理 简单又奇妙 可是很多人想不到啊 原因就是习惯于单向思维 按照固有的认识框架 去定向推演 结果呢 费尽了力气 却走了死胡同 吸尘器的发明者布鲁斯 就有过这样 倒过来试试的经历 说着有一天啊 英国人布鲁斯 观看了一种 车厢除尘器的示范表演 当时呢 除尘器的表演 是非常吸引人的 可是那次表演 实际上是 用风把灰尘给吹走了 所以观众被吹得 是满身 满头 都是灰尘 布鲁斯认为 这个办法不高明啊 他反其道而行之 用吸尘法 布鲁斯做了一个 很简单的实验 用嘴 对着手帕吸气 结果这个灰尘呢 就不再四处飘扬 而是被吸在了 手帕上边 布鲁斯就想了 那我能不能换一个办法 把吹尘改为吸尘呢 后来他就根据这个原理 研制出了吸尘器 倒过来试试 多聪明的想法 你如果能够经常这样做 或许呢 也能够发现被别人忽视的问题 总之呢 当我们身处牵绊 或者思维困顿的时候 如果能够倒过来试一试 深度可能就变成了高度了 对不对 所以提醒大家 想不通的事情 倒过来 他就想通了 看不懂的人呢 换一个个儿 那你就能看懂了 好的 这一讲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只有错误 才会让你继续进步 诶 肯定有人问了 错误也有剩余价值 你是不是搞错了呀 当然没搞错 事实上 不止你 大多数人 都是错误为洪水猛兽 不是避之唯恐不及 就是快刀斩乱麻 马上跟错误脱离关系 这也是有道理的 大量的实力表明呢 人人都会犯错误 改正错误啊 就是好同志 但是有些错误 是万万犯不得的 那其中之一呢 就是原则性的错误 不能犯 第二呢 就是一旦犯了 后果无法挽回的 致命错误 也不能犯 既然错误这么可怕 那它还有什么 剩余价值呢 这个时候啊 如果我们能够用 逆思维来思考 不是一味地避开错误 而是反过来 利用错误 带给我们的经验 那结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事实上呢 错误的确是存在价值的 一个错误 可能会永久赠送 一个人的事业 也可能会令他取得 更大的成功 这就取决于啊 怎么样去面对 自己的错误 如果能够从中 吸取经验教训 使它成为 对自己有益的参考 化为学习当中 非常珍贵的资产 那么通过错误 要比一直不犯错误 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避免更大的失败 泰格尔的哲理诗当中 有一句名言 当你把所有的错误 都关在门外 真理也就被拒绝了 你看看 这句话意味深长 而且发人深省 它向世人揭示了 让人讨厌的错误 也有不菲的价值呀 美国考皮尔公司的 前总裁F比伦说 如果是你在一年中 不曾有过失败的记录 那么你就不曾勇于 尝试各种应该把握的机会 一次错误并非罪恶 那什么是真正的罪恶呢 就是不会从错误当中学习 我们举个例子啊 日本企业家本田先生 他就说我 他说很多人呢 都梦想成功 可是我认为 只有经过反复的失败 和反思 才会达到成功 实际上成功 只代表着你的 努力的1% 它只能是另外99%的 被称为失败的东西的 一个结晶 当然 你绝对不能被同一块石头 绊倒两回吧 否则那就是傻子了 对吧 在科研上 错误呢 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著名的科学家 钱学森先生就说了 正确的结果 是从大量的错误中得出来的 没有大量的错误来做台阶 也就登不上最后 正确结果的高峰 每当发现一次错误 就离正确呢 近了一步 很多的事情 往往是要经受 无数次错误的洗涤 正确才会山山来迟的 比如研发一架新型的战机 或者说一辆新型的坦克吧 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次错误 发现的错误越多 那研制的东西就越趋于完美 再说了 错误里呢 也有合理的成分 恩格斯就曾经指出了 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呢 都有他的隐蔽的 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 同样 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知 也有他正确的方面 所以呢 他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 我们做事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啊 往往都比较强 一旦这个目标跟我们想象的不符合 就被当作了错误 使得有价值的错误呢 跟我们擦肩而过 翻看科学史就不难发现 很多的发明 那都是源于一次偶然的错误 在古埃及时期有一个办公 他在厨房里呢 不小心把一碗羊油 掉在了炭火里边 他就急忙去清理那个炭灰 当他干完活去洗手的时候 哎 这手上竟然出现了一些 白乎乎的 泛着泡沫的东西 然后他就发现了 以前总也洗不干净的 油腻腻的手 现在啊 居然干净清爽了 那大家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呢 也用羊油和炭灰的混合物 来洗手 这件事传到了法老那儿 他就派人用羊油和炭灰 做成一个个的小小的球状体 提供给宫里的人使用 后来科学家就发现了 其中的奥秘 技术呢 又不断地得到了提升 方便食用的肥皂 就这么诞生了 我们再举个例子吧 有个造纸厂的工人 他在生产一批 书写用纸的时候呢 因为弄错了配方 结果 使得生产出来的纸呢 不能书写 造成了大批的废品 正在他发愁的时候啊 有个朋友就提醒他了 废纸 是相对于有用的纸来说的 或许这一批纸 在别的地方 能派上用场呢 哎 他一听这话 灵机一动 这批纸的吸水性 特别好 可以在这方面啊 发挥作用了 于是他就从工厂 以低价 买下了这批废纸 结成了小块 包装起来 取名吸水纸 想不到刚上市 就被抢购一空 后来他就申请了 吸水纸生产的专利 想想吧 如果造纸工人 当时一味地懊恼 那么他怎么会想到 错误在利用呢 有些失误啊 他并不是错 而是一个亮点 关键就是 你怎么去看他 顺着常规看 那他就是错误 哎 你倒过来看 倒过来去想 他可能就是机会 只要你善于思索 在错终 也可能会发现 科技的存在 那么错误 也因此而熠熠生辉了 说到这个 想起了可口可乐啊 可口可乐的发明呢 也非常具有戏剧性 据说 一个药房伙计 错误地把糖浆 兑上了苏打水 并且加了几块冰 递给了客人 结果呢 客人喝完是赞不绝口 于是 一种疑神畅快的饮料 就这么诞生了 因为里面含有 骨科叶和可乐果 他们就给这种饮料 取名为可口可乐 像这样的故事 在生活中 发生的还是很多的 错误会给你带来损失 但只要你懂得 从错误当中 找寻有益的东西 事情就会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以 不要将错误呢 一概而论 更不应该 将它一棒子打死 因为在某一个时刻的错误 在下一刻 也许恰恰就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 成功 不会再告诉你 什么新的东西 只有错误 才会让你继续进步 好了 接下来就涉及到 一个学问的问题了 学问 它就是 学习 问问题 如果你去过美国的 北卡布中学 你就会发现 在教室 在走廊上 张贴着很多的标语 The biggest is no question 什么意思呢 翻译过来就是 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问题 在咱们传统的观念 当中一直认为 如果没有问题了 就是达到了一个高度了 就是完全了解和掌握 这就是进步啊 可是事实上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反过来思考啊 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就代表着 没有再前进和创新的 可能了呢 著名的教育家 杨福佳教授就认为了 什么叫学问 就是怎么学习 问问题 而不是学习回答问题 如果教会一个学生 去问问题 去怎样掌握知识 就等于给了他一把钥匙 他就能拿着这把钥匙 去打开各式各样的大门 当然了 有人说 中国的教育嘛 是让有问题的学生 变得没有问题 外国的教育呢 是让没有问题的学生 变得有问题 这句话 乍一听啊 也有道理 袁正国先生 在他的反思科学教育当中呢 就有这样的一段论述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 是将有问题的学生 教育的没问题 全都懂了 所以呢 中国的学生 年龄越大 年级越高 问题就越少 而美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呢 是将没有问题的学生 教育的有问题 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 教师都回答不了 那才是非常成功 所以美国的学生啊 年级越高 越富有创意 越会突发奇想 那说到这个话题 突然想到了两个故事哈 这故事呢 是说 维特根斯坦 这是剑桥大学 非常著名的哲学家 穆尔的学生 有一天啊 这个著名的哲学家 罗素就问穆尔了 说 哪个是你最好的学生 穆尔马上说 维特根斯坦呀 哦 为什么呀 呃 因为在所有的学生中 只有他一个人 在听课的时候 总是露出一副 茫然的神色 而且呢 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 后来啊 维特根斯坦的名气 就超过了他的老师 罗素 有人问呢 罗素为什么会落伍 维特根斯坦就说 哦 因为他没有问题了 还有一件事 1979年的6月 中美两国 互到对方的学校 去考察初级教育 那中国人 见美国的小学生 连加减乘除 都要掰着手指头算 去大谈文明创造 最后啊 就得出了结论 说这个美国的初级教育呢 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可以预言 再过20年 中国的科技 必将超过这个超级大国 哎 美国人呢 美国人发现 北京 上海 这些地方的小学生 上课的时候 除了老师发问 一般不轻易地提出问题 这些孩子 每天七点钟之前 就匆匆忙忙地赶往学校 晚上还要做很多的家庭作业 那美国人也得出了一个结论 特别好玩 中国的孩子勤奋刻苦 学习成绩是世界上同龄人中最好的 可以预测到 再过20年 美国在科技方面将远远落在后面 20年呀 转瞬即逝 结果呢 美国并入高荒的教育制度 培养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比尔盖茨等等 一百多位知识性的亿万富翁 而中国 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 一名这样的人才 所以你看看 两家的预言 都错了 由此看来呀 没有问题 它不代表你懂了会了 而是代表什么呢 思想僵化 反过来看 没有问题 这才是真的有问题了 回想一下 当你是学生的时候 是不是课堂上 也只是等着老师 一步一步地推导出标准答案 这一节课上完了 老师如果问 同学们听懂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往往就回答说 懂了 没问题了 而事实上呢 学生没有问题 是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 没有问题 就没有怀疑 没有自己的看法 没有自己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 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 爱因斯坦也说过 提出一个问题 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 更重要 不能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 你就谈不上 创新二字 科学史上 每一项重大的发现 或者发明 那都是从问题开始的 比如 牛顿发现万有引力 就是从 苹果为什么会落地 从这个简单问题出发的 问题意识 不仅在学习当中 相当的重要 在工作当中 它也是不可或缺的 工作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 再举个例子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领导 艾弗列史龙 每一次开会 总是让下属提出问题 如果下属的问题比较少 他就会马上宣布 行了 这会不开了 结束会议 干嘛呀 让大家回去思考 等到下属能够提出 各种问题的时候 他才会再一次开会 他说 一个没有问题的决策 正表明这个决策的问题 相当严重 所以 必须要再深入地调查 和研究不可 所以咱们说呢 有问题 它很正常 没问题才不正常 没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你仔细想一想 一个单位 一个企业 少则几个人 多则上千上万人 一次 几次 没有发现问题 情有可原 如果每一次都发现不了问题 那这是不是有点蹊跷呢 对吧 有一句话说得好 成绩不说 跑不了 问题不说 不得了哦 自称没有问题的企业 不是太自满 就是太无知了 如果发现不了问题 那就表明 能力水平有问题 如果不能善问问题 则表明 在履行职责上 有问题了 如果不能善待问题 那就表明 思想意识上 有问题 那这些呢 对工作都是不利的 老子说 为之于未有 至之于未乱 就是教友们 要善于 见微之助 最好把问题啊 消灭在萌芽状态 最不计呢 也要在问题产生危害之前 解决它 纵观很多的企业 往往在事故发生之后 才分析隐患 才恍然大悟般地 发现这些隐患啊 平时一直都存在 只是呢 被大家轻视的 小问题 没问题 所掩盖了 其实在工作当中 我们常常能够发现问题 但是因为不善于思考 而对其呢 视而不见 或者是遇到了 难以解决的问题 就逃避了 有些人啊 甚至抱着 只要工作不出问题 就是最大的成绩的心态 长此以往 使得小问题呢 越积越多 最终变成了大问题 事实上 对于个体而言 不要害怕发现问题 更不要害怕解决问题 这些问题 如果被你解决了 那你也就不再是 普通的员工了 很多时候 机会 不是没有降临在你的身上 它只是存在于 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了 围着你转了一圈呢 你却没有主动地抓住 它呀 又悄悄地溜走了而已 现在 你相信了吗 没有问题 真的是没问题吗 要永远记住这个公式 没有问题 等于 有问题 所以呢 要跟大家分享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有 发现不了的问题 问题 就是机会 就是方向 只有找准了问题 才有机会 才有解决问题的 方向 在讲述今天的 这项内容之前 先问问大家 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吧 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怎么一般是 怎么理解它的呢 人人都知道 这个地方最危险 认为某个人 不可能 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来 因而呢 就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排兵布阵 白费功夫了 但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恰恰是 最危险的地方 还是 一样的危险 你会发现啊 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它会成为 兵力最弱 监管最松的地方 相对于 其他的地方而言 这儿反倒成了 最安全的地方 在影视剧当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 犯人居然敢去衙门里 去谋个差事 如今呢 也有现代版的 类似的事件 比如 有个叫 李玉虎的杀人犯 在逃亡 十一年之后 终于落网 而令所有人 都大跌眼镜的是啊 他竟然在 山西 隐姓埋名地 当上了警察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事情的来龙去脉 1994年的 4月20号清晨 李玉虎呢 为了帮助内地 出气 指使他人 将与内地 有戏的马某打死了 李本人呢 随即远逃他乡 从此是 药无音信 十一年之后 一公安人员 在外面吃早点的时候 听到有人说 在山西林坟的警察局里 有一个警察 和李玉虎很像 这就引起了 他的警觉 随后呢 立马通知局里 查明情况之后 立刻展开抓捕 至此 才将这个漏网之余 生之于法 事实上 通缉犯 摇身变为警察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早在李玉虎案之前 重庆凤杰县的警方 抓捕通缉犯 陈某的时候就发现 他竟然供职于 县交警大队 并且已经在这儿 整整工作两年的时间了 这两年间呢 陈某不但经常到县公安局 去送文件 甚至还亲自参加过一次 追逃行动 杀人嫌犯 能够拿公安机关当避难所 这可不是谁都能够有的勇气啊 他们以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但是对于违法分子而言 没有哪个地方是安全的 所以在这儿呢 咱们并不是要跟你讨论 危险与安全的问题 也不是要给罪犯 找一个稳妥的藏身之处 咱们想说的是什么呢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个思维心理 它是经不起推敲的 危险和安全 那都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你认为安全的地方 也可能是其他人关注的目标 比如说 长川某个酒店的老板 秦刚 把15万元钱 藏在了自己酒店的餐桌子底下 结果呢 被内部人员发现 而且偷走了 有的时候啊 人很喜欢与时运来赌一把 就像上面提到的 那个老板秦刚 他以为 大家都觉得 这样做危险 而没有人会这样做的时候 他则认为 这么做 或许是安全的 而事实上呢 人人都已经将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当成了一种惯性思维 既然大家都已经 熟知人们的这种心理习惯了 你就 应该 再反其道而思之 把最危险的地方 就当作 最危险的地方好了 这样才能够避免 以身犯危 这种思维啊 含有很浓的博弈智慧 只有在对风险 有着充分的预估 和有效的应对措施之后 才可行 大伙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说有一个少年出海打鱼 碰到了一个学者 学者就问他了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少年说了 和我一样 是在海上打鱼的 那么你父亲人呢 几年前死于海上暴风 少年当时说这话 是很伤心的 然后这老者又问了 那你的爷爷呢 跟我父亲一样 打鱼的时候啊 翻船死了 少年这个时候 就有点不耐烦了 可是学者呢 似乎没有看出来 少年的不愉快 又接着问了 那你为什么 还要冒着这种风险 去出海讨生活呢 少年就反问这个学者 说你父亲呢 哦 他也过世 他死在哪啊 他死在床上啊 那你爷爷呢 一样在床上试试的呀 那你还敢天天 睡在床上 这话一出 学者就愣了 实际上啊 最危险的地方 还是一样的危险 只要是有生命 那就永远没有 最安全的地方 哪里都不会 百分之百的安全 绝对的安全呢 是一种 极端的理想状态 要想安全 就要时刻绷紧 自己的安全神经 并且呢 提高防范的意识 但有的时候 即使你 明明知道危险 可是为了生计 也得 险中求生 险中求胜 险中求富 要么就得像诸葛亮一样 突破常人的思维定势 逆向思维 随机应变 谋定而动 才会 虎口脱险 二十八年 诸葛亮 屯兵于扬平 把部队都派去 攻打魏军了 只留下了少数 老弱残兵在城中 忽然 听说 魏军大都督司马懿 率着十五万大军 来攻城 诸葛亮 临危不惧 传令 大开城门 还派人去城门口去 洒扫 他自个儿呢 还登上了城楼 端座弹琴 态度从容 琴声不乱 司马懿来到城前 看到这个情形啊 就没有敢贸然地进攻 反而呢 下令退兵 面对浩浩荡荡的敌军 空城 且不危险 无奈啊 诸葛亮当时想跑都来不及了 只能是将这个最容易攻破的地方 伪装成 固若惊 这个险招 诸葛亮之所以能够下腿司马懿 正是利用了司马懿的认知误区 诸葛亮呢 是如此评价司马懿的 此人料物生平谨慎 必不弄险 见如此模样 已有伏兵 所以退去 所以呢 才能够上演 虚实难辨的一幕戏 将危险的地方 变成了安全之所 空城记 是专属于诸葛亮和司马懿的 博弈经典 未必适合你我 安全呀 永远是相对的 它没有绝对的东西 安全风险 永远不可能等于零 就更甭说 最危险的地方 是最安全的地方 要想保证安全 就要有知己知彼的基础 否则呢 危险的地方 依然是火药桶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没有绝对安全 只能时刻小心 下面我们来说另外一个知识点 在此之后 不等于 有此之故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说 有因必有果 原因和结果 皆是客观世界当中 普遍联系着的事物 具有先后相继彼此制约的规律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指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 结果呢 结果是指由于原因的作用而引起的现象 那我们正确地把握因果联系 能够增强预见性 我们还是从 周围相助 其子部来说起吧 有人啊 送给殷周王一双非常名贵的象牙筷子 周王很高兴啊 很喜欢 处理完朝政之后呢 就邀请群臣一起来共同观赏了 可其子见了这双筷子之后呢 就像见了鬼一样 吓得浑身哆嗦 一时说不出话来 脸色也油白转轻 怎么回事啊 原来他是这么想的 周王用了象牙筷子 就不会再用陶制的碗碟来盛饭菜了 必须配玉器才相衬 用了玉器和象牙筷子呢 也就不会成那些个粗菜了 必须成什么呀 山珍海味才相称 如果吃的是山珍海味 那么他一定不穿粗糙的麻布 也不肯住围草屋子了 一定要穿愁着断地住在哪呢 住在阁楼 如此的奢靡腐败 恐怕这商朝啊 是不会长久了 果然 过了几年 周王开始追求奢侈的生活 见酒池 造肉林 住露台 奢靡无度 敢于建言的大臣 都被他逐一杀死 他的荒淫无道 导致了国人的反抗 最终呢 被周王所灭 其实啊 棋子并不是什么神仙 他呢 也是肉眼凡胎 只不过 他是寻着事物的因 进行逻辑推理罢了 有因 才有果 原因总是在结果之前的 周王铺张浪费 生活腐败 这个因 必然导致商朝灭亡的果 只不过呢 有些果来得很快 有些果呢 来得慢一些 如果因得不到及时更改 果最终还是要来的 无人能挡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 由因推到果 而逆思维心理 却可以帮助我们 由果素因 所谓由果素因啊 就是 先果后因 世界上的各种事情呢 盘根错节 有了一定的结果 必能找出 这结果的原因 有一个预言故事 是这么说的 说有两只狐狸聊天 这小狐狸就说了 哎呦 我真是生错了年代呀 每次行事之前 都仔细谋划了 可是我还是找不到食物呀 当时老狐狸就问了 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谋划的 小狐狸说 这还用问 当然是肚子饿了的时候啊 老狐狸呢 语重心长地说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了 饥饿和周密考虑 从来走不到一起 所以 你以后制定计划 一定要趁着肚子饱饱的时候 这样 就会有好的结果了 有果必有因啊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狐狸 为什么 老得个吃不饱的结果呢 哎 因为它谋划得太晚了 晚起的鸟儿没虫吃 晚谋划的狐狸 那也是得挨饿的呀 生活当中 你可以用英国的逆推法 来激励自己 比如 有个叫七号的人 辞去了工作 到全州去创业 一般情况下呀 人在制定创业计划的时候 是逐年向前设定的 比如说 今年做什么 明年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后年有什么样的打算 七号却不这样做 他按五年一个周期 来设计目标 比如说 设定了五年之后的目标 那么你第四年 应该做成哪些事情 第三年第二年 他就这样去鞭策自己 事实证明 他的事业发展步伐 和他当初定立的目标 基本一致 从果推因的时候呢 咱们得注意 片面地遏制果 而不去改变它的因 必然导致畸形发展的结局 还要清楚一点 就是某种恶果 在一定的条件下 它又可以反转为有力的因素 这是不是让大家感到特别的费解 其实呢 古人早就想到了 用事物的结果 去对抗事物的原因 特别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天花 对吧 大家都知道 天花呢 是感染痘病毒引起的 没有药可以治 那么患者在痊愈之后呢 脸上就会留下麻子 天花也就由此而得名了 中国古代的名医孙思苗 用取自天花窗口的农叶 敷在皮肤上来预防天花 北宋的时候呢 医师把天花病人皮肤上的 纤结的痘痘收集起来 研磨成粉 通过鼻黏膜 为健康人接种 从而使得人获得了 对天花的免疫能力 后来这种天花免疫技术呢 经过波斯 土耳其 传入到了欧洲 一直到1798年 英国的医生 秦纳 用同样的原理 研制出了 更加安全的牛痘疫苗 现在的天花疫苗呢 不是用人的天花病毒 而是用什么呢 用牛的痘病毒来做的 这个牛痘病毒 和天花病毒的抗原 绝大部分相同 但是呢 不会使人生病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 原因和结果 在因果列当中是对立的 此事的结果 可能是鄙视的原因 但就这一对因果来说呢 它又是绝对的 原因就是原因 结果呢 就是结果 既不能导因为果 也不能导果为因 如若不然啊 因果倒置 会引起逻辑的混乱 有一座桥 桥边 树立了一个脚刑架 行人通过的时候呢 必须说出 他真正要到哪里去 如果他说了谎 就必须在脚刑架上 被吊死 那有一个人呢 是这么回答的 我上这里来 就是为了被吊死 手桥人一听 就凌乱了 如果把他吊死了 那么他就是说了真话 就应当把他放过桥啊 可如果放他走 那他就是说了谎 就应当把他吊死 这个怎么办呀 手桥人之所以陷入 两难的境地 是因为因果倒置的陷阱 怎么样 很诡异对不对 在逆向考虑 因果关系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注意 因果关系的多样性 比如说 一因一果 一因多果 同因一果 一果多因 同果一因 多因多果 还有复合因果 等等这些情况 总之啊 不管是有果素因 还是由因求果 都是为了推动事情 向着有利的方向去转化 防止和排除 这些个不利的因素 如果你能够用 逆思维的心理 掌控好因果法则 就会把每一个问题 都分析得非常的透彻 并能够未雨绸缪 决胜千里之外 所以在最后呢 和大家来分享 我们这一个章节的知识点啊 原因和结果 必须同时具有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 这二者属于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 在此之后 不等于 由此之故 大家还记得田济赛马的故事吗 说这个奇国的大将田济啊 特别喜欢赛马 有一回呢 他和奇微王赛马 两个人用彼此的上马对上马 中马对中马 下马对下马 由于奇微王每个等级的马 都比田济的马强得多 所以几轮比赛下来啊 田济都失败了 田济的好朋友孙并呢 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哎 你呢 用自己的下等马 对付奇微王的上等马 用上等马来对付他的中等马 用中等马来对付他的下等马 结果 这三场比赛之后啊 田济就以2比1战胜了奇微王 按道理说 奇微王的马 那都比田济的强啊 之前的比赛就证明了这一点 可是呢 田济依照了孙并的策略 只是调换了一下马的出场顺序 就转败为胜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马还是原来的马呀 那这田济怎么就能战胜奇微王了呢 嗯 这个关键啊 就在于顺序 孙并认真的分析了马的情况之后 逆常规而动 调换了马的顺序 阳长必短 便劣势为优势 取胜 这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顺序呢 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陌生 我们办事要有顺序 说话要有顺序 观察也要有顺序 就连吃饭都得有顺序 但有的时候啊 咱们观念中的顺序 未必就是正确的呀 就拿吃饭来说 你知道先吃什么最有营养 最健康吗 什么食物先吃 什么食物后吃 哎 这可是有学问的 乱了顺序 就苦了肠胃了 北方人的习惯是 先吃饭后喝汤 可是明艳却说了 饭前喝汤 胜似药方 南方人呢 先汤后饭的顺序 才是正确的 吃饭之前呢 先喝几口汤 那就等于给消化道呢 做了点润滑剂 可以使后来的食物 顺利地咽下去 防止干硬的食物 刺激到胃肠粘膜 从而有益于 胃肠对食物的 消化和养分的吸收 这顺序对了 一切就顺利成章了 不仅吃的核算 而且呢 营养健康 有些问题 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呢 只要稍稍地改变 我们习以为常的顺序 就能够成功了 刚开始的时候啊 打字机键盘上的键 是按照字母的顺序来排列的 可是人们在正常敲击的时候呢 老是出故障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打字机的发明者 萨尔斯就请他 身为数学家的妹夫来帮忙 这妹夫思考了一番 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在键盘上 把那些常用的 连在一起的字母分开 这样 基键的速度呢 就会稍稍减慢 也就减少了 故障发生的概率了 萨尔斯按照他的方案 把字母按照一种 奇怪的顺序排列之后 这个问题还真就解决了 现在呢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 编排古怪的键盘了 把顺序颠倒了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类事情 在咱们的工作当中并不少见 比如说 船体的焊接 最初啊 这个船体装焊的时候呢 都是在固定的状态下进行的 这样 有很多部位呢 必须要养焊 养焊的劳动强度很大呀 而且质量呢 不容易被保证 后来就改变了 焊接的顺序 在船体分段 结构装焊的时候呢 把需要养焊的部分 先不施工 等到其他的部分 都焊接好了之后 把船体呢 分段翻个身 变养焊为腐焊 这样呢 装焊的质量和速度 就都有保证了 那么在做生意的时候啊 咱们也可以用逆向思维 来颠倒顺序 不按照程序进行 猛牛乳业集团的 创始人牛根生 就和常人的创业思路不一样 人们在创业的时候呢 都要干嘛呀 先建厂房 对吧 进设备 生产产品 然后呢 打广告 做促销 这样产品才能够有知名度 才能够有市场 而牛根生 不这么做 面对着窘境 他呢 是先建市场 后建工厂 在一无工厂 二无奶源 三无市场的情况下 牛根生 用三百多万元 在呼和浩特 进行了广告宣传 几乎是一夜之间 人们都知道了猛牛 打出广告之后啊 牛根生 就跟中国营养学会 联合开发了新的产品 然后再跟国内的 乳品厂家合作 以投入品牌 技术 配方 采用托管 承包 租赁 委托生产等等形式 借鸡下蛋 生产 猛牛产品 通过这种逆向的运作 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 牛根生就盘活了将近 八亿元的企业外部资产 完成了一般企业几年 才能够完成的扩张之路 很多年之后呢 牛根生这样来总结自己的 这一套经营策略 人的行为导向模式 一般有两种 一个呢 是原点式 也就是从现有的资源出发 先点兵 后打旗 步步为营 正向推演 结果是 小打小闹 难成气候 那另一种呢 是目标导向式 也就是目标 倒推法 先竖旗 后招兵 反向推演 跨越发展 整合天下资源 为己所用 的确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需要按照常规去做的 突破思维的定势 清楚自己 应该先做什么 后做什么 怎么做 才是最符合效益的 这样 才能迅速地达成目标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事情的顺序呢 都是可以颠倒的 比如 在稀释浓硫酸的时候 只能把浓硫酸 慢慢地 倒进水里边 而绝对不能 把水 倒进浓硫酸里 大量的实验证明 错把水 倒进浓硫酸的时候 就会像水滴落在 滚烫的油锅里一样 顿时沸腾起来 硫酸液体 会四处飞溅 有的时候 这个瓶子还会炸裂 相反的 如果把浓硫酸 慢慢地注入水中 水 只是稍稍地发热 可是水面却是平静的 一点都不会飞溅 这就说明 是否能够颠倒顺序 还是要讲究科学 因此 在你想不通 或者毫无头绪的时候 就应该及时地 回到原点 重新寻找线索 只要在混沌中 找出顺序来 你就能够像孙斌 和牛根生那样 变劣势 为优势 让事情顺利地 向前发展 咱们说了 混沌的东西出现之后 它背后的顺序 也会渐渐地浮出水面 你要做的 就是找出它们 然后 重新排序 下面我们要说的 这个知识点呢 叫什么 叫越禁止 人们尝试的欲望 就越强烈 有一天呢 我路径一个河边 看到一个特别醒目的牌子 上面写着 禁止游泳 这个时候 忽然听到身边啊 有一男人说 嘿 看到这个禁令 我倒想去试一试 也许啊 它这不只是 仅仅开个玩笑而已 而是 当真出现了这种愿望 这不禁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啊 古希腊神话当中呢 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 千万不要偷吃 伊甸园里的苹果 否则呢 就会受到严惩 其实 在上帝没有这么说之前 亚当和夏娃 也没有想到过 要偷吃苹果嘛 奇怪的是呢 被禁止之后 他们俩反倒产生了 不可抑制的欲望 结果呢 烧惊蛇的诱惑 两人就吃禁过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越是禁止 人们想尝试的欲望 就更加强烈呢 究其原因 就在于 人都是有猎奇和逆反的心理 对于事物的隐蔽处 他人的隐私 你越是禁止 窥视和知晓 人们对他的兴趣 就越是浓厚 这种现象 在心理学上啊 被称为 禁果效应 比如说某些电影 书籍 这些东西 越被禁止 就越走窍 古代的金平梅 曾经被统治者认为是 会饮会道 列入禁书之列 但他却以禁书而闻名了 西方文化史上呢 萨德 王尔德 劳伦斯等人的著作 也都享受过被禁的待遇 被禁啊 并没有使这些书销声匿迹 反而让更多的人 因此知道了他们 这种东西不被禁的话 也许并不会引起 人们的关注和接受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当我们想让对方 接受某种事物 而正向的宣传 不起作用的时候呢 不如采用逆向思维 去禁止它 这样反倒会激起 人们的兴趣 举一个例子啊 土豆大家都知道 土豆在法国的引重呢 就是这么一个 非常典型的事例 在18世纪的时候呢 法国人把土豆叫做 鬼苹果 农民都不愿意引重它 为此 法国农学家 安瑞帕尔曼彻 就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呀 在一个土地上 种了土豆 并请求国王 派一支 全副武装的 国王卫队 去看守的 到了夜晚 卫队呢 就故意撤走 人们趁卫队撤走之后 成群结队的 来偷挖土豆 然后呢 移植到自家的菜园子里 精心照料 从此啊 土豆很快就在法国 得到了推广 这个事例呢 更加证明了 越是禁止的东西 人们就越是想去尝试它 精明的商人 就参透了人们的这个心理 所以 他们经常营销 产品脱销的家乡 以此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比如 有些商家 在店门口闲眼处挂着 对不起 某商品已经售完的牌子 等有人来购买的时候呢 商家再告诉他们 还有不多的存货了 有的企业啊 故意隐藏自己的信息 从而吸引人们 尤其是媒体的关注 等到人们努力了解之后呢 才发现 嗨 原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这个企业 这个产品 却已经深入人心了 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啊 我们也会发现 有些人的脾气呢 就像牛一样倔 诶 你让他往西 他偏往东给你看 你告诉他 这件事不许干 他偏偏要去试一试 那针对这种人 如果你想让他做事 只要对他说一声 不可以 就够了 有个孩子啊 不想学电子琴了 他妈妈就买回了一架 高级的电子琴 放在自己的卧室里 不让这个孩子碰一下 孩子就特别生气了 问他妈妈 诶 你这琴不是给我买的吗 为什么不让我碰啊 妈妈就故意激怒他 嗨 反正你也不想学了 干嘛要碰他呀 听到妈妈这话 孩子就着急了 说我怎么不学了 我这就去学 你看着吧 以后 每当他妈妈 不在家的时候 他就偷偷地谈 你看看 这种静果效应 多明显呀 或许你也发现了 像刚才咱们说到 那个孩子一样 有太多的人 倾向于反刺激 什么意思呢 你越是怀疑他 不相信他 他就越要做出个成绩 来给你看看 2008年的8月16号 在国家游泳中心 水利方进行的 北京奥运会游泳项目 男子100米的 蝶泳决赛当中 美国选手 菲尔普斯夺冠了 事后啊 菲尔普斯说 比赛之前 我的教练包包说 如果我输了 那将是件好事 他这么说 使我取胜的愿望 就更加强烈了 我说 我会奋力去争取的 正是教练的刺激 让菲尔普斯 迸发了潜能 取得了胜利 越是希望对方 那么做 越是要禁止 他那么做 这种逆向思考的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很多的难题 但是提醒大家 需要注意的是 你必须在充分地了解 对方的性格的情况下 才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否则呢 对方非但不会 被你的计策所吸引 还可能视你如敌 所以这个章节 有一个知识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越禁止 就越神秘 人们越企图去尝试 所以当我们想让对方 接受某种事物 而正向的宣传 不起到作用的时候呢 那就不如采用这种 逆向思维的方式 去禁止它 这样反倒会引起 人们的兴趣 这一讲 我们的重点是逆境 逆着看逆境 一切都有希望 这是我们的主旨 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呢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处于逆境的时候 你先要战胜的是什么呢 你可能会说 先要战胜环境和他人 但是你的回答 错了 先要战胜的是 你自己 如果用逆思维心理来宽慰自己 提高自己的逆伤 那么看起来是坏事的逆境 却能够锻炼到你的意志 给予你无穷的力量 反过来想 所以我们会说 一切皆有希望 好 我们先来说一说 将缺点利用 变为可利用的东西 2005年的春晚 孝兴逢拱呢 在和朱军出演的 《笑谈人生》当中 这样形容自己 在相声界 我说的最好 演员界呢 我导演的最好 导演中 我编剧最棒 反正 我就是想玩个综合实力 那朱军就说了 你总是拿自己的长处 比别人的短处 那冯拱又说了 嘿 有一句话说得好呀 和帕瓦罗蒂比匹刹 和美国总统布什 比说中国话 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呢 咱们往往是一笑了之 但是仔细地想一想 人非完人 在各个方面 都会有欠缺 有的人就因为这些个缺点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还有的人 为了拼命地掩盖这些缺点 甚至连优点都失去了光彩 能主动地承认缺点的人 很少 能够正视缺点的人呢 则少之又少 能理性地看待缺点 并且能够弥补缺点的人呢 更是寥寥无几 至于能够把缺点 变成长处的人 还有 那更是难得一遇的智者了 其实啊 缺点不是不可以转化 你可以用逆思维的心理 将缺点逆用 变为可利用的东西 化被动为主动 化不利为有利 那么这种方法呢 并不以克服事物的缺点为目的 而是化必为利 以其找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 有个小孩 在上中学的时候 父母安排他学文学 一个学期之后 老师认为 他呢 勤奋刻苦 可是做事呢 不知道变通 过于的拘礼和死板 一个化学老师知道 他的这些缺点之后 哎 却觉得他做事情啊 很认真和死板 非常适合搞什么呢 化学实验 就建议他改学化学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孩子在化学领域 就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他的成绩在班里 名列前茅 后来呢 他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他的名字叫 奥托瓦拉赫 奥托瓦拉赫之所以 能够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就是因为 他能够很好地利用了 他的缺点 一个专门从事 人力资本研究的学者 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发现并且运用 一个人的优点 你呢 只能够得到60分 如果你想得到80分的话 就必须容忍 一个人的缺点 发现并且合理地利用 这个人的缺点和不足 清代呀 有一位将军 叫杨石斋 他把笼子安排在左右 当事者 以避免军事机密泄露 派哑巴来传递密信 万一被敌人抓住了 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命瘸子守卫炮台 坚守阵地 因为他们很难 弃阵而逃 让瞎子在战前 浮在阵前 窃听敌人的动静 担负着真茶的植物 因为瞎子啊 一般听觉会比较灵敏 无独有偶 还有一个西陵五子的故事 西陵有五个儿子 一子谱 一子敏 一子楼 一子盲 一子博 西陵啊 让老师的武农 机敏的经商 失明的算卦 驼背的搓麻 博足的呢 仿线 五个儿子都能够自食其力 使得包袱变成了财富 如果你也能够时短用短 也许能够让劣势转化为优势 比方说 让爱吹毛求疵的人呢 去当产品质量的管理员 让谨小慎微的人呢 去当安全生产监督员 让斤斤计较的人 去参加财务管理 让爱道听途说 传播小道消息的人 去当信息员 如果你能够反向地思考 你就会发现 任何人的短处之中 都蕴藏着可用的长处 对待自己呢 也是如此 清朝的顾四邪呢 有诗说 骏马能力显 梨田不如牛 煎车能载重 渡河不如粥 人的短处和长处 这是相对的 要善于从短处中 挖掘长处 千万不要因为 一时的不足和劣势 就彻底地放弃了 自己独特的一面 大家知道浮方藤吗 这是一种能够 吸尘的绿色植物 如果把它种在墙角 它就是杂草一株 如果你把它放在室内 它就是一株 天然的吸尘植物 植物尚且如此 那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呢 赵本山的喜剧小品 富如皆知 飞升海外 连续很多年 获得了中央电视台 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 节目一等奖 它呢 也因此有了 红孝星 小品王 土神 东方卓碑林 中国孝星 等等这些美誉 他出道之前 是个农民 有人说 他重活干不了 亲活呢 不愿干就会耍嘴皮子 按常理想啊 这样的人 那就算没救了 没啥大出息了 可是呢 正是因为 他的这股懒劲 他硬是把嘴皮子 耍成了一门功夫 练成了广受人们喜欢的 肇事风格小品 总之啊 有了缺点或者短处 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们对 缺点或者短处的 歧视和偏见 常常为被自己 视为缺点的部分 而感到遗憾 伤感 沮丧 却忽略掉了 缺点当中 有价值的部分 人生可供利用的资源 不只是人的 优点和长处 还有人的缺点和短处 很多时候呢 我们若能够将 缺点利用 也会发挥 它的积极作用 成为人生一笔 难得的财富 当你成功的时候 那些缺点 就会成为特点 所以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 被认为是缺点的方面 如果你善加分析和把握 反倒可能成为一种 优越的条件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倒过来想想 挫折 也许正是礼物 咱们说呀 事情有很多面 按常规思考 是挫折 是困难的事情 那如果能 倒过来想想 从有力的一面看 你的思维 就豁然开朗了 有两个台湾的观光团 到日本伊豆半岛去旅游 那里的路面凹凸不平 其中一位导游 就连声道歉 说这路面 简直就像麻子一样 可另外一个导游呢 却失意盎然地 对游客说 各位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道路 正是赫赫有名的 伊豆迷人 九窝大道 你看 世界的本身 是没有问题的 障碍 是由你的思想造成的 决定人生高度的 不是你的学历背景资历经验 而是你看事情的角度 同一种状况 由于不同的思维 却能够产生不同的态度 两个农民坐火车 外出打工 一个呢想去上海 一个打算去北京 在候车厅的时候呢 他们听人议论说 说这上海人啊精明 外地人问路啊都得收钱 北京人呢淳朴大方 竟有乞讨者 不仅给钱 还为他买食物送衣服 于是呢 本来想要去上海的 那个人就想了 哎呦 还是北京好呀 就算挣不到钱 也不至于饿死呀 而将要去北京的那个人呢 也在琢磨着 哎 还是上海好 给人指路都能赚钱 可见遍地都是商机 他们呀都想退票 结果在退票窗口相遇了 原来要去北京的人呢 得到了上海的票 去上海的人啊 得到了北京的票 去北京的那个人发现 哎呦 北京确实不错 他一个月都没有找到 合适的工作 整天闲着 哎 竟然也没饿着 不仅银行大厅里的水 可以白喝 而且大商场里的点心啊 也可以免费品尝 那么去上海的那个人就发现 上海哪里都暗藏着商机 开厕所可以赚钱 卖水也可以赚钱 他从郊外弄了一些 含有腐植制的泥土 以花土花肥的名义出售 一天就赚了五十块钱 后来呢 他有了自己的第一间门面房 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第一家分公司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逐渐地就拓展到了 上海 南京 广州等等城市 有一次 他坐火车去北京考察市场 在川流不息的北京站 一个脏兮兮的人 伸手向他要钱 就在他抬头的瞬间 两个人都待住了 因为五年前 他们曾经换过一次票 你觉得这个故事 是可笑呢 还是让人心酸呢 同样是农民出身 由于思维不同 心态不同 他们在短短的五年内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他们的区别在哪呢 本来想要去上海的人 被惯性思维所控制 不加思索地 把精明认为是不善 把淳朴大方地 想成了对自己无害 按理说 这个想法 是常态思维的必然结果 但是 也正是这个想法 使得他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相反 本来要去北京的人 却倒过来想 精明 说明机会多呀 逆思维就给他带来了机会 最终成就了他 有一个父亲 恃久如命 不务正义 可是奇怪的是 他的两个儿子 在相同的环境中 长大之后呢 一个成了律师 一个却沦为了囚犯 有人问他们呀 何以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 两个人的答案呢 却是惊人的一致 嗨 谁让我们有那样的一个父亲呢 谁让我们有那样的一个父亲呢 因为有这样的父亲 一个孩子破罐子破摔 而另一个却要改变命运 使自己成为强者 有人说过 真正左右你的 并非周围的环境 而是你的思维和心态 确实如此呀 每个人对环境的理解不尽相同 有的人悲观消极 有的人呢 激情盎然 有的人浑浑噩噩 有的人茫然无措 如果你不以世俗的眼光 视逆境为阻力 将它视为向上的动力 那么 你就可以慢慢地步入平坦的大道 如此看来 是顺思维而想 还是逆思维而动 结果真的不太一样 雨后 一只蜘蛛艰难地 向墙壁上 已经支离破碎地往爬去 由于这个墙壁很潮湿 每当它爬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就会摔下来 蜘蛛呢 一次次地往上爬 一次次地摔下来 第一个人见到这个情景 就哀叹了 哎呦 我难道不像蜘蛛一样吗 一生碌碌无为 于是 它就变得更加地消极 第二个人看到之后就嘲笑它 嘿 这只蜘蛛太愚蠢了 它完全可以从旁边干燥的地方 绕一下 爬上去啊 我以后 可不能像它那么愚蠢 于是呢 它就变得聪明多了 第三个人 目睹蜘蛛的这一幕之后说 一只蜘蛛 尚且能够不畏挫折 屡战屡败 我更应该勉励自己战胜磨难 于是 它变得坚强起来 思维的毁灭力 是巨大的 而创造力 也是无限的 当我们并不能够改变 所处的环境的时候 唯一可以逆转的 就是我们的思维心态 当我们无法预知 生活的突发情况的时候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接受它 然后看到它的 另一面 只要你掌握好 顺和逆的方向盘 生命的阳光 就会更加灿烂 所以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事物的本身 并不影响人 人们只受 对事物看法的影响 这一讲 我们先说一说 另一只眼看逆境 你看 谁都希望 自己的生命航程呢 是一帆风顺的 谁都不想受到 命运的愚弄 可是呢 世事无常 天灾人祸 不测风云 经常就把人 卷入逆境 或者绝境当中 逆境啊 可以是大自然的 莫测风云 也可以是 人际间的 互相倾压 可以是非来恨祸 也可以是 人为的事端 那逆境 可怕吗 逆境 确实可怕 那我们就要在 这种恐惧中 站立地活下去吗 千万不要这样生活 否则 我们必将崩溃 我们呀 完全可以 战胜逆境 带给我们的 悲观和失落 只要我们 反过来想一想 逆境带给我们的 教训和磨难 难道不是 另一种人生体验吗 在英国的 一个小镇上 有一户人家 生了一对双胞胎 因为家庭贫困 他们只好将 双胞胎当中的 哥哥送人了 收养他的呢 是当地的一个大户 但是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啊 二十年之后 哥哥在街头流浪 靠乞讨为生 可是弟弟呢 却在英国著名的 牛津大学深造 那这到底 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原来 哥哥在富裕的家庭中 整天的是吃喝玩乐 无所事事 养父母呢 对他相当的失望 决定啊 不留给他一份遗产 他没有生存的技能 只得沦为乞丐 而弟弟呢 过得异常的凄苦 吃不饱 穿不暖 但是在父母的鼓励下 他发奋图强 顺利地 靠入了牛津大学 古人云 逆境利得 顺境毁身 人的本性啊 是避难驱逸的 顺境 固然能够使人 如虎天意 但如果 跟上吏当中的哥哥一样 不能够很好地 抓住机遇 而是一味地沉醉 与优越的环境 让安逸磨灭了 自己的斗志 就可能颓废一生 使得顺境逆转 相反呢 当人处于逆境 面临生存威胁的时候 人的生存欲望 就会激发他的 全部潜能 去拼搏进去 走出逆境 卢梭有句话 是这么说的 一只雄鹰 在练习飞行的时候 总是随风而飞 但当遇到危险时 就会转过头来 逆风而飞 反而飞得更高 古往今来 那些飞升正弹 文坛 苛坛的名人 几乎都经历过 种种磨难的考验 岳飞 范仲淹 海瑞 托尔斯泰 达尔文 牛顿 聂尔 他们都是四岁以前 丧母或者丧父 备偿生活的艰辛 在生活的最底层 苦苦挣扎 最终才战胜 恶劣的处境 拥有了辉煌 的人生 贝多芬 这个名字 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他创造了太多有名的乐曲 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但谁又能想得到呢 他一生所遭遇的挫折是难以形容的 幼年时 贝多芬的母亲 便离开了人世 而父亲恃久如命 因此家境贫寒 可是这种恶劣的环境 却培养了贝多芬 顽强坚韧和独立自主的性格 通过艰苦努力 贝多芬成了富如皆知的音乐家 但命运却总是捉弄他 正当贝多芬带着维也纳天才音乐家 莫扎特的赞扬 不久将扬名世界 而愁愁满志地 想去掀开音乐史上新的一页的时候 他爱上的人 却跟别人结婚 更可怕的是 他的耳朵聋了 但是贝多芬还是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他没有就此颓废 而是更加努力 并且用心地去谱曲和演奏 他在一封信当中写道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 他妄想使我屈服 这绝对办不到 事实证明 贝多芬的著名曲谱 大多数是在他双耳失聪之后谱写的 上苍的严酷就在于 他总是用逆境来检验人 别林斯基说 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 英国思想家培根也认为 奇迹多在厄运中出现 如果你能够控制逆境 甚至将它变成激动人心的机会 我向你保证 收益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逆境是成才的世间史 孟子说过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弗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身处逆境的时候 千万不要心灰意冷 自暴自弃 赶于失败 而是要冷静地思考 把逆境当成磨刀的石 炼钢的炉 大不了 顺境时你付出三分努力 而逆境时呢 你付出八分努力就是了 福尔泰曾说 人生布满了荆棘 我们知道的唯一方法 就是从那些荆棘上迅速踏过 这就是面对逆境时 应有的态度 但不是所有经历过挫折的人 都能够有所作为 有的人稍受挫折 就惊慌失措 或者一蹶不振 愿命运多赛 叹生不逢时 这种人啊 既缺乏强者的毅力 更不懂得逆思维心理 不知道环境与拼搏精神 是对立统一的 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就说的好 不信是天才的晋升之街 信徒的洗礼之水 能人的无价之宝 弱者的无底之冤 当然 我们不是在否定顺境的优越性 只是更希望大家能够正确地去看待逆境 不要陷入逆境带给我们的悲观的情绪中而不能自拔 而是要让逆境激发出我们的叛逆之心 与逆境对着干 从而变逆境为顺境 总之呢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我们都要用逆思维来分析一下 找出优势的不利一面 看到劣势的有利一面 从而提高自控力 把握好自己的行为 自古顽固少伟难 那是因为仅有良好的物质条件 并不意味着就有了人才成长的好环境 自古雄才多磨难 如果你能够把逆境视为人生的一种财富 那么逆境也是通往成功的贵宾通道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逆境虽然不是值得称道的好事 但也不是不可摆脱的坏事啊 当一个人突然陷入 只能够靠自身的努力 才能摆脱的困境时 他如何思考 如何反过来利用困境 将决定着 他能否走出困境 走向成功 接下来会和大家说一说 圣无常圣 而败也并非永远 我们做事啊 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成功 可是事情呢 往往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时我们会遭遇挫折 被现实打击的一点自信都没有了 面对失败 那你是坚持 还是放弃呢 你是不是认为 成败就到此为止了 这就是最终结果了 如果你转换一下思维 反过来将失败当作一种临时的结果 或者干脆把它看成一个新的起点 那么 谁能保证你 不会转败为圣呢 圣者 不可能常圣 败者 只要不轻易言败 也不会是常败 还记得项羽 自吻乌江的故事吧 古往今来 为其扼腕常探者是不计其数啊 李清照在诗中云 生当作人节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诗人杜牧就感叹道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 未可知 如果当时项羽懂得运用逆思维的话 不执拗于 没脸见江东父老 而是看到 江东子弟多才俊 东山再起 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 最终谁胜谁败 还真是不好说呢 遗憾的是 项羽不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 违心地认为 大势已去 退路已决 于是自闻 一些江东父老 那么与项羽相比 月王勾剑 卧薪尝胆 三千月甲吞吾的壮举 更是让人敬仰 人的一生 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 都要遭受这样 或者那样的失败 只不过呢 有的人 栽根头 栽得多一些 有的人 栽得少一些罢了 失败 只是一个阶段 而不是全部 只是一个插道口 而非终点战 也许当前的失败 令你感到灰心 或许 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但是 相对于更长的生命来说 它只是一个 临时的站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 矛盾双方 根据一定的条件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比如说 小时候看电影 或者电视剧的时候 清楚地将人物 分为好坏 这两种 后来发现 好人往往难当 坏人呢 也可以原谅 一个当了多年的好人 会因为一件错事 而失去了 好人的头衔 使人嗤之以鼻 套用一句歌词呢 就是 原来 不是黑就是白 只不过是天真的意味 所以我们不妨用 逆思维的心理 来看待事情 逆思维啊 其实也是一种 对事物的辩证认知 他不是单一地 从某一方面 去认识事物 而是从另外的角度 反转他最终的结果 看到不一样的意义 就像人世间的好事和坏事 两者呢 都不是绝对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 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 好事呢 也可能会引出坏的结果 福的另一头就是祸 他们互相转换 共存共荣 喜乐欢忧也是暂时的 不是最终的结局 只看到了有害的一面 而忽视了有利的地方 就会导致思维短路 心里阴暗 同样的 既然没有什么 是一成不变的 走运和倒霉 也不会持续太久 成功啊 是相对于失败来说的 只是表明 某件事情的结果 一个完成状态而已 那现在呢 不等于未来啊 现在你成功了 并不代表未来还会成功 那现在你失败了 也不代表未来就要失败 高尔基说 最黑暗之时 就是离黎明不远之时 生活中没有永远的失败者 人的一生 本就是由成功和失败 相互交织而成的 如果你放弃了 那就等于 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 因此 无论身受多大的创伤 都要坚持住 太阳落了 明天还会再生气 心酸的日子总有尽头 过去是这样 将来也是这样 你要相信 不管事情的发展 有多么糟糕 你都具有扭转的能力 著名文学家 海明威的代表作 《老人与海》中 就有这么一句 英雄可以被毁灭 但是不能被击败 英雄的肉体可以被毁灭 可是英雄的精神和斗志 则永远在战斗 最后 希望你记住 玛瑞亚饭店创始人 比尔玛瑞亚的一句话 我永远遭遇过失败 因为我所碰到的 都是暂时的挫折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成功不是结果 失败只是过程 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远成功的人 也没有永远失败的人 这节课 我们会和大家先来聊一聊 把成功当作定局 你离失败就不远了 自古以来 大多数人最向往的就是 功成名就 并为此是挤破了脑袋 因而在成功之后 是志得意满 如暮春风 那这也是人之常情了 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 一次成功 并不代表永远的成功 相反 当成功的喜悦 向你袭来的时候 你必须控制 这种情绪的蔓延 让自己的思维 向着对立面的方向 去转化 逆思维思考 看到成功带来的 负面情绪 放纵 骄傲 懒惰 并对它们产生警觉 如此一来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 惊得起成功的人 如果你习惯性地 沿着表象去看成功的话 把现有的成功当作定局 那么你离失败 就不远了 1644年 明末农民企业领袖 李自成 率领大军 攻陷了北京 建立了大顺王朝 推翻了统治 276年之久的明王朝 在生理之后 李自成和他的手下大将 对复杂多变的形式 没有清醒的认识 自以为战斗已经结束 可以高枕无忧了 于是呢 武将忙于追赃助降 文官呢 忙于开课取士 筹备登基大典 士兵呢 单于享乐 沉溺于酒色 结果 他们很快就被吴三桂打败了 古人云 交兵必败 李自成全军上下 自我感觉良好 自满自大 还腐败奢命 完全没有转变思维 考虑这么做 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 不败才怪呢 不仅李自成这样 古今中外 很多人 都是闯过了大风大浪 却倒在了成功之后 一代大将关羽 过五官斩六将 所向披靡 却因为大义 失掉了荆州 吴王夫差 因为打败了岳王勾剑 而骄傲起来 终日花天酒地 不理朝政 后来 终于被卧星尝胆的 勾剑所消灭 法国皇帝拿破仑 曾以用兵如神 称霸欧洲 却因为辉煌的战绩 而沾沾自喜 骄傲自满 最终含恨遭遇花铁路 一代文豪小众马 写出了巨著 《茶花女》之后 却因为骄傲 再也没能写出 其他的著作 发明大王爱迪生 晚年变得骄傲自逝 甚至对其他人说 不要像我建议什么 任何高明的建议 也超不过我的思维 这样一来 就堵塞了智慧的源泉 丧失了前进的动力 他也就不再有 新的重大的发明了 那为什么 上述的这些人 都以成功起家 却以失败而告终呢 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太把自己 过去的成功 当回事了 当他们通过努力 把一条小路 走向康庄大道之后 因为不能及时地 转变思维的方向 对自我满足感 不加节制 于是呢 又将康庄大道 阻塞成了一条小路 其实 每个人都有得意之时 都有机会 获得某种成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你真的很牛 也许啊 这是机缘巧合 也许你还会遭遇劲敌 如果用过往的成功 来放大自己 那么 不仅成功难以延续 倒退 也在所难免 因此 要淡然地面对 自己的成功 不要把一时的成功 当作永久的封碑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史书当中 记载的一件事 说这孔子啊 带着学生 到鲁桓公的庙中 去参观 见到一种 倾斜异附的器具 孔子就问守庙人 那是何物啊 守庙人说 这是一器 是放在座位右边 用来警戒自己 就如座右鸣一般 用来伴坐的器皿 孔子就说了 听说这种器皿 空着时 是歪向一边的 水不多时呢 是端正的 里边的水 装得过多 或者装满了 它就会倾倒 接下来 孔子就叫随行的 弟子灌水 弟子摇水 往七民里灌 果然 水装得适时时 七民就端端正正地 立在了那 而灌满水呢 它就翻倒了 里边的水 就流了出来 再过了一会儿 七民里的水流尽了 就又像原来一样 歪斜在那里 孔子就感叹说 世界上啊 哪里会有太满 而不轻浮翻倒的事物呀 这则故事就告诉我们 不要骄傲自满 凡是自满的人 往往会向他的对立面 空虚转化 最终让之前的辛苦 复制东流 你是不是也容易被成功冲昏头脑呢 比如说 考入重点大学 在某项比赛中 获得了冠军 某项计划超额完成 在某个领域有了突破 甚至当了老板 那你认为 自己成功了吗 你会始终领先吗 考入高等学府啊 并不一定意味着前途无量 得了冠军 超额完成计划等等 也只是说明 暂时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甚至当上了老板 也不是成功的标志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老板 由于各种原因 屡屡受挫 最后呢 不得不重新走上打工之路 成功者永远在路上 成功只属于过去 不代表明天 它是由一个个小小的目标达成 一次次小小的进步 累积而成的 一个阶段的成功 要更好地推动 下一个阶段的成功 有位记者问一名 世界级的足球明星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 对自己进的哪一个球最满意 那这个球星就达到 下一个 这名球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 是因为 他在追求成功上 永远都没有满足感 永远都是在奋勇追先 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这种 永远追求的精神 此一时的成功 必依赖于 彼一时的行为和进取精神 如果哪一天知足了 前进的脚步就停止了 那么由结论往回推 就要求我们 在成功的道路上 不能知足 由此看来 成功也是一种考验 而且是很严峻的考验 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 才会从胜利 走向下一个胜利 世界乒乓球冠军邓亚平说 一切从零开始 永远从零开始 成功虽然很美 但它在你的心中 不能是句号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成功是用来肯定自己的 不是用来放大自己的 那接下来我们会聊一聊 敌人不在外部 而是你熟悉的自己 你一生中啊 会遇到很多的敌人 或者对手 他们呢 可能是你的同窗 同事 同行 虽然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弥漫 血流成河 但也让你心里交瘁 倍感压力 如果你认为 他们才是你最大的敌人 对手 那你就错了 拿破仑有这样一句名言 我最大的敌人 就是我自己 难道不是吗 我们习惯于 把外在的抗衡者 当作敌人 有时候还没有经过正面较量 我们便甘于落败 然后以正向思维发出感慨 说敌人多么强大 自己多么弱小 但是 如果反过来看 你为什么弱小呢 是体力不如人吗 是智力不如人吗 如果这一切都是对等的 那你的失败在哪里 逆思维让我们发现 一个人最大的敌人 是自己 失败往往是 从自己的心里开始的 如果先战胜自己 就很难有人战胜你了 有个乞丐 在街头失声痛哭 路人就问他 你为什么哭呀 乞丐边哭边说 我父母双亡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几天前 我的家又被强盗洗劫一空 现在我真的是 一无所有了 路边有一条流浪狗 被他惊醒了 他对着路人狂叫 还咬住路人的裤腿不放 路人呢 不慌不忙地从兜里 掏出了一面镜子 放在了狗的面前 狗又对着镜子叫 可是叫着叫着 声音逐渐地变小 最后狗夹着尾巴走了 乞丐看到这儿 好像悟到了什么 后来 这个乞丐重新 找到地方安了家 他靠种花 成为了一个大富翁 许多年之后 有记者采访他 问他成功的秘诀 他说 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 是一位路人点醒了我 他用镜子 对着向他狂叫的狗 最终狗被镜子里的 自己吓跑了 我没有像被自己 吓跑的狗一样 被自己打败 最难逾越的障碍 是自己的心理障碍 一些事情的发生 是不受你控制的 但你不免受其影响 如果你把自己过去 体验过的种种痛苦 烦恼失败 仔细地分析一下 就可能会发现 他们产生的原因 有一大部分 都是你无法战胜自己 三国时的周瑜 赤壁之战时 谭小坚是曹操 强弩灰飞烟灭 可是他竟被诸葛亮 给活活地气死 他呀 战胜不了来自内心的敌人 过分地自尊 死前他仰天长叹 寄生于何生亮啊 那么在这个势力当中 周瑜如果能够不生气 将心放宽一些 何至于英年早逝呢 老子说 胜人者有力 自胜者强 打得过别人 不过说明你力气大罢了 能够征服自己 这颗心 有效控制情绪 才是真正的强者 因为除了你自己 没有任何人 可以使你沮丧消沉 两个人在沙漠中 艰难地行走 已经走了三天三夜了 他们滴水未尽 其中一个因为 中暑实在是走不动了 同伴呢 把一支枪递给他叮嘱道 我现在赶紧去周边找水 这把枪里有三颗子弹 我走之后 每隔两个小时 你就对空中鸣放一枪 枪声会指引我前来与你会合 说完 同伴就走了 这个人躺在沙漠里想 他能找到水吗 能听到枪声吗 会不会丢下我就走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眼看天快黑了 枪里只剩下了一颗子弹了 可同伴呢 还是没有回来 这个人彻底失望了 他把最后一颗子弹 送进了自己的太阳穴 枪声响过不久 同伴提着满壶清水 领着一对骆驼商驴赶来 但找到的是他尚未温热的尸体 很多时候呀 打败我们自己的 不是外部环境 而是你自己 中暑者 不是被沙漠的恶劣气候 所吞噬的 而是被他自己的恶劣心理 所毁灭的 如果他能够稍微地坚持一下 就会等到希望 高尔基说过 最伟大的胜利 战胜自己 孙子兵法中说 千千为敌 一人胜之 位若自胜 为战终上 意思是 如果以一个人的力量 去战胜成千上万的敌人 当然算是勇猛的战将了 但是 还不如战胜自己 显得更有价值 千万不要被我们的 正向思维给误导了 我们不是通过战胜别人获得勇气的 要获得勇气 先要战胜自己的软弱 我们不是因为别人的放手 而变得洒脱的 想变得洒脱 先要战胜自己的执迷 我们不是依靠别人的督促 变得勤奋的 想要变得勤奋 先要战胜自己的懒惰 我们不是只能与顺从自己的人和谐相处的 要想人际关系融洽 先要战胜自己的自私和偏见 一个人 总是在不断地战胜自己的过程中成长的 当你战胜自身的诸多弱点和不足的时候 成功便会举着胜利的牌子走向你 著名的江明杀毒软件创始人王江明 曾经被世界商业评论评为 影响中国软件发展的20人之一 他年近40才开始学计算机 45岁才创业 人都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王江明最欣赏的就是高尔基的这句名言 而王江明本人的经历也印证了这句话 他因为小儿麻痹症导致终生残疾 尽管腿不方便 他还是锻炼爬高山 骑自行车 他一辈子都没有上过大学 但是他凭借着自学 从一名街道工厂的学徒工干起 成为拥有20多项创造发明的机械和光电类专家 1989年 38岁的王江明开始学习电脑 并开发出了中国首款专业的杀毒软件 1996年 他到北京中关村开始创业之路 2003年 他凭借着杀毒软件 跻身中国IT富豪榜50强 从某种角度来说 王江明的成功 是战胜自己意志的成功 是战胜自身残疾的成功 是不向命运低头的成功 女子蹦床运动员何文娜 在勇夺北京奥运会冠军之后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能战胜自己就是成功 不管我第几 拳王 穆罕默德阿里曾经说 我绝不会失败 除非我确信自己已经失败 阿里之所以 在无数次的拳击比赛中取得胜利 是和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最强大的 相信自己会胜利的理念分不开的 那么你呢 你是不是也能战胜自己 去翻阅那一座又一座 横更在自己心中的山呢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悲观的人先被自己打败 然后才被生活打败 而乐观的人先战胜自己 然后才战胜生活 这一讲 咱们先和大家聊一聊 将自卑化为动力 我自卑 我努力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自信是向上的车轮 其实不尽然 自卑也是向上的车轮 自卑固有它消极的一面 会让你失去信心 但是如果你能反过来利用自卑 化自卑为力量 自卑也会变为成功的推动器 邓亚平是乒乓球历史上 最伟大的女选手 中国乒乓军团旗帜性的人物 他就曾经说过 我不如别人 我自卑 所以我不停地努力 当年从郑州到国家队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肯定我 为了证明给他们看 我快发了疯 每天都比别人刻苦 我知道我的个子不如别人 别人允许有失败的机会 我没有 我只能赢 所以我打球凶狠 那是逼出来的 后来我成功了 别人又说我没有大脑 只会打球 于是我发疯地学习 从不认识英语字母 到熟练地跟外国人对话 我不比别人聪明 我还自卑 但一旦设定了目标 绝不轻易放弃 你是否也正处在自卑当中呢 或许你认为自己长得不好看 学不会开车 也不会煮饭 做家务 还不懂得八面玲珑的交际手段 等等等等 如果我说 人人都会有自卑感 你可能不信 但如果细心地观察你周围的亲朋好友 有几个人是真正不自卑的呢 自卑的人 总是感觉处处不如别人 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不行 我没希望 我会失败等等 这些话总挂在嘴边 自卑心理 可能是由于自身的缺陷 或者他人 对自己的负面评价造成的 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 都知道自卑会导致失败 这是显而易见的呀 那为什么会失败呢 就是由于正向思维导致的结果 我们呀 顺应了自卑的要求 按照自卑的旨意行事 将本来潜藏的资本完全覆盖 从此呢 一蹶不振 这样不失败就怪了 然而 事实上自卑也并不完全是坏事啊 它应该是一种中性的特征 好与坏 完全取决于你是否顺应它 如果你能够反向思考 与自卑面对面 硬碰硬 别人认为不好的 你偏要让它变好 不如人之处呢 你偏要努力提高 那么自卑 便成了你向上的动力 纵观古今中外 几乎所有的天才 都并非自信的人 相反呢 倒是有着几分自卑 它们不肯毁于弱点 而自强不息 因自卑感产生 对优越感的渴望 并未获得优越感 而进行奋斗 下面呢 咱们简单地举几个例子 她患了小儿麻痹症 落后的医学无法救她 她成了瘸子 此外 她的牙齿参差不齐 而且凸了出来 为此呢 她很自卑 她强迫自己 跟那些嘲笑她的人接触 强迫自己去参加 打猎 骑马 或者其他的一些激烈的活动 她刻苦读书 勤奋工作 直至攀登上成功的巅峰 最后 这位伟人 又因病瘫痪 但她不仅战胜了病魔 而且还连任了四届美国总统 她的名字叫做 罗斯福 她 不仅是私生子 而且出身威贱 她的母亲 是个私生女 而且面貌丑陋 言谈举止 总是不得体 可以说 没有谁比她更低贱了 她总是遭人白眼 所以很自卑 她时刻记着 自己比别人差 为此拼命地克服这些缺陷 她后来成了美国人民 最尊敬 最爱戴的总统之一 为美国的统一 和平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的名字叫 林肯 好 我们再来说 她 从小驼背 在高大英俊的哥哥面前 她简直就是个小丑 进学校读书之后 开始成绩很差 老师劝她的父亲 带着她离开学校 去当一名鞋匠 她父亲断然拒绝了 这个要求 这个事 激发了她的上进心 她发疯般地学习 很快就成了 全班数学最好的学生 这大大的增加了 她的自信心 后来 她开创了以 自卑情结为中心的 个体心理学派 成为 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 她的名字叫做 阿德勒 她 出生在布拉格 一个犹太商人的家庭 父亲 性情暴躁 让她自小就形成了 敏感多疑 忧郁自卑的性格 长大之后 她三次订婚 又三次退婚 导致终生畏惧 在事业不顺的时候 她说过 巴尔扎克的手帐上写着 我粉碎了一切困难 而我的手帐上写着 一切困难粉碎了我 这样极度自卑的话 可是即便如此 她还是写出了 城堡 变形记 地动等等名著 让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 高山扬指 她的名字叫做 卡夫卡 周国平在智慧与人生当中说 我相信 天才骨子里 大都有一点自卑 成功的强者 内心深处 往往埋着一段 屈辱的历史 强者 也有软弱的时候 伪人 也有渺小的时候 那通过刚才说的这些例子 咱们知道 很多的天才 都曾经极度地自卑 但是 自卑既可以毁灭一个人的斗志 也可以成为一股巨大的精神动力 使人在绝望中奋起 发出灿烂 炫目的光芒 没有那种刻骨的自卑 也许刚才势力当中的那些个伟人 就只能够成为一个平常人 甚至还不如平常人 而战胜自卑的关键 就是不能一直沉浸在自卑的情绪当中 应该转过身来 勇敢地跟他正面交锋 把他当作你进取的原动力 让他时刻提醒你 要自强不息 不能放弃 如此一来 自卑就不再是我们一直恐惧的敌人 而是促进我们向上的盟友 所以呢 不要困在自卑当中 感谢上天 给予你呢 还能够继续进步的差距 充分地利用自卑的反作用力 来不断地前行吧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适当的自卑 有时呢 也是一种生命的营养液 偶尔使用它 我们的事业之花 就会开放得更艳 更美 也更加持久 好 说完了自卑 我们再来说一说方向 方向错了 走得越远 就错得越深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 比较滑稽的故事 某个部门呢 在训练员工 晨跑的时候 想让领导在最后一刻 跑在第一的位置上 哎哟 这个负责人是绞尽脑汁 终于想出了一个点子 就是在晨跑即将结束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调转方向 向后跑 那时 原本在队伍后面的领导呢 一下子就成了领队人 这个故事 是不是挺好笑的呀 不过 如果你按照这种思维去做事 也能收到好的效果 有句话说得好 方向比努力重要 无论做什么事情 首先需要方向正确 竖的方向 是由风决定的 人的方向呢 是由自己决定的 如果方向错了 走得越远 就错得越深 我有及时的调整 才能够铺写人生崭新的篇章 朱德庸的漫画专栏 在台湾有十多年的连载历史 其中 醋溜足专栏连载了十年 创下了台湾漫画连载时期 最长的记录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啊 朱德庸小的时候 居然是老师 家长眼中 没有希望的孩子 他的成绩很差 初中毕业之后啊 没有考上高中 到一个技校去学习 才一个学期 就被踢出来了 好不容易进了一所高中 高二的时候又被退学了 朱德庸说 所有人都认为我将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 只有画画使我快乐 他曾经一度认为自己很笨 后来才知道 不是自己愚笨 而是人各有所长 他从小就喜欢画画 从四岁开始 画画是唯一令他放松的事情 他在学校里画 回到家里画 书和作业本上的空白地方 都画得满满的 在学校受了哪个老师的批评 一回到家就画他 狠狠地画 把他画得很惨 后来他凭借在军队服役时 每晚以手电筒照明创作而成的双响炮 红透了台湾 并且引发了四连漫画的热潮 那个时候他只有25岁 当人们都夸奖他的时候 只有他自己清楚 从四岁到25岁 在这条路上 他受过多少委屈和挫折 公鸡惯于打鸣 家犬擅长看家 羽艳巧于筑巢 蜜蜂长于酿蜜 同样 人也有个体差异 谁都不会一无所长 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你不必羡慕别人的长处 更无需感到自卑 或许你的口才不好 但是你擅长写作呀 或许你操作能力不行 但是精通人力资源管理 认识到自己的优势 走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道路 才会在奔向成功这一比赛中 夺得冠军 有个农民 从小就想成为作家 为此呢 他每天坚持写一篇文章 每每写完 他还要反复地斟酌语句 尽心地润色修改 然后满怀希望地寄往各地的报纸杂志 遗憾的是啊 尽管他这么用功 却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 在他29岁那年 他收到了一家刊物总编的退稿信 信中就写道 从你多次投稿来看 你是个上进的人 可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 你的知识面很窄 生活阅历太少 但你的钢笔字却很出色 他读到这儿仿佛被点醒了 第二天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写作 而是练起了钢笔字 现在 他已经是著名的书法家了 他叫张文菊 成功之后的他就感叹道 一个人想要成功 理想 勇气 毅力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在人生路上要懂得舍弃 更要懂得转换好自己的方向 张文菊的做法 就是运用了逆向思维 他认识到了自己失败的原因 不是态度问题 而是能力问题 既然自己没有写作的能力 那为什么不在有能力的地方下功夫呢 与其在一条并不适合自己的道路上 苦苦地拼杀 那不如找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 逆向思维 让他另辟蹊径 找到了新的出路 是的 有些失败不是因为你付出的不够 而是你呢 没有行走在 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上 所以 为什么不换个方向呢 也许 你会做得更好 美籍华人科学家 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杨振宁教授 年轻的时候就立志 成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家 1943年 已经在实验室工作了 将近20个月的他 在写一篇 实验物理论文的时候 还总是出现问题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动手能力 确实比别人差 被誉为美国清淡之父的泰勒博士 建议他放弃写实验论文 把主攻的方向 转到理论物理研究当中 1957年10月 杨振宁和李正道 联手摘取了该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在读书教学 40年一文中幽默地写道 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 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 有的朋友说 这恐怕是 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要不然 我还是个普通的 实验物理学家 我们都在努力地实现梦想 但是你所选的方向 一定适合你吗 在追求成功的队伍里 我们一定要必同求义 因为适合他人走的路 轮到你的时候 也许就是死胡同了 他人学的饶有情味的科目 你未必感兴趣 所以不要按照他人的模式 来培养自己 求义思维告诉我们 要善于发现一条 与众不同的 适合自己走的路 有这样一幅漫画 上面的鱼 大都往一个方向游 只有一条鱼 是往相反的方向游 这幅画有一个 耐人寻味的名字 叫做 换个方向 你就是第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换个方向 就是换一种方式 以便更快捷地 抵达成功的彼岸 也许有人说 你做事的时候 三心二意 没有毅力等等 不要去理会他们 为什么要一条路走到黑呢 那将是对人生 最大的浪费 如果你不愿意做垃圾 就要找到你自己的路 那才是实现 你自己价值的地方 所谓 山富水富 宜无路 柳暗花明 又以村 无路之处 正是转向之时 换个方向 未来也许就充满了希望 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 决定你是什么的 不是你的能力 而是你的选择 这一讲 我们和大家说 没有不委屈的生活 在我们固有的观念当中 值是正道 那我们反过来思考一下 古往今来 取得最终胜利 或者是得以保全的人 都是一味地靠值吗 只要你稍微用逆思维 来推理一下 就会发现 做人不可以太直 要懂得弯曲之道 老子在《道德经》当中说 曲则权 网则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能委屈求全 才能够保全自己 经得起冤枉 势力 才能够得到身职和纠正 生活当中 到处都有委屈的道理 插秧的时候弯腰 才会有秋天的收获 起跳的时候屈膝 才会有成功的飞跃 立交桥弯曲了 却能够缓解拥堵 提高了行车的速度 盘山道弯曲 却能够减少阻力 有助于攀登 在自然界 小动物们为了能够躲避天敌 也通晓 委屈求全的策略 当刺猬身处 顺境的时候呢 就会拱着小脑袋 凭借着满身的硬刺 横冲直撞 可一旦遇到危险 他就会立刻缩回脑袋 把自己团成一个刺球 让敌人啊 无息可乘 狐狸如果被猎人击中了 就会迅速地 原地躺倒 全身贪软 一动不动 猎人以为他死了 就把他放在原处 到别处去打猎了 等猎人啊 回来收集猎物的时候呢 狐狸早就跑掉了 能屈能伸 与其说是生物界的一种智慧 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的本领 明代的冯梦龙 在他的著作《智囊》当中就认为 人和动物一样 当其形势不利的时候 应当暂时退却 以驱求生 否则必将轻负以至灭亡 周国平说 人生原本就是有缺憾的 人们应该学会妥协 不肯妥协 可自己过不去 其实呢 就是一种吃鱼 是对人生的无知 妥协呢 就是要退让 要弯曲 要默默地承受 不针锋相对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呀 委屈求全 等同于屈服 是可耻的 其实转念想一想 人只有先保存自己 才能够洗刷耻辱 不是吗 伸是进取的方式 取是保全自己的手段 适当的弯曲 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千百年来 多少壮士豪杰 因为不会弯曲 而被杀死 1898年9月21号 戊戌政变当日 梁启超劝谭思彤 一起逃往日本公使馆 但谭思彤呢 不愿意逃走 他认定 各国变法 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 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畅言 有之 请自四同起 1898年的9月28号 谭思彤等戊戌六君子 在蔡氏口被杀害 谭思彤在被砍头前 还高呼口号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他又用血 来给皇帝洗脑 来训变法事业 向封建顽固势力 做最后一次抗争 谭思彤的英勇 让人佩服 但也不禁让人凯叹 如果那个时候 他逃走了 或许就保存了 资产阶级 维新派的实力 为什么他不先保全自己呢 谭思彤固有思想 用自己的行为 唤醒人们的良知 激发人们的爱国之心 但是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记得孔子和老子 有一段对话 孔子问 如何在乱世当中生存呢 老子说 你看我的牙齿在不在 孔子说不在了 老子说 那我的舌头呢 孔子说在的 老子说你明白了吧 什么意思呀 老子的意思是说 牙齿坚硬 容易毁坏 舌头柔软 尚能保存 学会弯曲 才能够活到最后 弯曲啊 不是倒下 而是为了更好 更坚韧的挺力 弯曲是一种策略 是一种后机勃发 自我保全的良策 就像路的中央 有一块大石头 挡住了去路 你应该绕过去 而不是用拳头 打开一条路 再穿过去 中国历史上呢 有许多 委曲求全的经典故事 萧和自毁 就是其中的一例 萧和 张良 韩信 被称为 出汉三杰 他们为汉高祖刘邦 夺得天下 立下了汉马功劳 三杰之中 张良早早地归隐山林 韩信 被灭三族 唯有萧和 居相国之位 数十年不倒 得了善终 这个 不得不归功于 他的自毁 起初呢 刘邦在前线征战 每一次 萧和派的宋良使者 来到前方的时候 刘邦都要问 萧相国 在长安做什么呀 使者说 萧相国 爱民如此 除了扮军需之外 无非是做一些 安抚 体恤百姓的事 刘邦听了之后 却不说话 有个幕僚 对萧和说 您马上就要 大祸临头了 萧和大惊 幕僚继续说 你现在已经 做了相国 在大臣当中 功劳排在了第一位 还能再加一封赏吗 已经不能了 您当初入关中的时候 就深得民心 到现在 十几年了 您的威望 越来越高 老百姓 都信服您 愿意跟您亲近 皇上啊 之所以 总是来 询问您的情况 就是怕您在后方 颠覆政权呀 听到了这番话 萧和恍然大悟 为了化解领导 对自己的信任危机 萧和大肆地 拒敛财富 时不时与民争利 贪婪 都像换了一个人 当刘邦 班师回朝的时候 老百姓是纷纷 拦路上书 状告萧和 刘邦呢 一点都不怪罪萧和 反而将老百姓的壮志 交给了萧和 笑着对他说 你啊 自己处理去吧 此后 刘邦放松了 对萧和的警戒 一直到彻底 消灭了项羽 再也没有派使者 前去 慰问萧和 应该说 是幕僚的逆向思维 保全了萧和 按照正向的思维来思考 作为臣子 越克尽职守 越帮着君王安抚百姓 才越是对得起 君王的器重 但是反过来想 君王在外征战 最怕的就是 臣子在后方 获取了民心 从而威胁军位 所以说 并非臣子 越清正越好 而萧和呢 也是个明白人 他利用自毁 打消了刘邦的猜忌 虽然有名声上的诗 却有事业 以及生命安全上的德 有人说 我受不得一丁点委屈 我认为那是无能的 可是反过来想一下 小命不保 一切拉倒 你看看像孔荣等等 这些人 痛快了舌头 张扬了性情 却毁了利业大计 孰轻孰众啊 在三国时期 魏国官吏王长 曾经训诫他的子孙 趋以为深 让以为得 弱以为强 意思就是说 如果能够以暂时的委屈 作为伸展 以暂时的退让作为获得 以暂时的懦弱 作为强大 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人生之旅 坎坷多多 难免呢 寄人矮言 遭遇逼责 如果遇到了这种 对自己非常不利的环境 千万不要逞一时之勇 要及时地转换思路 学会弯曲 也许它 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宁舍不屈 只会丧失所有的机会 让报复难以施展 而在弯曲当中 默默地努力 才能慢慢地走向成功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 弯曲 但是呢 不折断 并不代表着屈服 而是以屈求身 寻求反弹的机会 下面我们要说的 这个挺有意思 已经坚持这么久了 那就不怕再试一次呀 人生最大的悲哀啊 不是失败 而是差一点就成功了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经常听到有人 说这样的一句话 差一点啊 我 差一点得到 就是没有得到呀 差一点成功 就是没有成功 再美丽的作品 要是差一点 勾勒与琢磨 终会黯然失色 再甜美的爱情呢 要是差一点 呵护与浇灌 终会奄奄一息 这的确让人惋惜 令人遗憾 然而 太多的人 就是在这 差一点的时候 以为事情呢 无法再继续了 已成定局了 而放弃了努力 是的 人生太多的遗憾啊 就是因为 在成功的前一站 停了脚 因为这些 停脚的人呢 都在按最常规的路子 思考 哟 我已经付出 这么多努力了 看来啊 是没有希望了 但是此时的你 为什么不逆向 思考一下呢 哎 我都已经坚持 这么久了 再试一次 可能就成功了 也许因为 你这转念一想 你就没有了 差一点的遗憾 很多人啊 使出吃奶的劲 也没有把一颗 生了锈的螺丝拧开 轮到你 可能试了几下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呀 道理很简单 之前的人 用了很多力气 松动了螺丁 但就差拧开的 那么一点点力量 而你拧的时候呢 正好接力 因此 螺丁就被你轻松地拧开了 不是你的力气 比别人大 而是时机 使你成为了 坚持到最后的 那个成功者 多少业绩辉煌的 成功人士 他们最初的成功 都是源于 再试一次的决心 爱迪生 是著名的发明家 他一生完成了 两千项发明 其中研制 白赤灯的时候 遇到的困难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爱迪生 在认真地总结了 前人制造电灯的 失败经验之后 制定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 试验计划 分别在两方面 进行试验 一是分类试验 一千六百多种 不同耐热的材料 二呢 是改进抽空设备 使灯泡呢 有高真空度 他还对 新型发电机 和电路分路系统等 进行了研究 爱迪生 将一千六百多种 耐热发光材料 逐一地试验下来 也就是说 失败了至少 一千六百次 之后 他的试验 又回到了 碳纸灯寺上来了 他昼夜不息地 用全副精力 在碳化上下功夫 仅植物类的 碳化实验呢 就多达了六千次 一次次的试验 一次次的失败 很多专家都认为 电灯的前途 非常的暗淡 英国一些著名专家呢 甚至讥讽 爱迪生的研究 是毫无意义的 一些记者也报道说 爱迪生的理想啊 已经成了泡影 但爱迪生 一次又一次地 再是一次 终于 在1879年的 10月21号这天 取到了突破性的进展 他用探丝来做灯丝 竟能够让灯丝 连续用45个小时 爱迪生还是不满足 他要找到一种 更加持久耐用的 灯丝材料 1880年 他用竹丝材料 使灯连续烧亮了 一千二百个小时 当助手们 纷纷祝贺他的时候 爱迪生认真地说 世界各地有很多竹子 但是结构却不尽相同 我们应该认真地 挑选一下 经过反复的筛选 日本的一种竹子 最适用 爱迪生等人呢 就大量地从日本 进口这种竹子 不久 人们就用上了这种 价廉物美 经久耐用的 竹丝灯泡 1906年 美国科学家 又改用乌丝 来做灯丝 使灯泡的质量 再次得到了提高 并且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想想看 倘若爱迪生中途 选择了放弃 又怎么能有 电灯的温室呢 凡事啊 不可能一帆风顺 挫折与困难 在所难免 如果一丁点 小小的风浪 就使你 弃船上岸 一次小小的碰壁 就是你裹足不前 一场小小的打击 就使你放弃了 一切的梦想和努力 那么 此生 你能够成就什么事情呢 反之 只要你不畏挫折 勇敢地再试一次 两次 三次 难题 终会有破解的那一天 成功 也会来到眼前 著名的美籍华人艺术家 教育家 作家刘雍 在 再试一次就成功 这本书当中说 挖一口井 在你放弃之前 再试一铲 电话打不通 在你放弃之前 再试一次 计划不成功 在你放弃之前 再试一次 考试不过关 在你放弃之前 再试一次 网络上不去 在你认定机器 有毛病之前 再试一次 东西坏了 在你扔掉之前 再试一次 有一天 每个人都是 不可能打开的瓶盖 把它接过来 再试一次 有一天 每个人都说 你没有希望的时候 不要气馁 再试一次 很可能 你这一世 就成功了 在你屡战屡败的时候 在你心会意冷的时候 在你竭尽全力 却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也许 不止一次地 想到了放弃 但为什么 不再试一次呢 你经历了多少次失败 一次 两次 三次 比爱迪生发明 电灯时遇到的失败 还多吗 所有的成功 其实都是源于 一点一滴的坚持 失败了 没关系 每个人都失败过 人生就是在不断地 再试一次当中 前进 在 再试一次当中 成功的 你要勇敢地 对自己说 再试一次 请不要给人生 留下 差一点 就成功的遗憾 所以我们要 跟大家分享 世界上 没有所谓的失败 除非 你不再尝试 这一讲 我们先来讲 人最纠结的是 得不到 何以失去 周国平在 《生活的态度不占有》 一文当中就指出过 人的天性 是习惯于得到 而不习惯于失去的 我们比较容易 把得到 看作是应该的 把失去呢 看作是不应该的 不正常的 所以没有失去 就不免感到委屈 所失越多越大 就越感到委屈 我们按下决心 要重新获得 以补偿所失 你也是这样的吗 丢了心爱之物 会痛哭不已 一心想把它找回来 恋人跟你说 拜拜之后 你感到整个世界 都坍塌了 你想要一些东西 却一直未能如愿 你不甘得不到 和已失去 却又无力呢 将其挽回 于是你现在痛苦中 难以自拔 时间回不到开始的地方 对于已经错过的 一些东西 不应该再试着去挽留 错过就错过了 对于得到 你应该充满感激 因此 你何不逆向思维 把失去的 当作不要的 或视为本来 就不属于你的 有个老人家坐火车 不小心 把刚买的皮手套 掉到了窗外 正当周围的人 为他感到惋惜的时候 老人出人意料地 将另外一只 也从窗口扔了下去 老人解释说 这一只手套 无论多么昂贵 对我来说 已经毫无用处了 如果有谁 能捡到一双手套 说不定 他还能戴呢 确实 失去的已经失去 何必为之大惊小怪 或者耿耿于怀呢 悔恨 痛惜 都不能让失去的东西回来 也不能够感动上仓 后悔和计较 只会加重悲伤 甚至还会让人 失去更多 泰格尔有句诗 如果你因为 失去月亮而哭泣 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 既然是这样 最明智的做法呢 就是接受现实 据说在一个偏僻的小镇 有一种特别灵验的泉水 喝下去之后啊 可以医治百病 有一天 有个只有一条腿的军人 主持拐杖来到了镇上 当他向人们打听 泉水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对方问他 小伙子啊 难道你要向上帝请求 再有一条腿吗 军人淡定地说 我不是要向上帝请求 有一条新的腿 而是要请求他帮助我 教我没有一条腿后 该如何过日子 这位军人接受了残酷的现实 并且勇敢地去证实他 泰格尔诗云 我不愿祈求心灵上的创伤消失 但愿我能战胜他 失去并不意味着失败 有了这样的心态 才能够成为生活的强者 换一种角度来思索 失去与得到 就不难发现 失去啊 是一种滋味 失去固然令人痛心 但是失去 不仅的都是坏事 你想想看呀 谁能保证那些失去的 就都是最好的 最适合你的呢 谁能保证 那本就是属于你的呢 一书说 失去的东西 其实从未真正属于你 也不必惋惜 难道不是吗 人常说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有些东西啊 不属于你 就是你抢 也抢不来 有些东西 注定是你的 你躲也躲不了 再者说 你之所以一直以为 得不到的东西 是最美好的 可能是因为 你对它了解的太少 是不是 如果得到了 你没准啊 会厌恶它 主动不要它了 即便所失去的 确实弥足珍贵 你也不要太伤心 大千世界 万种诱惑 而人生 不过百年 精力和时间 都是有限的 所能够承载的东西呢 也是有限的 什么都想要 会累死的 所以呢 该放就放 该舍就舍 世间最珍贵之物 是把握 现在的幸福 一切都不会像 我们期待的 那般完美 失去了不再回来 回来的不再美好 就如同那些 从栏中 掉下来的鸡蛋一样 能捡起来的 只有那些 已经破碎的蛋壳 人生不会总是在失去 也不会总是在得到 有失有得 才是世间的规律 重要的是 得之惜之 却不喜 失之受之 却不悲 只要你追求过 努力过 付出过 又有什么遗憾呢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最大的悲哀 并不是昨天失去的太多 而是沉浸在 昨天失去的悲哀之中 人生最愚蠢的行为 并不是没有发现眼前的陷阱 而是第二次 踏进了同样的陷阱 好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对手 把对手当作激励你进步的 小伙伴 有一种人 你永远无法回避 他呀 如影随形 敌视你 挑战你 因为你的痛苦而快乐 因为你的快乐而痛苦 注视着你 前行的每一步 他 就是 对手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呢 对手 永远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是他们前进中的障碍 给他们带来了诸多的不便 和坎坷 还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他们对对手 恨得牙根痒痒 也许你也是其中的一员 一直在埋怨 社会太残酷 竞争太激烈 对手 太强大 也许你还在幻想 倘若没有竞争 倘若没有对手 那该多好呀 但是 不妨反过来想一想 如果没有对手 你可能变得更坚强吗 如果没有对手 你可能积极进取吗 如果没有对手 你能一次又一次地创新吗 林肯小时候和哥哥一起 用马耕地 不知道为什么呀 那匹马干活呢 很慢 兄弟俩怎么打他都无济于事 突然 不知道为什么 那只马飞快地奔跑了起来 一会儿就把地耕了一大半 到了地头 林肯发现 有一只很大的马鹰 钉在他的身上 就随手把马鹰给打落了 哥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林肯说 我不忍心看着马被咬 哥哥就叹了一口气 哎 正是这个家伙 才使马跑得快的呀 那马没有了马营的叮咬 立刻恢复了原样 慢吞吞地不肯卖力了 1860年 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 他任命参议员蔡斯为财政部长 这立即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因为蔡斯权力欲非常强 妒忌心又很重 而且始终蔑视林肯 认为林肯的能力不如他 林肯就给这些反对者 讲了马鹰的故事 然后说 蔡斯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只马鹰 他会时刻盯我 使我不敢偷懒 如果我偷懒 他就会让我难堪 对我造成威胁 一匹马 如果没有被马鹰叮咬 而疼痛难忍 就不会快跑如飞 同样的 一个人想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就必须有一个劲敌来磨砺自己 可见 没有必要厌恶 憎恨你的对手 而是应该感谢你的对手 这就是逆思维的意义 改变寻常心态 发现不一样的价值 电视剧《康熙王朝》当中 有这样的一幕 康熙在继位执政六十周年的时候 举行千首宴以示庆贺 宴会上 康熙敬了三杯酒 第一杯敬孝庄太皇太后 第二杯敬众大臣和天下万民 第三杯 居然敬他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死敌 康熙端起第三杯酒 说 敖拜 吴三桂 戈尔丹 朱三太子他们 都是英雄豪杰呀 是他们造就了朕 是他们逼朕立下了丰功伟业 朕恨他们 也敬他们 可惜他们都死了 朕寂寞呀 朕不祝他们死得安宁 祝他们来生再以朕为敌吧 康熙的第三碗酒 敬得在场所有的文武百官动容 纷纷挥泪 跪地高呼万岁 如此重要的场合 康熙当众把最后一碗酒 敬给了自己的对手 这说明 他深刻地理解了 他们在自己成功路上 起到的推动作用 棋逢对手 降与良才 说的是一种对抗的意境 失去对等资格的敌人 对真英雄来说 无异于身处陌路 对手就犹如一面同镜 能照出你的特征 也能激励你 去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发展 在自然界中 没有天敌的动物 往往最先灭绝 父辈受敌的动物 则繁衍至今 人呢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不想被消灭 那就必须更强大 因为对手逼着你 努力地投入到斗争当中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竞争越激烈 对手越多 越强大 越是能使你的生活 呈现一片生机 充满活力 因为一个强劲的对手 会让你时刻有危机四伏的感觉 会激发你 更加旺盛的精神和斗志 会让你排除万难 去克服一切艰难和险阻 会让你想方设法地去超越 去夺取胜利 尤其是当对手强大到 足以威胁到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一刻不努力 你的生命就会有万分的危险 正是他们 让你真正认识到 生存的艰难残酷 让你在逆境中摔打 而学会生存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对手加速了你的成长 促进了你的成功 而不是顺境和优越感 也不是朋友和亲人 朋友和亲人 一直是扶住你 支持你的正面角色 而对手呢 有时候 哪怕你的朋友 全部离你而去 你的对手却依旧 陪伴在你的身边 用他们的尖牙利照 提醒着你 他们无时不在 这个对手啊 可能是具体的人 具体的实体 也可能是困难 挫折 逆境 厄运 或是自己内心的阴暗 所以说 你没有必要憎恨自己的对手嘛 在你奋斗的争承当中 是对手 让你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 是对手 让你有了更大的前进动力 是对手 让你活得更有价值 李中天说过这样一句话 要成功 需要朋友 要取得巨大的成功 需要敌人 当你获得成功的时候 要感谢朋友的鼎力相助 更要感谢对手的推动作用 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因为他和你展开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对决 你们一起追逐 一起攀登 一起较量 一起腾飞 当你走在了对手的前面 看着眼前全新的 五彩的世界的时候 也不要得意忘形哦 而要在胜利的旗帜下 寻找新的对手 要永远记住 曾经给你带来威胁的对手的名字 并向他表示感谢 古人云 人生得以知己足矣 而我想说 人生得以速敌亦足矣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对手的存在 并不仅仅是个威胁 在很多的时候 他还是激励你进步的伙伴 这一讲 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一个宗旨是 有笔观笔 而不是有几观笔 有人的地方啊 就有矛盾 矛盾的存在呢 常常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 都已经习惯了 从自我感受出发 只顾及自己的得失和自己的心情 这是人类的自私心里在作怪 为了消除不和谐的因素 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 我们应该学会逆思维思考 也就是说 要懂得换位思考 有笔观笔 而不是有几观笔 能够设身处地地替人着想 理解他人 同时懂得一些与人交往的技巧 才会有别开生面的人际关系 所以呢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 用他人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困难 你可能经常从自己这一面 去考虑 比如说 我哪里做得不好呀 我还需要怎么做呀 但你为什么不从对方那里找答案呢 比如 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怎么看我呢 他最怕什么 他喜欢什么 他的做事风格是什么样的 我如何做才能跟他合拍 这样一想啊 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汉朝初建时期 北方的匈奴 在茂顿带领下 趁机南下 刘邦统帅三十万骑兵 步兵 轻征 乃至在平城 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附近 被茂顿四十万大军围困 七天七夜 几次突围都没有获得成功 当时正值冬季 大雪纷飞 寒风凛冽 军中很多的士兵被动坏了手脚 而且呢 军粮所剩不多了 刘邦赶到了穷途末路 仰天长叹 这个时候 脑瓜灵活的陈平 想出了一条退兵的计策 陈平一面让军中画师 绘制一幅 秀色可参的美人图 一面传令呢 把军中所能够搜罗到的金银细软 统统集中起来 随后 暗中下山 买通翻兵 指明要见 冒顿缠鱼宠爱的燕士 见到燕士之后啊 陈平呢 先将金银珠宝献上 燕士果然喜欢 一件一件的把玩 爱不释手 陈平呢 又把美人图展开 燕士见画上 绘着一个绝色的美女 不禁起了呼应 就问说 这幅美人图 是干什么用的呀 陈平说 汉朝皇帝啊 被困在白灯山上 脱不了身了 没办法 打算把汉朝第一美女 献给蝉鱼 换一条生路 您若能解了我们的围 我们就不会把美人 献给蝉鱼了 情愿 多给您送点金银珠宝 燕士就说 请你回去告诉汉帝 尽管放心好了 当天夜里 燕士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劝矛盾 不要炼战 赶紧收兵 再说 万一汉朝的援军到了 就是一场恶战 况且 输赢还不定呢 你要是有个不测 让妾身 如何活下去啊 再说了 中原多山 气候酷热 咱们呀 水土不服 这一番 脚与花言 是说动了矛盾 于是 矛盾就命令 围兵 撤开一个脚 放走了刘邦 这一副有浪漫色彩的 美人图救驾的故事 是否真实 并无人深究 但是从这个趣闻当中 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 此事能够成功 全靠陈平的智谋 他听人说 矛盾好色 身边总离不了美女 却并没有按照常规思路 直攻矛盾 找一美女送给他 因为他知道 这么做 必会遭到 矛盾烟士的阻挠 矛盾烟士 是个出了名的醋坛子 常常担心 自己会失宠 所以呢 矛盾每次出兵 烟士都是随士左右 实为监督 陈平身知烟士 对矛盾的影响力 于是 不采取迎合矛盾的策略 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从烟士处入手 用送美女之计 勾起了他的醋意 再以金银珠宝来利诱 结果问题 就得以解决了 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 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 一张单子呀 跟了大半年 不到合同签订的最后时刻 不敢肯定合作者的诚意 坠坠不安 惶惶半日 也猜不透老板的那句话 到底是何用意 不知爱人 为什么生自己的气 你多希望自己会揣摩术 一眼看透别人 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怎么让人 对你说yes 当代国学 医学 佛学大师 南淮锦先生 就曾经说过 世间最难揣摩的 就是人心 与人相处的学问 一生也学不尽 这几乎成了我们 处世的无间道 事情的瞬息变化 都是因人心的转面 在我们身边 每天都会上演 一场场的攻心战 只不过呢 有些人 能够掌握技巧 逆着自己的想法 顺着对方的思路 办成自己的事情 有些人啊 搞不清别人的想法 却执着于自己的需要 以至于 对方取胜收兵的时候 才垂胸顿足 悔恨当初 没有早一步看透人心 如果你经常下棋 就会有这样的经验 要赢得这一盘棋 除了看清 对方的棋子 如何布局之外 还得看透 对方的用意 如果是连这个 都看不明白 你就会稀里糊涂地 被对方将军 同样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我们也不仅仅是看表面 而是要学会 揣夺其内心 别以为这一切很难做到 如果你能够转换视角 坐到对方的椅子上 就能轻易地抓住 对方的思路 解读对方的心理 继而解决自己的事情 坐到对方的椅子上 这是一种换位思维 也就是说 不按着惯性的思维 只考虑自己 而是反向 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设身处地地 为他人着想 换位思考 也是逆思维心理的体现 和运用 很多事情 若是单从自身的角度来想 是很难得出一个 合理的答案的 可如果换位思考 就显得简单多了 能从对方的立场 考虑问题 弄清楚问题之所在 你也能够 胸有成竹地 化解危机 不顺着别人的思路 就无法发现隐匿的东西 如果能够 得知别人的行为 是出于何种心理 那我们就可以 多一些主动权和胜算了 所以要跟大家分析 能够舍身处地地 为别人着想 洞察别人心理的人 永远不用担心 自己的前途 既然说到了他人 我们再接着说 多为他人着想 少生事端 有个雕刻师 受邀到附近的 一个村庄的寺庙 雕刻一尊菩萨像 如果去那里 必须要经过 一座山头和一片森林 恐怖的是 这山里经常闹鬼 很多晚上滞留在山区的人 最后都莫名地惨死了 雕刻师也知道这件事 但四月那边 催得很急 如果第二天再动身的话 恐怕会误事 所以他不顾大家的劝阻 坚持只身赴约去了 雕刻师走着走着 天就黑了 他突然就发现 前方路口坐着一个女人 仔细一瞧啊 女人一脸的疲惫 草鞋也磨破了 雕刻师询问之后得知 他和自己的目的地一样 就自高奋勇地 搀扶他一起同行 路上这女人问他 眼看夜色更深了 你难道不怕我耽误你赶路吗 你不知道这山中有女鬼吗 雕刻师说 我自然想快点翻过山去 可把你一个弱女子留在山中 你也不安全呀 咱俩一块走 还能有个照应 他们走累了 就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休息 雕刻师见脚下有块木头 就随手捡了起来 拿出凿刀等等工具 看着女人 一刀一刀地雕刻出了一尊人像来 女人好奇地问道 你在雕什么呀 雕刻师说 你容貌慈祥和菩萨很像 我就按照你的容貌 来雕刻一尊菩萨 女子听后痛哭起来 因为她就是传说中的女鬼 多年前 她带着女儿露经此地 不幸被一群强盗监污 女儿也惨遭杀害 她万念俱灰 跳崖自杀 化为厉鬼 专在夜间取过路人的性命 她怎么都没有想到 竟然有人说 她面貌慈祥 和菩萨很像 刹那之间 女人化作了一缕烟雾 消失在了夜色中 第二天一早 雕刻师准时到达了寺庙 人们都很惊讶 她居然能够在夜里 越过山头 此后 这座山中 再也没有闹过鬼 虽然只是一个传说 却让人感慨万千 想想 只要能心存善念 待人如己 连女鬼都会被感化 从而弃恶从善 在这个人际关系 复杂的社会中 很多人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带着强烈的防卫心理 谨小慎微 害怕被人骗了 坑了 而处处对人设防 少有人像雕刻师一样 能够以菩萨的心肠 来看待周遭的人与世 正因为如此 人际间的感情淡了 矛盾多了 如果能够逆向思考 不将别人看作别人 而是将别人看作自己 并待人如己 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哪还会凭生那么多的事端呢 有个从农村来的年轻人 到城里打工 他买了一罐饮料 却不知道怎么打开 忽然 坐在他对面的女人 也拿出了一罐 并且问自己的孩子 你要喝饮料吗 小孩还没说话 女人就在这个年轻人的面前 轻轻地拉了一下拉环 饮料就打开了 年轻人瞬间就明白了 那个母亲的意思 他感激地对他笑了笑 轻松地打开了一拉罐 这件事是年轻人明白了 要待人如己 凡事都要顾及别人的感受 尊重那些落难的人 后来 年轻人成功了 在谈起自己成功秘诀的时候 他激动地说起了这件事 他说 他感谢那个女人 给他上了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课 有很多人向张学良提出 提字的请求 而他每次总是提起 爱人如己这四个字 即使到了晚年 眼睛已经看得不太清楚了 他照样是能悬着手腕 写下这几个字 爱人如己与待人如己 如出一辙 想象一下 如果全世界每一个人 都能将其他人 看作自己一般 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待人如己 就得善于用别人的心态 来做判断 不能用已有的个人成见 来干扰认知 更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待人如己 就得让自己置身于 别人所处的环境中 与别人一起分享 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从而产生心灵的共鸣 待人如己 就得真正地 同情别人的不幸 理解别人的需要 而且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给予恰当的帮助 做到了这些 当你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 你会惊讶地发现 对方的行为也符合常理 也会明白 原来横在双方中间的矛盾 只是因为互相不了解 待人如己 是通向感情的 崇高境界的必有之路 也是助你登上巅峰的 坦荡大道 如果你能够像对待自己一样 对待别人 那么无论你的事业 还是人生 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人的际遇不同 有些人一辈子顺遂 很难理解他人的艰难 如果有着 待人如己的心态 就会对别人的遭遇 感同身受 在这一讲开始之前呢 咱们先来做一个测试 有一天啊 你的上司突然对你说 你是我的得力助手 有能力 善创新 以后还要你多多协助我工作 这件事我们需要聊聊 我们到卡拉OK去 好吗 你知道 他是个K哥的高手 但是你呢 无音不全 这个时候 你该怎么样回答呢 有三个选项 A 卡拉OK啊 行啊 咱们什么时候去 B 卡拉OK 我不会唱歌啊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C 说实话 我不太喜欢卡拉OK 如果有机会陪你喝杯咖啡 倒是 休之不得 你选哪个答案呢 好 下面我来揭晓答案 看一看你是属于哪一类人 选A的人 通常重视人际关系 做事圆滑 因其爱逢迎他人 也容易导致同事对他有意见 被同事疏远 选B的人呢 性情耿直 憨厚 心无诚服 但是 容易得罪人 选C的人最圆滑了 既不伤害与上司的感情 又能表明自己的意见 那你属于哪一类呢 大多数人呢 爱把圆滑和虚伪挂钩 认为圆滑的人呢 不是好人 也不招人喜欢 因此在行事的时候 故意表现得直率 以为这样可以让人信任 其实 这样往往会弄巧成拙 招人反感 都说圆滑不好 那我们就逆向思考一下 不圆滑 有什么好处吗 朋友聚会的时候 你的一个好朋友 穿了一条 他认为很好看的裙子 你却当着众人的面说 这条裙子不适合你 哎 你很实在啊 你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但你的朋友 会高兴吗 同事呢 正在发言 用词不当了 你当众纠正 同事笑着答谢 你以为他真的感谢你吗 这就是不圆滑的结果 这些结果 真的给你带来了好处了吗 当我们用逆思维 思考的时候 就会发现 原来 不圆滑 对自己 没有太多的帮助 顶多就落下一个 实在的评价 而这实在人呢 却并不一定招人喜欢 其实 圆滑并非贬义词 而是个中性词 形容为人处事 圆融 各个方面都应付得很周到 圆滑的人啊 考虑很细致 能换位思考 能考虑对方的感受 就好像逢人减碎 欲物增价一样 这样的圆滑 是善意的 是一种 无恶意的奉承 这样的人 能够左右逢圆 进退自如 这一点 不是大多数人 都希望能够达到的境界吗 不知道你有没有 听过下面这个故事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 拥有天下 自然觉得豪情满怀 为了每日将他的万里江山 尽收眼底 便招来了宫廷画师周玄素 要他在大殿的墙壁上 绘制一幅万里江山图 以显示自己的盖世伟业 周玄素一听 吓坏了 这幅万里江山图 可怎么会好呢 他灵机一动 对朱元璋说 臣不曾变走九州 不敢奉赵 请陛下先草创一个规模 臣然后稍作润色 朱元璋当即 挥豪破墨 草图构出 大势出城 朱元璋一面退后树部 自我欣赏 一面命周玄素 可谓朕润色之 周玄素却说 陛下山河已定 岂可动摇 朱元璋一笑作罢 周玄素啊 实在是聪明至极 他说 陛下山河已定 岂可动摇 既迎合了皇帝 希望江山永固的心理 同时呢 也给自己不想作话 找到了借口 一句巧妙的应答 不但让朱元璋 没有怪罪于他 还中赏了他 你瞧瞧 周玄素靠袁华 把这个棘手的问题 处理得多好呀 俗话说 半君如半虎 如果不圆滑一些 触怒了龙颜 结果只会死得很惨 这里啊 还有一个 关于朱元璋 让画师作画的故事 有一天 明太祖朱元璋 让画师来给自己画像 朱元璋长得 那真是不敢恭维 长脸 尖下巴 眼睛深陷 颧骨突出 一个画师 原原本本地 照他的样子 画了一幅像 结果呢 被砍掉了脑袋 另一个画师 一看这个情况 不知如何是好呀 这画得太像吧 前面就是榜样 画得太好看呢 又不像明太祖 他思索一番之后 画了一幅 乍一看不像 仔细一看 又像得明太祖像 朱元璋看了之后 大戏 由此可见 想要八面玲珑 左右逢圆 就得圆滑一些 能够根据当时的处境 说出在当时最该 说出来的话 做出最该做的事情 从而呢 减少自己的麻烦 和别人的不快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儿吗 我的前半生意书中说 人际关系这一门科学 永远没有学成毕业的一日 每天都似投身于沙石中 缓缓磨动 疲破血流之余 所积得的宝贵经验 便是一般人口中的圆滑 为人处事不圆滑 就说明 你对社会 还不太了解 等经历的事情多了 自然就会融入社会 在处事圆滑的同时 别忘了 为人以诚信为本 要圆滑 就难免会说假话 然而 如果过了头 那就成了虚伪了 如果再损害别人的利益 而使自己获利 那就是邪恶卑鄙的狡猾了 一个人过于狡猾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就是一种冒险 没有人会放心与你交往 因为会担心 你使诈 如此看来 圆滑要有度 以不伤人为出发点 千万不要变成了狡猾 狡猾久了 就会变成奸诈 奸诈久了会变阴险 阴险久了会变得无情 那么 如何做个圆滑的人呢 两百多年前的纪小兰 已经有个很好的解释了 她认为 做人要 处事圆滑 内心中正 不同流合污 而为人谦和 一个毫无主见 只会见风使舵 明哲保身的人 也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处事圆滑 就是做事灵活 既要执着 又要会变通 要突出自己 也要有团队的概念 缘乃策略 亦为手段 你可能常常感叹 社会不公 小人当道 可你是否想过 可能是由于 自己过于刚毅 而导致了 人际关系紧张 由于自己 缺乏变通 而导致 处事僵硬呢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否有必要 改变一下自己 做一个 圆滑的好人呢 不圆滑 对自己 没太大好处 顶多啊 落得一个实在的评价 而这实在人 却并不一定 招人喜欢 所以呢 我们分享给大家 不妨做一个 圆滑的好人 下面我们来聊一聊 如果人人只图自保 那这个世界 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有一年冬天 天寒地冻 大雪阻碍了交通 一个男人冒着刺骨的寒风 在山路上行走 后来他碰到了 一个旅行家 两个人结伴而行 为了节省体力 他们一路上 都没有说话 他们不知道 何时能够到达 有人烟的地方 半路上 他们看到了一个老者 倒在雪地里 气息微弱 老者哀求他们 带着我一起走吧 要不一会儿天黑下来 我就会冻死在这儿的 旅行家呢 不耐烦地说 我们自身都难保 哪还顾得上你呀 兴许待会儿 还会有人来的 男人见老者可怜 只好自己背着老者 向前走 旅行家见到这个样子 默不作声地 走在了前面 没有等他俩 走了一段路之后 男人累得气喘吁吁 全身被汗水湿透 可热气竟然暖化了 冻僵的老人 两人就彼此用体温取暖 两个小时以后 男人隐约看到了 前面的雪地里 躺着一个人 走到跟前 他仔细一看 原来 是那个只顾自己活命的旅行家 僵硬地倒在了雪地里 他冻死了 碰到陌生人落难 你会伸出援助之手吗 大多数人的想法 可能都跟旅行家一样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确 花样翻新的骗局 让越来越多的人 只知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这样的情况 的确令人担忧 良知 道德 爱心 越来越少 这种社会现象 会让社会陷入黑暗 乃至崩裂 长此以往 我们基本不会再有 同情心和助人心 仍然反过来想想 人生在世 谁不会遇到难处呢 假如你对别人的困难 袖手旁观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还会有人帮你吗 1964年的3月13号 凌晨3点20分 美国一个名叫 朱诺比白的年轻女子 走到了纽约郊外 某公寓前 遇到了歹徒行凶 他大声呼救 附近有住户亮起了灯 把凶手吓跑了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歹徒又折回来作案 朱诺比白再次呼救 遗憾的是 无人前来帮他 也没有人报警 甚至有些人 还打开了窗户 观望了一下 结果 朱诺比白 惨死在了歹徒的手中 如果当时 人们不那么冷漠 而是愿意出来 帮助这个可怜的女孩 哪怕只是跑出来 几个人呼喊一下 歹徒都可能被吓跑 然而 就是因为他们的 明哲保身 一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 就此完结了 不管同伴死活 只求自己安全 这类事情 时常在我们的身边上演 据美国华文媒体 乔报报道 当地时间 2010年的5月16号晚上 23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姚宇 在法拉盛繁忙的街区 被一个墨西哥裔的男子 拖入后巷墙间 并被一根金属管 猛击头部 50多次 当姚宇 颅骨粉碎之后 歹徒又残忍地将铁管 插入了她的后脑 事发地点是闹事 可来往行人 却没有出手相助 眼睁睁地 看着悲剧发生 警察在调取录像的时候发现 当姚宇被拖进巷内的时候 有两三位行人 就在一旁驻足围观 随即转身离去 姚宇尖叫呼救时 曾有多人路过 却没有人停下来解救 或者报警 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主席 朱立创表示 在人来人往的闹事区 发生这种悲剧 让她大感不可思议 也对民众的冷漠大叹 人心不顾 不知这些因冷漠 而造成的杀人事件 会不会强烈地 撕扯你的神经 如果用愤怒 憋屈等词 来形容看后的感受 实在是苍白地有些可笑 想起鲁迅先生写过的文章 一个杀头的场面 围观的都是中国人 却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 却个个面无表情 你可能也有难言之隐 以及诸多的顾虑 比如我又不认识 那个年轻人 没有必要帮他 况且如果上去帮忙 将来说不定会遭到报复 或许你承认 自己是懦弱自私的人 面对丑陋的现实 却只想逃避 或许你会给老弱病残让座 会帮迷路的小孩找到家 会给贫困的人一点点微薄的帮助 但是当你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歹徒 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而你的身后却有下岗 已经失去生存能力的父母 嗷嗷待哺的诱饵 所以你不敢无所顾忌 奋不顾身地冲上去 这都可以理解 然而我们还是呼吁 应该多一些善心和正气 路见不平 一声吼 救人于危难之中 你想过没有 当许多人成为鲁迅笔下的 麻木地看客的时候 当大家都不在 多管闲事的时候 当人们习惯于冷漠和旁观的时候 伤害也许会落到 那些明哲保身 稀释凝人的人身上 人总会把别人对自己的态度 反射给对方 冷漠也是如此 人人都希望别人行下仗义 却个个害怕惹祸上身 集体沉默的结果 就是陷入恶性循环 先是个体的冷漠 然后发展成群体行为 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 大屠杀纪念碑上 一个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神父 留下了沉痛的忏悔之语 起初 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我不说话 接着 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 我不说话 后来 他们追杀工会会员 我不是工会会员 我不说话 此后 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 我不说话 最后 他们奔我而来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 为我说话了 看到了吧 今天的帮助 就是为自己的明天祈福 帮助别人 有时只是举手之劳 却能够温暖别人的一生 甚至使其幸福一生 有时 可能无意间帮助了别人 却为自己 修了一条路 正如张子怡在 卧火藏龙里面说的 一个人做了好事 总会有报答的 至于是在什么时候 那 只有老天爷知道了 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 不要恐惧 不要恐惧你的敌人 他们顶多杀死你 不要恐惧你的朋友 他们顶多出卖你 但要知道 因为有一群冷漠的人 只有在他们不作声的默许下 这个世界 才会有杀戮 这一讲 我们首先和大家聊一聊 待人的问题 你带人冷漠如冰 别人如何 带你热情如火呢 有些人啊 经常愤愤不平地说 别人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我哪里亏欠他们了 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位 看完下面的这则故事 也许 情绪就会平静一些了 有一天 蜜蜂和黄蜂闲聊 黄蜂委屈地说 我就纳闷了 咱们有很多相同之处 可是为什么 人们喜欢你 而讨厌我呢 还把我当作了害虫 按理说 我可比你长得漂亮 我有一件漂亮的黄色大衣 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 我到底哪输给你了呢 蜜蜂和蔼地说 你说得对 但我觉得人类之所以喜欢我 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 而你为他们做了什么呢 黄蜂不屑地说 我为什么要为他们做事啊 应该是人类来为我做事啊 蜜蜂叹了口气接着说 你希望别人怎么带你 你就得先怎样带人 那你希望别人 如何对待你呢 肯定不是抱怨 不是否定 不是诅咒 不是辱骂 那是什么呀 圣经里有句话 和蜜蜂最后说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带人 当如人之带你 意思就是啊 别人对待你的方式 其实是由你 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决定的 这也是一种逆思维 不信啊 咱们就继续往下说 有个学生问著名的李开复博士 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啊 同学们看到我都不打招呼的 为什么不对我笑呢 李博士就反问他 你跟他们打招呼吗 对他们笑吗 你带人冷漠如冰 别人如何带你热情如火呢 想要得到他人的友善 不妨先对他们表达出自己的友善 另一个学生 又问李博士了 说为什么我总是认为 同学对我不怀好意 想和我竞争呢 李博士就反问他 那你对他们的态度又如何呢 你想和他们竞争吗 你将他人视为劲敌 他人如何将你当作队友啊 有些人每天都在纠结着 讨厌别人的不友善 自己呢 却还以不友善的态度对别人 厌恶别人背后嚼舌根子 自己却常在人后呢 说长道短 甚至是造谣诋毁 憎恶恶作剧 却经常拿别人来开涮 鄙视不讲诚信的人 自己却经常失信于人 别人对你的态度 全都是你设计出来的 是你在无意中教会别人的 最真挚的友情 和最难解的仇恨 都是由这种反射 逐步积累而来的 比如说 如果你对人冷淡 别人也会活以冷淡 如果你经常批评别人 你也会受到许多的批评 你视人如草芥 人视你如叩仇 你看人不顺眼 别人看你 也会气不打一出来 赠人玫瑰 手流于香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人们的态度呢 也是相互的 你所给予的 都会回到你的身上 有个清善大使 去非洲考察 回来之后 他逢人就说 那里的人 是全世界最无情的 警察冷若冰霜 出租车司机 态度蛮横 餐厅服务员傲慢无礼 连普通百姓都焦躁不安 对客人有敌意 后来有人就劝他 说你再去那里的时候呢 先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 他第二次去非洲时 不管到哪里 都面带笑容 无论对谁都彬彬有礼 结果 他发现 警察 司机 服务员 普通百姓 各个脸上 都挂着笑容 他们是那么的亲切友善 他这才发现 改变别人态度最快的办法 是改变自己的态度 别人对你的态度 就是你对别人的态度 也是你做事情的结果 你没办法逼别人对你好 那就只有啊 先对别人好 别人才会对你好 因此 要向别人对你微笑呢 先去对别人微笑 要想得到别人的拥抱 先去拥抱别人 要想得到别人的友善 先友善地对待别人 要想赢得别人的支持 先去支持别人 要想得到别人的赞美 先去赞美别人 要想得到别人的关心 那就先去关心别人 你改变了自己 就改变了别人 你改变了别人 就改变了你的世界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为什么世界上有镜子 人们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 想要知道自己什么样 那就看看别人对你的态度吧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 晴天流人情 与天好戒散 史记《霍执列传》当中 就有这么一句话 天下兮兮皆未利来 天下攘攘皆未利往 大意是什么呢 天下人纷纷扰扰 都是为了利益而蜂拥而至 天下人闹闹哄哄 都是为了利益而各本东西 司马迁一针见血地 概括了天下人的本性 也就是多半围绕着一个例子 不可否认 有的人呢 很有人情味 哪怕对方穷困潦倒 哪怕对方离职了退休了 也不断绝与对方的来往 还保持着原来的距离 但是有些视力眼 总是在观察周围的情势 一旦发现对方失势 对他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了 就迅速地离开 表现得相当无情 史记 《连坡令相如列传》当中记载 连坡是战国时期 赵国杰出的军事家 与白起、王俭、李牧并称 战国四大名将 他功绩卓著 被封为上亲 富贵惯及一时 连坡的一生啊 经历数十战 没有过败祭 但是长平一战中 赵王误中了反歼祭 以为连坡无能 就用赵阔来接替 连坡的职位 连坡被免职回家 失掉全市的时候 那些个经常来拜访 他的门客都不再登门了 后来赵王再次 启用连坡为将 大获全胜之后呢 封他为信平君 连坡的权势 比往日更高更大了 那些一度对他 避而远之的人呢 有一个个的主动上门来了 连坡已经看见了 事态炎凉 非常气愤地对他们说 先生们都请回吧 有个门客说 您的见解怎么如此落后呀 天下之人 都是按市场交易的方式 来进行结交的 您有权有势 我们就跟着您咯 您没有权势了 我们就离开 这是多普通的道理啊 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呢 门客的话说得很明白 透彻 理直气壮 而且一点都不含糊 实在是 一语道破 世人的 势力心态 同样的事 还发生在著名的 四大君子之一的 孟长君的身上 卢浦笔记 卷七载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 孟长君 李贤下市 门下时刻 有三千多人 不料 因为受秦国和楚国的诋毁 孟长君被罢免了相位 那些时刻 纷纷离开了他 没有一个理睬他的 后来孟长君 恢复了职位 由于在大起大落中 他拾进了 门客的本来面目 便想以唾沫 来羞辱那些势力的门客 却被冯运拦下了 他说 富贵多事 贫贱寡有 势之固然 孟长君听了他的劝告 便不再恼怒了 有俗语说 穷在闹市 无人问 富在深山 有远亲 当你身居要职的时候 会有许多人 主动地来结交 此时 门庭若市 一旦富贤在家 那些和你交往的人 就会疏远你 你看历史上 那些个帝王将相们 如果失事 要么家破人亡 祸及九族 要么穷困潦倒 孤寂而终 再看看 我们的现实生活 有钱有势的时候呢 呼朋唤友 风光无限 一旦没钱没势 马上门可罗雀 人们多半按照 这种逻辑来行事 趋炎复事 实为常态 所以在权贵者的眼里 他认为 这是你的趋利心 他也看不清 谁对他真心 谁对他假意 更不会在众多的攀附者中 独独重视你 所以 积累人脉时 不要一窝蜂地向权势靠拢 要独具慧眼 多点人情味 因此 不如逆向行事 在他人落难 失事的时候 不要冷落他人 而是像原来那样 圣志对他 比原来更热情 更热心 古人云 冷庙烧香 报佛脚 意思是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报佛脚 菩萨虽然灵 但是那也不会帮助你的 因为平时 你眼中没有菩萨 有事儿才去找 菩萨哪肯做你的工具呀 反之 平时常去门庭冷落的寺庙 烧香拜佛 神佛肯定会特别地在意 平时烧香 表明你别无所求 完全是出于敬意 而绝不是买卖 假如有一天 风水转变 冷庙成了热庙 神佛还会对你特别看待的 也不会把你当成 屈炎覆势之辈 现在 请你好好想想 在你的朋友当中 有没有怀才不遇的人 如果有 这就是冷庙 你不要轻视这个朋友 平时要多给他打电话 逢年过节呢 带些礼物去看看他 他也许不会礼尚往来 这不是他不懂礼数 而是暂时无力还礼 但他的心中会记得 你对他的好 在他落难时 一定有好多人离他而去 从此成为路人 而同情帮助他渡过难关的人 他会铭记一辈子 所谓默逆之交 患难朋友 往往就是在困难时期产生的 这时形成的友谊 是最有价值 最令人珍视的 即便他身处困境 你若请他办事 他也会竭尽全力的 人生际遇 往往千变万化 俗话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穷困潦倒的英雄 是很多的 只要风云际会 就能一飞冲天 一鸣惊人 也许 只要三五年的时间 就能使一个人 从落魄 走向发达 一旦他翻了身 他会加倍补偿你的 那个你曾帮助的人 反而成了你的贵人 即便你一无所求 他也绝不会忘了你 由此看来 冷庙烧香 是有力而稳健的人情投资 常言道 晴天流人情 雨天好借散 多结交潦倒的英雄 找些平常没人去的 冷庙烧香 才更有助于你的发展 所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会用逆思维 做事的人 在平时呢 应该多结交些 潦倒英雄 这样才有助于 自己的发展 平时不屑往冷庙上香 临到头来啊 再抱佛教 就已经来不及了 这样的话 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 或者我不想欠某某的人情 有人说了 这年头欠什么都别欠人情 玩什么也别玩感情 那还有人说了 欠了人情债啊 有时得拿原则还 还不起呀 这些话很耐人寻味 你看过电视剧 家常菜吗 在最后一幕 大款厚墩子因为一句 我这辈子 不能欠别人的人情 而不惜放弃万贯家财 只为救出男主角刘洪昌 当面向他道谢 那为什么人们都怕欠人情呢 因为钱可以慢慢还 感情可以慢慢地培养 日子可以慢慢地过 生活完全可以像 烧锅里的红烧肉一样 慢慢炖 但是人情这个东西 会让人吃不下 睡不着 每次看到那个 失与人情的人 都会觉得爱他三分 倘若你欠某个人一个人情 你不仅要还 而且要加倍地偿还 也就是所谓的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问题是 有的人情能还 有的却说不清 躲不掉 想还却还不尽 让人有些内疚 有些后悔 慢慢地变成了心里的疙瘩 有些人甚至为此焦虑不安 还陷入了自卑之中 比如说 别人欠你人情 如果下次他辜负了你 你说 想当初 我对你那么好 谁料到今日 你竟如此待我 只需一句话 就会令他羞愧难当 即便你不说 他如果做了 对不起你的事 旁人也会在背地里 对他指指点点 你看看你看看 那个人真是个 忘恩负义的 看到了吧 欠人情 会让人产生多大的压力 虽然人人都怕欠人情 但是如果让对方欠你人情 你不就掌握交际的主动权了吗 这也是一种逆思维 我们来看一看古人 是怎样做足人情的 唐朝皇帝李隆基 亲手为手下将领煎药 在吹火的时候 一不小心烧着了胡须 侍从们急忙上前帮忙灭火 李隆基见他们都吓得心惊胆战 大笑道 但愿他喝了这药 病就好了 烧坏胡须 有什么可惜的呢 堂堂一国之君 亲手为手下煎药 而且还烧着了自己的胡须 又说出那么感人至深的话 这真是天大的人情呀 李隆基把人情做得如此知足 哪个手下不感恩你一辈子呢 不过 人情也是个让人欢喜 让人忧的东西 下面这个人啊 就纠结于人情的苦恼当中 他叫张恒 刚到一家IT公司任职 一天夜里 他的女朋友晕倒了 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 大夫让他先交一部分押金 他身上根本没带多少钱 怎么办呢 他刚刚来到这个城市不久 认识的人寥寥无几 他翻开电话本 一眼就看到了 一块进公司的刘海的电话 张恒想都没想 就给刘海打了个电话 接通之后呢 张恒简要地把事情说了一下 刘海就痛快地说 没问题 你等着啊 我这就去 不到半个小时 刘海就来到了医院 帮张恒 垫付了住院费 事后张恒非常感激刘海 还请他吃了一顿饭 有一次 有张大单子 本来是张恒的 没想到刘海找到了张恒 说 能不能把这张单子给我呀 想到刘海曾经对自己的帮助 张恒答应了 虽然心里很不乐意 但又能怎么办呢 谁让他当初欠人家人情了呢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还不止一次 张恒为此是烦透了 在刚才这个事例当中 刘海因为曾经在关键时刻 帮助过张恒 而掌握了交际的主动权 当他的业绩不理想的时候 只需一句话 就让张恒将订单拱手相让 讲这个事例 是想告诉你 让别人欠你的人情 并不是要你 以人情来作为 要挟对方的资本 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你像刚才的那个刘海一样 把人情当作了拐杖 那么你必然遭到他人的轻视 人际往来当中 无非是今天你帮我 明天我帮你 你让他欠你人情 就是在这个人情的感情账户里面 投了感情资本 在未来 你有需要的时候 就会有人帮你 也许更多的时候 你帮助对方 根本就没有想到 要对方还你这份人情 这样想就对了 因为倘若对方不讲情谊 不在乎这份人情 你也不至于太寒心呀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人情虽然不能明码标价 寄利息 但是到了需要你还的那一天 你就是两肋插刀 也未必还得起呀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 树怕剥皮 人怕激将 我们通常把找人办事呢 叫做求人 在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需要通过别人的帮助 来完成某一些事情 经过一番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的恳求之后 你可能发现 自己根本就不能够说服对方 对方总是有着这样 那样的理由来拒绝你 如果你将办事的方法颠倒过来 用逆思维来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 会怎么样呢 比如你突然给他一个强烈的反刺激 以言相机达到你求人办事的效果 在这里 请将不如激将 不失为一种极佳的策略 你也发现 有人难请 你越客气 他就越端着架子 那就不如换一个请法 激他一下 也许就会不请自来了 这是相请不如相激 所谓激将啊 就是在某些时候 你通过贬低刺激他人 打击他人的自尊心 自信心 让他振作起来 接受你的意见和主张 在求人办事的时候 如果你故意贬低对方 看不起他 说他不行 建议激起对方求胜的欲望 也能使他超水平地 发挥自己的能力 从而呢 达到你的目的 激将的方法有很多 最常用的就是直激法 就是面对面地 直接贬低 刺激 羞辱 激怒对方 还有暗激法 就是有意识地 包扬第三者 暗中贬低对方 激发他 压倒 超越第三者的决心 还有一种 倒激法 指的是呢 用明确的 或者诱导性的语言 把对方的热情 激起来 通过上述这些方法 让对方 进入激动的状态 不管是愤怒啊 羞耻啊 不服啊 高兴啊 这些 都会导致他的情绪失控 进而操纵对方 让对方感到 不再是 愿不愿意去干 而是 应该 必须去干 三国时的诸葛亮 在劝说 孙权和蜀国 联盟 抗曹的时候 用的就是 暗激法 公元 二零八年 曹操率 二十万大军南征 江东的孙权 在 抗曹和 降曹之间 犹豫不决 诸葛亮和刘备 商量 联孙 抗曹 诸葛亮知道 孙权 年轻气盛 自尊性很强 这样的人啊 只有鸡 不可说 于是 诸葛亮 在与他会面的时候 大谈曹军的兵多势大 他说 曹军齐兵 步兵 水兵 加在一起 有一百多万呀 孙权大吃一惊 追问道 这里有诈吧 诸葛亮 一笔一笔地算 最后算出了 曹军 竟然有一百五十多万 他说 我只讲一百万 是怕吓倒了 江东的人啊 这一句话的刺激性 可谓不小 使得孙权急忙问计 说那我是占呢 还是不占呢 诸葛亮见火候一道 就说 如果东吴人力 物力 能够与曹操抗衡 那就占 如果您认为 敌不过 那就降呗 孙权呢 不甘屈辱 立即反问 照您这么说 那刘豫舟 为什么不降啊 此话呢 郑重诸葛亮的下怀 诸葛亮 进一步使用激将法 毫不犹豫地 抛出了一枚 令孙权 难以接受的 重磅炸弹 他说 田恒不过是 齐国一个壮士罢了 尚且能坚守气节 何况我们 刘豫舟是 皇室的后代 盖世英才 怎么能够甘心投降 任人摆布呢 孙权勃然大怒地说 哦 难道我在你的眼里 竟然是个 贪生怕死之辈吗 你看看 孙权的火 立刻被激起来了 他当即决定 和曹军决意死战 俗话说 树怕剥皮 人怕激将 人最在乎 自己的自尊 名声 荣誉 能力等等 在求人办事的过程中 你故意贬低对方 看不起他 说他不行 就会激起他 求胜的欲望 迫使他就范 在上述的这个典故中 如果诸葛亮 开门见山地 要孙权加盟 那么 这个结果 就难以预知了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故意激怒孙权 让他迅速地 做出抗曹的决定 有个男孩 想让妈妈 给自己买一条牛仔裤 可事实上呢 他已经有一条了 因为怕遭到拒绝 男孩就没有明确地 提出这个要求 而是用了激将法 他很认真地 对妈妈说 妈妈 你见没见过一个孩子 他只有一条牛仔裤的呀 这句话 一下子打动了他的妈妈 事后呢 这位妈妈谈起了这件事 说到了当时的感受 说儿子的话 让我觉得 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 简直有点对不起他 哪怕在自己身上 少花点钱 也不能太委屈孩子了 激将法 就是利用逆思维的心理 不按照常理说服他 而是通过刺激他 激起他好胜的心理 让他自愿地去做某一件事情 尤其是对于一些 倔强的人 这种方法 就更有效果了 反之 你越将他的力量 夸大到极致 他反而越容易拿起架子 或是起疑心 而不去做这件事 激将法 对脾气暴躁的人 有效 对骄傲的人 也管用 对自负的人呢 也能够有 立竿见影的效果 比如 你越是不放心 他办某一件事 他偏要证明给你看 当然 激将啊 要根据不同的对象 采取不同的方法 你要考虑 对方的身份 性格等等 这就跟治病一样 只有对症下药 才会有疗效 如果下错了药 就会适得其反 弄巧成拙了 另外 要采取激将法 注意啊 在激将的过程当中 切记带有 侮辱性的话语出现 最好利用暗示 不要一激将人给激怒了 否则啊 会让你碰一鼻子灰 正确的做法呢 应该是否定他的能力 从而激起他 证明自己的欲望 在这我们和大家分享 激将法 就是利用逆思维心理 不按常理说服他 而是通过刺激他 激起他的好胜心 让他自愿地 去做某一件事 这一讲当中 我们先来说一说 你不愿意做的事 别人也不愿意做呀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有些人不会拒绝 不管别人求他做什么事 他都不考虑 自己有多忙 有多累 就答应下来 可是他们也会发现 当自己需要 别人帮忙的时候 对方多半 以各种借口 推脱掉了 怕拒绝别人 有各种缘由 这里就不说了 当你为了别人 牺牲自己的时候 当别人变本加厉地 让你的利益 靠边站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当时所处的环境 勇敢地 真心地说出 不吧 你拒绝别人 别人不一定会生气 会恨你 你也不一定 会失去一份友谊 因为人与人 唯有互相尊重和理解 才能达成和谐 如果你不加以甄别 有求必应 那么你会活得 很痛苦 很无奈 很被动 当代作家毕书敏 在他的一篇名叫 《学会拒绝》的文章当中说 古人说 有所不为 才能有所为 这个不为啊 就是拒绝 人们常常以为 拒绝是一种 迫不得已的防卫 殊不知 它更是一种 主动的选择 拒绝是苦 然而那是一时之苦 阵痛之后便是安宁 不拒绝是忍 忍是有限度的 到了忍无可忍的那一刻 遗物的是时间 收获的却是更大的麻烦 与悲哀 不可否认 因为拒绝 你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 但没关系啊 只要你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别人也不好意思 再为难你了 有个农民工 给老家的媳妇打电话 你赶紧借钱去吧 我打工时被砸了头 大夫说要不少医药费呢 媳妇失声痛哭 你让我咋办 我去跟谁借呀 她怒气冲冲地说 哭有什么用 还不抓紧时间 给我凑钱去 要不我可能会 留下后遗症的 说完 她啪的一声 把电话给挂断了 电话那头的媳妇呢 愁眉苦脸 她家在村里啊 是数一数二的穷 为此呢 男人才出去打工的 没想到刚到工地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出了这事 她躲着沉重的步子 勉强带着笑容和歉意 以及讨好等等 四处借钱 村里人知道了 她的来意之后 找出了一大堆的理由 总之啊 就是没钱 她跑了整整三天 街坊四邻 亲戚朋友都赚遍了 一块钱都借不到 她着急上火 嗓子肿了 眼睛也哭红了 她不知道 怎么向男人交代 没想到这天傍晚 男人居然 好好的回来了 她跑上前 摸摸她的头 问 哎 怎么头上一点伤都没有啊 你在电话里 不是说自己被砸伤了吗 男人呵呵一笑 说嗨 我是被砸了 但不是被砖头 而是被二十万砸中的 告诉你吧 我花了两块钱 买了一张彩票 谁知道啊 竟然中奖了 二十万呢 说着 她掏出了一张崭新的存折 你看 交了税 剩下的钱 都存在这儿了 女人一把抢过存折 反复地看着上面的数字 终于相信 男人没骗自己 她又哭又笑地 垂打男人 你身经病呀 既然这样 还让我到处借钱 你不知道 这借钱有多奶呀 男人问她 那你借到没呀 嗨 别说乡亲 连几个亲戚都说没钱 男人一拍大腿 咧开嘴笑了 好 这回 脸面都撕破了 看他们以后 谁好意思 找我借钱 前面我们讲过一个道理 别人怎么对你 取决于 你对别人的态度 反过来 你怎么对别人 也取决于 别人对你的态度 在上面那个案例当中 穷困潦倒的男人 在中了大奖之后 为了试探人心 决定 假装出了意外 让媳妇啊 跟其他人借钱 她知道 在危难关头 谁肯向她伸出援手 下一次 当对方落难的时候 她也会责无旁贷地 帮助她 可别人呢 都不乐意 把钱借给她 这下好了 用她自己的话说 这回 脸面都撕破了 看他们以后 谁好意思找我借钱 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往往正是 别人也不愿意做的事 当有些事 你知道自己 确实不想做 或者做不了的时候 那就不如 逆思考来思维一下 先对方一步 向对方开口求助 倘若对方拒绝了 你就有了拒绝的理由 甚至直接打消了 对方的求助心 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 拒绝是一门艺术 需要我们慢慢地学习 换个方式拒绝 别人想要求你 也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了 不过呀 出门在外 谁都有求人的时候 当别人向你求助的时候 应该尽量地 大度地伸出你的手 一旦你冷漠了别人 别人也会冷漠你 同样的道理 当你不得意的时候 如果是对方 能够帮你渡过难关 哪怕是些许的慰藉 下一次 对方有求于你时 你也不可以袖手旁观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你不愿意做的事 往往正是别人 也不愿意做的事 当有些事 你知道自己 确实不想做 或者做不了的时候 那就不如 逆思维思考一下 先对方一步 向对方先开口 求助 如果对方拒绝了 你就有了拒绝的理由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人们呀 通常都是被自己说服的 在日常生活当中 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一种情景 在跟别人争论某一个问题的时候 分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但就是说服不了对方 有的时候呢 还会激化矛盾 让人误解 分析其中的缘由 可能有三点 一 是人们通常会先想好几个理由 然后呢 再和对方争辩 二 是人们将自己放在正确者的角度上 并以教训人的口吻 告诫指点对方 如何去做 第三 就是不看场合 时间就劈头盖脸地批评对方 强迫他接受自己的观点 这些做法都起不到理想的作用 如果敢用委婉的方式 就可能达到春风话雨 潜移默化的效果 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 那就采用逆思维 不再费劲地去说服他 而是巧妙地 让他自己说服自己 现在你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诸多成功的说服事件当中 你认为对方 到底是被谁说服的呢 心理学工作者 曾经拿着这个问题 问过了很多人 他们的答案 出奇的一致 当然是说服他的人了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了 其实人们通常 不是被他人说服的 而是被自己说服的 说服者呢 只是起到了一个引导的作用 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 不知哪位名人说过 人不可能被别人说服 除非他自己说服自己 为什么自我说服更有效呢 因为在自我说服的过程中 人的参与感加强了 更赞叹自己所秉持的态度和观点 早在1947年 心理学家乐温就做过相关的实验 他把实验人 就是家庭主妇分为了两组 他让第一组看一段 长达45分钟的演讲 演讲者在强调 吃动物内脏的诸多好处 第二组呢 他只问了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的家庭 应该吃动物内脏吗 然后给他们45分钟的时间讨论 结果表明 第一组 只有3%的家庭主妇 愿意吃动物内脏 而第二组呢 有32%的家庭主妇觉得 应该吃动物内脏 可见 在自己说服自己的时候 更能够使人们改变态度 那么 如何让对方说服自己呢 这就需要在 对方犹豫彷徨的时候 及时提供 让他自己说服自己的证据 或者理由了 从前啊 有个山大王 抢来了一个绝色美女 要求他做自己的压债夫人 美人不从啊 几天几夜 不吃不喝 以死抗争 山大王是好言相劝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金银珠宝不用愁 他还当着全债兄弟的面保证 自己绝不会去二房 可是呢 美人仍然不为所动 最后山大王失去了耐心 恶狠狠地对美人说 你不同意也罢 我把你姐姐抢上山来 再将你其他家人 全部杀掉 说完 山大王就拂袖而去了 美人一想 不能因为自己 毁了全家呀 所以就答应了山大王 做压债夫人 当然 举这个例子 并不是让你再说服不了 对方的时候 用威胁等等这些手段 只是想提醒你 当你的言辞 没有发挥效力的时候 要找到对方的学位 给他留下自我选择的余地 让他自己说服自己 让对方说服自己的时候 还可以默不作声 不采取任何手段 让他慢慢地醒悟过来 张兰丰和李涛的关系挺好 可是小刘呢 看不惯李涛和张兰丰来往密切 有意制造矛盾 使得两个人的关系逐渐疏远 张兰丰找到李涛解释 李涛也不听 见自己说服不了李涛 张兰丰只好作罢 过了一段时间 李涛得知小刘的一些小人行为 联想到自己与张兰丰之间的事情 又有意试探小刘 他这才发现 自己真的看错人了 误会了张兰丰 李涛主动找到了张兰丰 两个人开诚不公 终于重归于好 你是不是也遇到过 越描越黑的事情呢 其实 与其费尽心思的解释 说服 不如啊 量他一段时间 让他自己去发现真相 人的思维很奇怪的 你越是直接告诉他正确答案 他往往呢 越不相信 所以有时 不必采用正向的引导 让对方花费一定的代价 你的说服工作 才能更有效 不管你用哪种方式 都要让人自己说服自己 这样才能彻底地让他改变 否则他可能口服心不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相信 自己验证的信息 才是可靠的 可信的 人人都是如此 你也是这样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人不可能被别人说服 除非他自己说服自己 当你的言辞 没有发挥效力的时候 要找到对方的学位 给他留下自我选择的余地 让他呀 自己说服自己 这一讲 我们先和大家聊一聊 为什么有缺点的人 才更容易被人接受 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授 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 他把四个人的访谈录像 放给被测试者 第一位是一位成功人士 那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谈吐举止恰到好处 不时地赢得了台下观众的 振振掌声 第二位呢 同样是一位成功人士 但是他在台上的表现 有些紧张 甚至把咖啡杯给打翻了 第三位呢 是普通人 虽然在台上很放松 但是言之无误 第四位呢 也是普通人 状况就更糟了 不光说不出什么出彩的话 因为过于紧张 还把咖啡杯打翻了 录像播放完毕 教授让被测试者呢 选出最喜欢的 和最不喜欢的人 毫无疑问 大家最不喜欢的 就是第四位先生 但最喜欢的 却不是第一位 谈吐不俗 无可挑剔的先生 而是第二位 打翻了咖啡杯的那位先生 这个实验 让我们看到了心理学上 一个著名的效应 出丑效应 又叫养八角效应 这个效应 其实就是 逆思维思考的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 努力塑造优秀完美的自我 不愿意把缺点暴露出来的 是最正常不过的思维了 人人都想维护一个 好的形象 然而这个效应 正是让你 背起以往的想法 通过出丑 达到受人欢迎的目的 这种反向思维 的确是有作用的 一个能力超群的权威人物 身上的缺点 或者行为上的失误 反而能够增加它的吸引力 道理很简单呀 权威人物的丑处 会让人觉得 他也会食人间烟火 犯人间错误 从而呢 就更具有贴近感和真实感了 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完美之神 正是这种贴近感和真实感 增加了权威人物的魅力 美国有一位总统 在庆祝自己连任的时候 开放白宫 与一百多个小朋友 亲切会谈 十岁的约翰就问总统 您小时候 哪一门功课最糟糕啊 是不是也爱老实批评啊 总统就告诉他 我的品德课不怎么好 因为我特别爱讲话 常常干扰别人的学习 老师当然要经常批评的 他的回答呀 使得现场的氛围 非常的活跃 这位总统的话 紧紧地抓住了小朋友的心 使小朋友认为 总统和他们是好朋友 即便场外的大人们 看到这样的对话场面 也会感到 总统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 这位总统展现的 不仅是亲和力 更是人际关系中 同理心的特质 他利用这种特质 透露给儿童 他的过去和他们一样 也常被老师批评 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也会成长为有用的人 他自曝极丑 那么目的呢 不仅是拉近 和小朋友之间的距离 便于沟通 同时也塑造了一种 在美学上称之为 缺陷美的形象 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 如果敢于承认 自己人性上的瑕疵 或者表现出 与大众并无多大区别的一面 他将比神圣而高不可攀的人 更讨然喜欢 政客由于意见不一 很容易遭到别人的攻击 但有一位政客呢 运用出丑效应 化解了一次危机 有一次 一位不怀好意的记者 前去拜访他 记者希望啊 能够在这一次拜访中 获取一些 有关于他丑闻的资料 对于记者的来意呢 这位政客是心知肚明 对于这位不肃之客 拒绝肯定是不行的 那怎么办呢 很快 这位政客就想到了 解决的办法 见到记者 这位政客很冷静 他让记者坐下来 说要慢慢聊 见他如此冷静 记者暗暗佩服 坐下之后不久 逝者就端上了咖啡 政客迫不及待地 端起杯子就喝 哦天哪好烫 政客大叫一声 马上扔掉杯子 咖啡洒了一身 试者赶忙帮他收拾 政客冲记者尴尬地笑了笑 记者眉宇间 舒展了许多 这个时候政客拿起来香烟 记者看到 他竟然将香烟 倒着插进嘴里 然后打着打火机 准备从顾虑嘴儿的地方 点燃香烟 记者赶忙善意地提醒他 政客慌忙把烟给拿正 连忙向记者表示谢意 看到政客一连串狼狈 不堪的样子 记者忽然觉得 不那么反感他了 甚至觉得呢 跟政客之间亲近了许多 通过暴露自己的一些小缺点 淡化自己的光芒 打消别人的反感 这个政客 不可谓不聪明啊 我们大多呢 是普通人 在与人交流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人 这种人 不仅容易让人感觉不够真诚 还容易给对方造成一种压迫感 令人产生自卑的心理 甚至呢 可能引起对方的嫉妒或者敌视 一个过于高大完美的人物 一般会让人近而远之 所以 与人交往的时候呢 不必刻意地保持完美的形象 坦诚自己的某个小缺点 或者过去的某个小错误 会更有效地提升你的亲和力 增强别人对你的亲近感 所以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每个人的心里 努力塑造优秀完美的自我 不愿意把缺点暴露出来 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每个人啊 都想维护一个好的形象 然而 出丑效应 正是让你背起以往的想法 通过出丑 达到受人欢迎的目的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相信人性本善 不要总把别人啊 往坏处想 有个女人呢 为了方便照顾上中学的儿子 在县里租了 在县里租了间房子 院子里住着好几家 有一天 她晚上下班回来 发现晾在院子里的衣服不见了 呦 难道是被风刮走了吗 她找遍了整个院子 都没找到 看到邻居的门敞开着 她就想 会不会是这家的老太太 收拾自己衣服的时候 顺手牵羊 拿走了我的衣服呀 想到这儿 她站在门口 往里看 一眼就瞧见了 自己的衣服 在老太太的沙发上放着呢 她怒气冲冲地走进去 一把抓起自家的衣服 阴沉着脸就往外走 老太太呢 从屋里出来了 说 下午的时候啊 刮大风 我怕下雨 就帮你给收进来了 收错就是收错了 还卖好 这个女人 没有继续听老太太的解释 摔下这句话就走 从此之后 她不再理老太太 认为她行为不检点 一个月后的一天 在厂房埋头工作的她 听到外边 雷声震震 一场大雨将至 就想起了 晒在外面的被子 她心急如焚 连忙请假回家 一路上 她顶着强风 艰难地骑着自行车 心里还在担心着 这被子要是被淋湿了 怎么办 快到家的时候 大雨倾盆而至 她急得直跺脚 扔下自行车 飞快地跑进院子 哎 被子呢 她看到绳子上 什么都没有 这时老太太抱着被子 从屋里出来了 笑着对她说 我今天呀 又收错被子了 这女人的脸 顿时红了 当有人背着你 做了某件事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 是不是觉得 这件事对你不利 或者说 马上先想到 对方的目的不纯 不怀好意呢 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 大多数人 都习惯于 将对方做事的初衷 假想成恶意的 这是我们的思维定势 而正因为如此 我们时常会像 刚才例子当中 说到的那个女人一样 冤枉好人 也时常呢 让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坠坠不安 习惯于把人往坏处想 这是现代人的通病 但为什么不能将思维逆转 把别人往好处想想呢 你可能会说 嗨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我凭什么相信她 那么请颠覆一下思维 如果把她置换成 我凭什么不相信她 把人往好处想 与人为善 对人对己都有好处 第一 把人往好处想 自己呢 就少了一份紧张和顾虑 心情会比较轻松 可以拥有简单的快乐 第二 把人往好处想 对方就会有 被理解和尊重的感觉 你的善意 也会净化对方的心灵 彼此就多了信任 相处起来 关系就会更加融洽 也会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误会 有一个女人 半夜打车回家 坐上出租车的时候 才发现 哟 手机居然没电了 这个时候呢 司机说 这深更半夜的 还有生意 今天运气可真不错呀 女人刚想说话 司机又黑黑地笑了一下 这一笑顿时让女人 毛骨悚然 他又看到了 这个司机的右脸 有道刀疤 更加惶恐不安了 一路上 司机跟他聊起了 炒房 炒金 炒骨 他都默不作声 司机感到唱独角戏 太没意思了 最后呢 也不说话了 转眼啊 到了该拐弯的路口 司机呢 却静止开了过去 女人赶紧说 师傅 你走错了 应该拐弯的 司机说 那正在修道 要绕一下 女人说怎么会呢 我早上上班的时候 还好好的呢 她小声嘟囔 窗外的景色 越来越荒凉了 她认定 司机不是个好人 是早有预谋 她想打开车门跳下去 又怕有生命危险 过了一会儿 窗外出现了 她熟悉的街景 她松了一口气 这时司机说 我脸上的刀疤呀 是跟歹徒搏斗的时候弄的 做我们这一行的 不容易 最希望呢 能够多拉几个客人 不光是图挣俩钱 也想有个人啊 能说个话 女人惭愧地低下了头 为刚才自己的想法 感到内疚 欲人欲事 防备之心不可无 但也不要因此而走上极端 看谁都像坏人 提高警惕的同时呢 也别一味地被这种紧张的情绪控制 要把对方往好处想想 表现出信任 就算对方真有不良的念头 也可能会因为你的信任 而在潜意识里 逐渐地按照你所期待的去做 《我的青春谁做主》当中 高齐就说过一句话 好人都是被架上去的 一旦架上去就下不来了 所以呢 只能一直当好人 你说对方是好人 即便他自己没想做好事 但已经被你冠上好人的名头 碍于面子 他也只能把好事做到底了 法国著名文学家于果 在他著名的《悲惨世界》当中 就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 然而让从苦意场里逃出来 无处可去 被神父收留了一夜 吃饭的时候呢 然而让就问神父 你为什么相信我 神父平静地说 只有我相信你 你才能相信我 神父相信然而让改邪归正了 但是遗憾的是呢 然而让列根难除 走的时候卷走了神父的 银蜡烛台等等这些东西 后来他再次被抓 神父呢 不计前嫌 依旧伸手搭救 毫不计较之前的事情 神父的举动 令然而让 幡然悔悟 他不再抱怨世界的不公平 还救助了一个妓女 最后 他做了一个小城的市长 又救助了巴黎公社的 起义青年 人呢 都是感情动物 只要坚持 以诚相待 相互接触久了 总能取得一部分人的 认同和信赖 把人往坏处想 会使自己的心情很坏 也使对方的心情很坏 人也会因此变得更坏 把人往好处想 你就不会自寻烦恼 对人的态度呢 就会更好 别人对你 也会更好 想一想身边的一些人 很多人呢 其实是好人 偶尔有一点点坏 有一些自私 也是可以原谅的 纵然对方不好 天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 不可活 总有一天啊 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 当然 把人往好处想的同时 也要学会 真别 信任别人 是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但是 没有原则的信任 则可能放纵不良行为 对于那些个奸诈小人 我们还是要多留个心眼 在希望用诚意 感化他们的同时 也要防备 被他们暗算 总之 凡事呢 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某种情况下 会相互转化 也可能一个好人 偶尔呢 也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坏人 也会偶尔表现得 很礼貌 做一些好事 关键是啊 我们得把握好 与人相处的态度 不要与谁相处的时候 都抱着防卫的态度 不要把所有人 都想象成坏人 多把人 往好处想 你的态度是好的 别人的态度呢 一般也会是好的 你看青山多妩媚 了青山见我 应如是 常把人往好处想 世界上 便多了无数可爱的人 所以呢 要跟大家分享 不把别人 想得很坏 对待别人的时候呢 才会有好心情 对别人有好心情 才能使别人 有好心情 这一讲 我们会更多地 涉及到职场 职场求存啊 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如何在风云变幻的职场 站稳脚跟呢 如果突破常规思维的框架 有意识地运用和传统思维 习惯背道而驰的 逆思维的方向 比如以初期 去达到制胜 以无为 去达到有为 就会变成一个 真正的专业人士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最大的罪过是什么呢 是你比其他人聪明 但是这个聪明呢 我们要加上双引号啊 在职场上 人人都想表现得 比别人聪明 以期呢 获得关注和提升 没错 聪明能干的人 确实有更多提升的机会 但是呢 处处表现自己 却未必是真聪明 按照正向思维啊 凡事都要强于别人 就是聪明了 其实并非如此 人心复杂 我们呢 不可以用 简单的外在表现 来衡量 谁更聪明 要以智商 加情商的综合实力 来比拼 谁更胜一筹 我们不妨 反过来思考一下 处处显示 自己聪明的人 招人喜欢吗 若是不招人喜欢 没有立足的根基 说明啊 情商不足 又怎么能够 算得上是聪明的呢 职场上太过聪明 有时是一种危险 刘欣 是一家公司的 部门领导 平时带人处事 非常的得体 但是呢 就是有个习惯 每当别人 向他请教问题 或者想了解一些 情况的时候呢 他的态度总是 一问三不知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 他并非什么都不清楚 而是不想向别人透露 那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 刘欣说了 有时啊 装装傻 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 从而呢 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我偶尔呢 还会反问对方 那你是怎么看的呢 这样就反过来 挖掘了别人的资源 也使得别人有一种 被尊重 被关注的感受 像刘欣这样的装傻 其实是非常聪明 而寒恶不露的表现 处处都表现得 比别人强的人 未必就有好运 站得越高 就越容易成为 攻坚 忌妒 陷害的标靶 能力越强 需要解决的麻烦 就越多 做得越多呢 做错的可能性就越大 树敌就越多 越容易使得自己啊 站在风口浪尖上 有些事情 不要太较真 装装糊涂 没错 这即使给人家留了面子 也是为自己找台阶 聪明是天分 但是聪明到 不被别人认可的境地 却是一种愚蠢 在职场 笨不是最大的罪过 最大的罪过 是你比其他人聪明 太聪明 不小心触犯了他人的利益 就犯了大忌了 《红楼梦》里边的王熙凤 心性又极深细 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天下人都叫他算计去了 珍珍泥腿光棍 专会打戏算盘 这般聪明 混在贾府这个大职场的环境中 呼风唤雨 使尽各种计谋 算计各种人 到头来呢 也只换来了 贾府上下人等的不满 落得个机关算尽 太聪明 反悟了 轻轻性命的下场 看看身边 那些人缘最差的同事吧 他们通常啊 不是公司里最笨的 而是那些 自以为聪明的 即便你确实是 聪明至极 也请你懂得逆向思考 看到处处表现自己的弊端 学会呢 偶尔装装傻 当然 你要在做事的时候聪明 比如说 提高绩效 争取更多的客户 为公司创造更多更大的利润 这几点 绝对不能够含糊 但在与同事打交道的时候呢 就要事实地糊涂了 比如 同事不知道的学问 你可千万 不要在他的跟前卖弄 不直接犀利地指出 同事的错误 刘备枭雄 素怀争天下之志 但曹操 逐久论英雄 问他当世英雄为谁时 他却 东指西指 装出了一副 傻乎乎的样 聪明过头的人 不聪明 学会装傻的人呢 并不傻 要适当地收起自己的锋芒 迂回地表现自己的聪明 和强势 所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 装傻这件事啊 如果做得好 这就叫做智慧 木论这件事呢 如果做得好 那就叫做神尘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啊 不怕被利用 注意这个利用 也是打引号它 就怕你没用 那我们经常会听到 周围的同事 或者朋友抱怨了 哎呀 我们就是被老板利用的工具呀 就是为他们赚钱的机器呀 事实上 这种抱怨 整个职场是司空见惯的 的确 大多数人呢 都不沿着习惯性路线思考 认为高高在上的老板们 就是剥削者 而自己呢 因为没有能力反抗 只能够受其支配 被其利用 唯一的发泄方式就是 抱怨几句 对职场人来说 这不是良性的思想 更不是正确的心态 这种思维方式 只能让你消极地对待 赖以生存的职业 使得个人能力难以提高 更难有创造性的飞跃 而只能终日沉浸在 这种压抑的情绪中 其实 如果你善于用逆思维来思考的话 就会发现 能被利用 反倒是一件 非常有益的事 能被利用 说明你还有用 这是你生存和骄傲的资本呀 如果你连被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了 岂不是连生存都无法保障了 所以说 在职场 不怕被利用 就怕你没用 人的价值 只有通过被他人利用 才能够体现出来 不被他人利用的人 是没有价值的 那么被利用的时候呢 也证明了你的价值所在 当你没有利用价值时 别人只会当你不存在 企业和员工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企业给员工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而员工呢 得给企业创造利润呢 试问一下 在同一家公司 同一个部门 若是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模式来工作 那么你的优势体现在哪呢 你用什么来和别人竞争呢 你有什么能力 得到企业的重视 从而去利用你的能力产生价值呢 有人说了 我工作踏实认真 这就是我的优势啊 不是吗 这些难道不是职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吗 唯一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足够优秀 有可以被别人利用的地方 别人觉得你可以带来新的价值 而且呢 比其他人带来的更多 而且这个代价更小 这就需要你成为公司里 那个不可替代的员工 就是说缺了你 公司运转不了 这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 当然 企业文化和具体人才 还有一个匹配度的问题 也许你特别优秀 然而呢 不适合这家公司 但是毫无疑问 只要你有利用价值 就有你的用武之地 在职场 要善于向别人 尤其是你的老板 体现你的可应用价值 你必须让自己有利用价值 帮助同事排除障碍 协助他们成功 美国纳尔科公司 全球副总裁 兼大中华区主席 叶英就说过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 或者专业人才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必须有 被利用的价值 就是说 你能够为这个企业 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而这个价值 必须是增加值 因为当你进入 这个企业的时候 这个企业 对你也有一定的付出 你的工资 福利 以及一切支持你的设施 这个是X 而你的增加值呢 是Y 当Y跟X对等的时候 你没有增加值 所以呢 Y一定要大于X 你才有增加值 同时呢 你才有被利用的价值 展示价值 或者被利用了价值之后 你还要不断地 创造自身的价值 如果你能不断地 创造更大的 被利用价值 就很容易获得 提升的机会 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有何价值 怎么去符合企业的需求 怎么去让别人了解你 你努力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且要绝对胜任 你应该不断地充电 永远保持自己那份 被人利用的价值 职场啊 很现实 没有一技职场 很难真正立足 你具备了某种 可谓企业赏识的才华 企业才会安排你 更多的工作 赋予你 更大的施展空间 同时与你相处融洽 认可你的能力 才会频频找你沟通 商量要事 同时呢 你必须充分地了解 你的互补者 这对增强你的影响力 是有帮助的 要靠自己的努力 赢得大家的认可 通过自身的升职 让企业永远舍不得你 或者被一个企业利用完了 还能被其他的企业所利用 你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的同时 也体现了你的个人价值 你如果认为说 我说的有道理 那不妨再想一想下面的三个问题 第一 你现在有多少 可以被人利用的地方呢 第二 你现在被多少人利用了呢 第三 如果他们这时不利用你 是否可以利用其他的人 第一个问题会告诉你 你有多少专业技能 第二个问题会告诉你 你的影响力有多大 第三个问题会告诉你 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虽然咱们这个文章啊 写得很直白 但是我相信 它符合现实 现在就去发现 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有什么价值 能够被别人利用 然后再利用这个价值 开启成功的大门吧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你必须让自己 有利用的价值 帮助同事排除障碍 协助他们成功 有人利用你 证明你有被利用的价值 这一讲我们来说一说 下属也能够倒行逆施 管上司 作为一个职场人 我们要转变思想 我们不只是让上司管理的 我们呢 也要管理好上司 你觉得这一说法 是不是很稀奇 甚至有些匪夷所思啊 的确 在我们一贯的思维认知当中 上司那是高高在上的 下属呢 只有被上司管理的份 下属又如何管理上司呢 这种说法确实是有备常理 但并非不可行 有人在网上啊 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调查 你认为上司可以管理吗 结果表明 有16.84%的人选择 根本不可能 有50.31%的人表示 资深员工才能做到 只有32.85%的人表示 我能做到 管理啊 是一条双形线 上司管理下属 下属呢 同时也能够 倒行逆施 管理上司 美国管理学大师 约翰科特就指出 下属 也可以形成 对上司的影响力 达到管理上司的目的 有人呢 可能认为 哟 这不是逆天吗 下属 怎么管理上司呢 不要惊讶 这是每个职场人 必备的能力 现在啊 你可以思考几个问题 上司 是否接受你的观点呢 你的业绩 是否得到他的肯定呢 部门下发的各种奖金 是否有你的份呢 对于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 如果你的答案 都那么不确定 或是否定的 那就说明 你管理上司 是失败的 你是不是经常抱怨 上司 上司从来不让你独立工作 上司爱批评你 从不表扬你 上司 朝令夕改 琢磨不透 如果你有这种抱怨 也说明 你 不会管理上司 杜拉克曾经说过 其实啊 管理上司并不难 一般而言 这比管理下属 要容易得多 真的是这样吗 那就看看 从哪些方面来管理 第一 想办法让上司 做自己的军师 借用上司的智慧 为自己指明方向 和解决困惑 并且呢 通过指教 请上司 做自己的教练 或者培训师 如果上司 另于赐教 你就想尽各种办法去 偷益 第二 你想推行某个方案 但是阻力很大的时候 最好让上司 来承担重要责任 这并非鼓励你 推卸责任 而是 让你更好的 借助于上司的力量 来完成既定的任务 第三 换位思考 假如你是上司 你喜欢什么样的下属呢 然后 按照好下属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只要你做到了上司 想让你做的 你就比较容易管理上司了 第四 了解上司的优点和弱点 以及他的工作方式 目前面临的压力等等 同时呢 也要了解你自己 如此才能做到一种 与你们二人都合拍的 共识方式 使你更高效地完成工作 第五 洞悉上司的心理 比如 他最重视什么 他最想得到什么 最想避免什么 第六 获得上司的支持和认同 你要想在一个企业中 生存发展下去 首先 必须得先得到上司的认同 第七 给上司安全感 让上司看到你在努力工作 并且通过沟通 让上司对你的工作进展 做到心里有数 还要服从上司的领导和安排 即使有意义 也要用巧妙的方式来表达 第八 了解上司制定出的 中长期的工作计划 将上司的时间计划 与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接轨 将问题分类 排列好轻重缓急 标明问题的重要性 事先向上司预约会谈时间 其实 在日常管理中 让上司充当的角色呢 还远远不止于 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 他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定 现在 你看明白了吧 管理上司并非太岁头上动土 也不是呢 对他指手画脚 更不是让你去阿谀奉承 或者是玩弄公司政治 而是要沟通 坦诚 尊重 寻求协助 赢得信任 让他成为你的盟友 良师 助你在事业上 更上一层楼 美国管理大师 彼得·德鲁克说 管理上司并非是去挑战他的权威 而是利用他的权威 去寻求更多的配合和资源 在公司里 你想要做出成绩 获得发展 就必须最大限度地 调配你的上司 帮你更好的完成工作 所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没有人能否认 上司在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 下属在与上司的关系中的责任 懂得巧妙地管理你的上司 你将得到更多的配合和资源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没有抱怨的职场 不是真实的职场 一直以来啊 励志大师们呢 都在强调抱怨没有任何的用处 只会带领着消极 沮丧 郁闷 消沉等等这些可怕的悲观情绪 占领你的心灵 悄无声息地杀死你的激情 抱怨越多 结果就越糟糕 而且抱怨是全世界 最没有价值的话语 你抱怨 环境不会改变 客户不会改变 主管呢 更不会改变 它只会影响一个人 就是你自己 只会让你越来越消极而已 如果从心态的角度来讲 抱怨 的确有不良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啊 没有抱怨的职场 不是真实的职场 哪个公司不存在问题呢 哪个上司的身上没有毛病呢 再说了 在这个时代 竞争加速 压力滋长 大多数职场人呢 过得都不开心 他们感到疼痛 迷茫 苦恼 无助 智联招聘的一则调查就显示 超过六成的职场人士表示 自己一天的抱怨 有一到五次 具体比例为65.7% 有4.8%的职场人士表示呢 自己每天抱怨的次数在 二十次以上 在接受调查的职场人士中 与工作相关的抱怨 达到了80.5%的比例 人们抱怨 加班 工资低 工作累 同事关系复杂 领导脾气暴躁 客户呢 不好对付 老板的承诺不能兑现 对当前职业没兴趣 得不到信任等等 有个人这样调侃自己 哎呀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 加班 还有更痛苦的吗 天天加班 这是最痛苦的吗 不是 最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天天加班 但是却没有加班工资 你看看 由此看来啊 有抱怨是正常的 它是表达内心不满的一种态度 如果单纯地强调抱怨的不良影响 对改变抱怨的现状已不大 关键在于怎么样将抱怨所带来的结果 由消极地转变成积极的 那么这个时候 逆思维就将带给我们解决的方法了 在职场当中不顺心的时候 我们不必一味地发泄不满 这种思维模式只能加剧你的恶劣情绪 我们需要逆向去考虑 怎么样让这些不满得以解决 改变不满的现状 才是我们要的结果 当你逆向思考之后 抱怨就会产生价值 那么 如何让抱怨起到作用呢 首先你要清楚一点 你为什么会抱怨 其次 你的抱怨要能触动老板的心 比如说 抱怨加班的时候 应该有理有据 让你的老板知道 你为加班付出了哪些代价 不要只是一味地抱怨 太累了 不喜欢加班等等 如果有情绪 还不如 加班太频繁了 我觉得很累 想休息一段时间 这样的诉求来得实际一些 对于一些是非问题 你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之后 再去抱怨 在没有得到真相之前 不要轻易地下结论 否则呢 就是制造矛盾 也很容易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 掌握足够的资料之后 也许你就会发现 之前的资讯有误 或者纯粹就是弄错了 千万不可到处倒苦水 随便向人抱怨 你不被提升 不被加薪 应该向谁抱怨呢 像跟你平级的同事吗 你的下属吗 错了 你应该向 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人抱怨 向毫无裁定权的人去抱怨 不过是宣泄不满 而这个呢 除了招人厌烦之外 还很容易令人轻视 最明智的方法 就是直接去找你可以见到的 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人员 然后心平气和地跟他讨论 即使他不能够 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就将抱怨的强度提高 向更高层次的人去抱怨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公司的事情 选择倾诉对象非常重要 否则呢 你的抱怨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让你的情绪 变得越来越糟 使你在工作中更加被动 你可以抱怨 但是你抱怨之后 要让同事切实感到 你被所抱怨的事情 或者事物伤害了 而不是要攻击 或者贬低对方 切记 你抱怨的目的是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而不是让别人对你形成敌意 抱怨的方式很重要 要尽可能地不刺伤或者激怒别人 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 轻松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以此呢 来降低对方的敌意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启发 吴浩的同事 每天中午都要睡一个小时 为此呢 耽误了不少工作 作为搭档 吴浩呢 就要承担更大的工作量 他想跟其他的同事 抱怨这个事 但是呢 又担心影响不好 想找领导反应吧 又怕弄僵了同事的关系 终于有一天 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对那个同事说 假如啊 你每天中午少做点白日梦 凭借着你的能力 当上主管不成问题 同事听了之后呢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因为吴浩肯定了自己的能力 而感到高兴 在上班的时间 也尽量地克制自己 不再睡觉了 吴浩的聪明之处就在于 不抱怨同事睡觉 对自己的影响 而是从影响他自己的角度 去表达意见 并且适可而止 给对方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对同事有意见 可以这么样去表达 同样的 如果对领导的安排有什么怨言 也可以这样表达 说话的时候 不要带着火药味 最好啊 来点幽默 在拍摄现场 导演对演员立声说道 下一组镜头 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在你身后大约五十米处 释放一只狮子 让它朝你奔来 最后只差两步的距离 险些扑倒你 我的天哪 演员呵呵一笑说 你跟狮子也讲清楚了吗 这么危险的剧情 哪个演员能不抱怨啊 可是如果你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导演十有八九 会认为你不敬业 而幽默地向他反映这个问题 会收到奇笑 导演在大笑之余呢 就会体会到你这句话的深意了 那么说到这儿你会发现了吧 抱怨是可行的 但是抱怨的本质 必须带有建设性 抱怨的背后 要有解决的方案 在抱怨的时候呢 多数人心中 早已经有了对某件事情的解决方案 可能是不被重视 或者自身不够主动 所以就只能够抱怨 换一句话说 你应该将破坏性的情绪发泄 转为建设性的意见表达 另外 你还要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上 去看待问题 不要指望着老板会顺着你的思路走 因为从宏观上考虑你的牢骚 显然比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更好 如果从领导同事的角度出发 并以他们可接受的方式 主动提出建议 他们又怎么不会欢迎呢 总之啊 职场怨言是可以有的 只是应该讲究方法 开口抱怨之前呢 要先打好草稿 开动大脑这台机器 避时就须 用巧妙的语言去表达 抱怨若有道 一样具有杀伤力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想改变现状 要么从停止抱怨开始 要么就学会正确的抱怨方法 在这一讲当中 我们和大家先来说一说 努力很重要 借力更重要 在职场上 我们一直强调 个人努力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强调 个人必须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才可能有所提升 因为这样的观念 许多人呢 只知道埋头苦干 不知变通的使尽蛮力 却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 其实啊 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仅仅依靠个人力量 想要有大成就 这是很困难的 当大家都在强调 个人努力的时候 我们的思维 不可以太僵化 个人努力 不仅仅限于 使用个人的力量 要想想 个人努力 是否也包括 努力找到 可以借助的力量呢 哎 一提到借 大家一般只会想到 借钱 借东西 今天 我还真就要提醒你 咱们还可以向别人 借力 有个小男孩 想移走沙滩上的 一块大石头 他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 也没有搬动石头 这个时候 他的父亲走过来问他 为什么 你不用上 所有的力量呢 孩子就哭着说 我用了 我所有的力气了呀 我已经尽力了呀 父亲蹲下来 跟小男孩说 孩子呀 你没有使尽全力 因为你没有 请求我的帮助 说完呢 父亲搬起石头 把石头 扔到远处去了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他人 轻易就可以处理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借力一下呢 就像刚才 例子当中提到的 那个小男孩一样 你觉得有些问题 可能因为 你只倚重 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而不懂得 去获取别人的帮助 甚至因为 你过于突出自己 把本来可以 帮助自己的人 也赶走了 那与其自己 苦苦追寻而不得 不如将视线一转 呼唤你身边的强者 荀子在劝学当中啊 有一段 关于善于借助他人力量 和外部条件的 精彩论述 登高而昭 必非家常也 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 生非家吉也 而闻者张 甲于马者 非立足也 而至千里 甲州吉者 非能水也 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异也 善甲于物也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 站在高处招手 手臂没有加长 而离得很远的人呢 也能够看见 顺风呼喊 声音没有增大 而听的人 却听得很清楚 借助车马 不用腿跑 也能够行千里之远 借助船只 水性不好 也能够渡过大江河 君子的本性 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君子啊 善于利用外物罢了 有些人呢 不愿意向别人借力 认为那是无能的表现 好 那么我们反过来想一想 到底是向别人求助 显得无能 还是因为自己力量不足 而失败 更显得无能呢 当然 会借 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成功者 大多呢 是一些善借之人 不管你是否认识别人 只要你善借 让其心甘情愿地 帮你做事 你就多了一个 必胜的筹码 中国台湾巨富 陈永泰说得好 聪明人 都是通过别人的力量 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不要自负的 以为应当自食其力 人常说 孤掌难鸣 独目不成林 一个人力量有多大 不在于他能举起 多重的石头 而在于他能够 得多少人的帮助 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 在哪个行业 都必须寻求他人的帮助 借他人之力 方便自己 一个没有多少能耐的人 必须这样 一个有能耐的人 也必须这样 俗话说 就算浑身是铁 又能打几颗钉呢 所以 要想获得最大的成功 就要学会借力 仅靠单枪匹马 赤手空拳的搏斗 是行不通的 如果能用好借 那么 你会少绕很多的弯路 当然 这并不是让你 大事小事呢 都去寻求他人的帮助 我们所说的借 是在你遇到难题 当个人力量难以解决 或者必须付出 极大代价的时候 那你就不妨 转变一下思维 靠借力的方式 轻松地达到目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当中的 小女孩的行为 很值得我们 每一个人去效仿 有个女孩 擅长服装设计 只是呢 没有名气 没有人敢重用她 有一次 她在参加一个 歌星的歌迷会时 拿出了自己设计的作品 对歌星说 我很崇拜你 请在我设计的 这件服装上 签个名吧 歌星看见了 这件很独特的服装 眼前一亮 对女孩的才艺 赞不绝口 并且呢 推荐她加入了 自己的设计团队 就这样 女孩借助歌星的力量 轻而易举地 进入了设计行业 那么你怎么样 来看待这个女孩的 做法呢 说她狡诈 投机取巧吗 不能 让更多的人 帮助自己成功 这是一种 高超的社会智慧 美国大名鼎鼎的富豪 钢铁大王 安德鲁卡内基 曾经这么说过 当一个人认识到 借助别人的力量 比独自劳作 更有效益的时候 标志着一次 质的飞跃 尤其是 对于自己所欠缺的东西 更要多一些巧诫 把握了借力这一核心 就有可能通过借力 完成从没钱 没背景 没经验的失败 向成功的转化 借的绝活 流传了不知多少年代 深得智者的欢迎 春秋战国时期 孟长军 善界门客之力 成己之势 西汉刘邦 也是一个 善界他人之力者 他不能著书立说 也不善于军队 但是却依靠着 韩信 彭越 英部 萧和等 威震天下的文臣汉将 建立了西汉王朝 在现代职场中 如果我们 不懂得向领导 或者同事请教 借助他们的力量 只知道 自己埋头苦干 常常会 事倍功半 借力 不是一个丑陋的东西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 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 是有限的 哪怕是最杰出的人物 或者团体 也不可能 独自完成一项伪业 世界石油大王 曾经说过 永远不要靠自己一个人 花百分之百的力量 而是要靠 一百个人 花每个人 百分之一的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 是有限的 有时哪怕 用尽百分之百的力量 也不可能获胜 如果是 众人分别贡献出一点力量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 获得胜利 不要期望 自己是全能冠军 当然 也不要期望 一个人付出 百分之百的能力 去帮助你 在职场当中 你要善于结交更多的朋友 只要他们在关键时刻 付出百分之一的能力 去帮助你 这就足够了 巧于借力 精于借势 你才能够成为 职场圣斗士 好风凭借力 送你上青云 一个借子 天地广阔 大有作为啊 所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 对于借力 并不是让你 大事小事 都去寻求他人的帮助 我们所说的借 是在你遇到难题 当个人力量难以解决 或者必须付出 很大代价的时候 你不妨 转变思维 靠借力的方式 轻松达成目的 好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 工作并不是一切 不要把职场当成战场 中国古代有一个成语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描述的恐怕就是 过劳死吧 那时呢 这是一个褒义词 在道德上是值得肯定的 亲官 好官 如若是过劳死 更是能够得到 百姓的敬重 然而现在 过劳死却成为一个 普遍的社会问题 据媒体的报道 中国已经成为了 全球工作时间 最长的国家之一 加班的现象严重 每年居然有 六十万人过劳死 这是不是太恐怖了呀 再看看我们身边的 这些例子 年仅二十五岁的 深圳华为员工 胡新宇 因为工作任务紧迫 而持续加班将近一个月 导致过度劳累 全身多个器官衰竭 离开人世 有个叫潘杰的女白领 毕业于上海较大 她在全球顶尖的 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 从事审计工作 仅仅一年之后 因病毒性感冒 引发急性脑膜炎 医治无效驱使 年仅二十五岁 死者家属就认为 他的死因 跟长期工作压力较大 有关 据知情人士透露 普华永道公司办公室 半夜经常是灯火通明 员工加班到深夜一两点 很正常 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 电视台记者 在家中突发心肌梗死离世 此前 她曾在自己的微博当中说 我的亚静康状态很严重 广州市珠海区 一家服务场 三十五岁的女工 甘红英 猝死在出租屋里 此前的四天 她连续工作 达到了五十四个小时 二十五分钟 累计加班 超过了二十二个小时 她生前经常提到自己 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河南省南阳市早龄派出所的 所长段大军 在连续工作八天之后 累死在走访途中 医院诊断她的死因是 心机猝死 过老死的现象很多 以至于 有些人都见怪不怪了 此时 你调转一下思维方式 就会发现 原来 我们一直倡导的拼命工作 也是个定时炸弹 太累 也是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 也是一种危险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 聪明的白领 骨干精英们 也许拿着高工资 有着让人羡慕的工作 他们 雄心勃勃 争强好胜 他们本该 活得更加健康 更加潇洒 本该活到更大的年纪 却因为 不知道事实的休息 超负荷的运转 使得自己的健康是每况愈下 最终英年早逝 这是多么令人心痛的事实呀 人已经走了 说什么都没用了 亡羊补牢 希望活着的人呢 都能够好好地活着 注意身体健康 不要玩命地工作 工作 并不是一切 不要把职场当成战场 用生命去加班 即使竞争激烈 你害怕失去工作 而主动加班 也不应该 透支自己的健康 工作重要 赚钱重要 健康更重要 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 人生就毫无意义 健康不能代表一切 可失去健康 就等于失去一切 你可能会说 我知道 经常加班 对健康有害 但是我要买车呀 要工房啊 要出国 要读EMBA 要打败竞争对手 要消费 要事业有成 这样 我怎么能不熬夜加班 陪客户吃饭呢 人人都有苦衷 生活的压力 逼得我们就像一个 始终被抽动的陀螺一样 没法停下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 既然你知道 目前的状况很不好 那就不要再拖延下去了 你想等事业有了大起色的时候 才去香格里拉 周庄去旅游 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 可是那一天呀 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就算你取得了成功 到时候你没准 又有了新的忙碌的借口了 可怕的是 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当然 健康与收入究竟哪个重要 这个呀 要看个人的选择 有些人重视健康 有些人呢 重视当下的收入 这些似乎都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 活着的本身 并不是活着的唯一目的嘛 一切取决于你 怎么样去选择 但是必须提醒你的是 有理有利 有节 劳逸结合 中庸适度 自然和谐 这才叫境界 就像洪少光先生 所倡导的生活方式 努力不过力 拼尽不拼命 在工作当中 出力是必须的 出汗也是必要的 拼脑也要 但是不可以拼命 学会主动地休息啊 其实并不难 在午后的阳光下呢 晒上半个小时 闲暇的时候 多听古典音乐 哪怕在蹲厕所的时候 也可以闭目养神嘛 有时候 也许只是短暂的十秒钟 就可以给你的心理 带来巨大的放松感 有人觉得 不舒服了 就赶紧去看医生啊 身体正常的情况下 那就抓紧工作 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人们常说 有病看医生 其实医生的帮助啊 很有限 只占到了百分之八左右 当身体出现不适感之后呢 最先发现的 不是医生 而是我们自己 如果你感到肩上的压力 越来越重 眼前的视线 越来越模糊 记忆力和抵抗力 越来越差 晚上越来越睡不着 头疼得越来越厉害 当你发现自己 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那就要小心了 就算是小病 也要及时就诊 该休养的时候呢 就歇一段时间 如果你昼夜加班 白天无精打采 凡事提不起来兴致 那也要注意了 就算没有不适 也应该及时地休息 消除生病的隐患 列宁说 谁不会休息 谁就不会工作 达弗尼的总裁 陈贤明也说 连吃饭都没法准时的人 能干什么大事呢 当你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为生活而拼搏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毛主席曾经说过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事业和健康 是骨肉相连的亲兄弟 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 而非一对冤家 这一讲啊 我们先问问大家一句话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这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的呢 这句话呀 作为贬义的话 很多年以来呢 一直在咱们民间流传着 它一直是指 做事情 不思进取 消极度日 是对那些工作 不愿意尽职尽责 而只想着敷衍了事 得过且过的 委婉批评和调侃 因为在很多人的眼中呢 和尚撞钟 那是相当容易的事了 一不动脑筋 二不费劲 到时候去撞几下钟 一天啊 就在不知不觉当中 混过去了 其实呢 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 撞钟这件事 它可是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 任何工作都有一套章法 佛门也不例外 和尚敲尘钟 代表着新一天的开始 而敲木骨呢 则代表着一天的结束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 尘钟木骨 古代的时候呢 科学不太发达 全靠滴水或者是燃香 等等这些原始的方式 在计时 要准确无误地撞好钟 仅仅就它的技术难度来说 那就非常人所能把握了 状钟不仅是神圣的 而且呢 还要讲究节奏 和尚在状钟之前 必须莫诵佛经 诵弊才能直锤状钟 在状钟的时候 要撞出轻重分明 缓急有志的节奏 钟声啊 还要遗扬顿措 传之即远 还要回荡不息 状钟的和尚呢 必须在二十分钟之内 均匀地撞响一百零八下 而且最后这一下呢 必须撞在与午夜和凌晨 相交的瞬间 看到了吧 状钟这项工作 也绝非一时啊 所以说呢 和尚撞钟 并不是被我们所误解的那样 有得过且过的意思 那如果咱们能够逆向思考 就能发现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新含义 状钟是和尚的分工 是和尚的职责 和尚们能够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兢兢业业地做着枯燥而平凡的工作 正是爱岗敬业精神的体现 既然选择来做和尚了 那就再职一天 撞一天钟 而且能按时按智按量地 把钟给撞响 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也就是说再其位谋其事 做一个称职的和尚 不撞钟就意味着失职 失职那就不是一个好和尚 从这个角度来说 当一天和尚就撞一天钟的人 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 最起码啊 有责任心 能够完成自己岗位的职责 站好自己的岗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还意味着踏实 不浮躁 不好高勿远 如果要脚踏实地地 过好每一分钟的话 就不只是撞钟 而是要撞好钟了 有些人呢 看不起撞钟这项工作 可是他们呀 大事也干不了 这种人应该摒弃浮躁 静下心来 从撞钟开始修炼自己 做什么事 要成什么事 既然要当好和尚 那么撞钟这个本质 是一定要做好的 做好了基本工作 才能够肩负重任 你的工作虽然枯燥简单 但是呢 你可以把撞钟的工作 做得很出色 把每个日子 过得很精彩 社会需要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的人 需要在平凡岗位上 默默奉献 忠于职守 埋头实干的人 需要即使一天 在职位上 就老守一天的岗位 尽量把事情干好的人 不需要 想敲就敲 不想敲就不敲 抱着反正能够拿到工资 不混白不混 太多工作的人 张继有一首名为 《风桥夜博》的诗 千百年来是快指人口 月落乌提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当时啊 张继因为落榜而归 满腹惆怅 以枕客船 途经寒山寺 被从古刹里 传来的悠扬钟声 所触动的愁情 有感而发 要不是寒山寺里 那个和尚 尽忠尽直 按时敲钟 那我们今天 还欣赏不到 这么优美的千古家具了 由此看来 我们真的要赞扬 和感谢那个 忠于职守的和尚 那么从上述的 这些角度来看呢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虽然听起来不高雅 但这种撞钟的精神 应该受到 所有人的赞扬和学习 即便从事的是 单调乏味 诸而复始的工作 也不可以消极和懈怠 而是要保持着一种 分秒不差的极致 所以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无论是哪个行业 只要你做到 当一天和尚 就撞好一天钟 你的事业 一定是生机勃勃的 好的 我们接下来继续 为大家说一下 心地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 是向前 咱们的思维啊 有路径单一的特点 也就是说 习惯于用一种方式 来解决问题 职场当中 竞争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呢 大多数的人认为 只有处处比别人强 才能够成为 真正的强者 难道只有把别人比下去 你才能够成为 真正的强者吗 答案啊 显然是否定的 处处争强 未必强在最后 这种争强的思维 常常让人失去了 思考力和判断力 而最终呢 导致落于人后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与人竞争的时候 要懂得运用策略 必要的时候呢 要改变思维路径 便处处争强的正向逻辑 为以弱胜强的逆向思考 用主动示弱的方式 避免成为 实力强硬者的靶子 这是一种 曲线之胜的方略 示弱 是一种生存的方式 从根本上来讲 是一种 以退为进的方式 可以化困难于无形 弱者 有时并不能改变 自己的处境 但是可以通过 示弱的方式 来使自己 处于有利的位置 我们从小 所接受的教育是 不甘示弱 勇往直前 否则呢 就是懦夫 其实 凡是爱逞强 好胜的人 往往碰得 头破血流 而能够 适时忍让的人 倒可以成为 最后的赢家 环顾一下周围 那些才华横溢的人 你会发现 很多人 不是因为不优秀 而阻碍了个人 争取更大的成功 而是因为 太优秀 却不善于 藏桌示弱 不知道退一步 让三分 而阻碍了 自己的提升 那么 你不禁要问了 什么时候 示弱呢 无外乎 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 是确实 不知道 事实真相的时候 你不了解真相 不知道 谁是幕后的主角 不知道 某个数据 是因何而得来的 这个时候 你就要谨小慎微了 如果 鲁莽地跟人争辩 可能会得罪人 输得一塌糊涂 让自己的颜面 荣誉 消失殆尽 第二个 就是出现错误的时候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呀 如果你在工作中 出现了错误 就大胆地承认吧 躲避 搪塞错误 只会让人 更加地轻视你 勇敢地承认错误 会重新赢得信任的 第三 就是遇到 墙手的时候 那我们常说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墙中自有墙中手 碰到了一个 强劲的对手 如果你处处发招 就会造成 双方的关系紧张 与其这样 还不如主动示弱 见到对手呢 微笑一下 主动暴露 自己无关痛痒的 小毛病 反倒能够 消除对方的敌意 增加对你的好感 第四 是自己得意的时候 当你升职 加薪 获得殊荣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谦虚和示弱 用自嘲 自贬的方式 来透露自己一点 无关紧要的 糗事 拉近和他人 之间的距离 第五 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困难 要及时求助 不要碍于情面 不好意思 向其他人求助 要知道 耽误了工作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再说了 你为什么 不利用这个机会 向其他人学习呢 第六 就是无知 自己无知的时候 这里所说的无知啊 并不是说真的无知 而是故意装出来的 那种无知 如果你自视学历高 经验丰富 处处一马当先 急于显示自己的能力 往往让自己呢 陷入被动的境地 首先 你这种态度 就容易造成失误 受禀于人 其次 你如此不在乎 同事和领导的感受 他们对你 肯定有看法 为了工作 却处处不讨好 这又何必呢 长此以往 你在公司的地位 也就岌岌可危了 其实 无论多么强大的人 都不会经于 每一个领域 承认自己的无知 多向他人请教 会给别人留下 谦虚 好学 尊重他人的良好印象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还是来看一则故事吧 李欣和陈璐璐 是某个公司 新招进来的两名 重点大学的毕业生 而且两个人呢 都是系里 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 各方面的能力 都比较突出 李欣啊 比较争强好胜 喜欢表现自己 有一次 在公司的会议上 他对那些元老提出的一些方案 给出了否定的意见 并且呢 以不屑一顾的态度说 嗨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这一套早就过时了 他的话 让元老们很难堪 李欣这个职场新锐 得罪了同事 但是自己呢 丝毫没有察觉 依然是一副 天之骄子的样子 对同事的工作 指指点点 久而久之 大家都不愿意 跟李欣一块搞项目了 部门领导呢 也觉得这个人啊 虽然有才气 但是过于张狂 日后定难驯服 所以试用期还没到 李欣就被公司提前给辞退了 而程璐璐呢 为人谦虚 很开朗 每次让她提意见 她都会有这样的开场白 我刚进这行不久 说得不一定对 有错的地方 还望领导和同事 多多包含和指教 有时她看出了一些 老同事的方法比较陈旧 也不直接了当地指出来 而是默不作声 跟同事聊天的时候 她有时会透露一下 自己的弱点 比如说 嗨 我这个人有点健忘 我第一次见那个客户时 紧张得手心都冒汗了 此外啊 她嘴上就像抹了蜂蜜一样 向同事请教问题的时候 满口师父师兄师姐的 大家都乐意带她 参加各种活动和会议 程璐璐的进步非常快 两个月之后 就可以独立策划 和执行一些常规的活动 因此提前转正了 这个案例啊 其实比较常见 两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为什么一个被提前 终止了试用合同 一个去提前转正 并且迅速地融入了团队呢 不难看出 主要在于后者 更懂得职场示弱的技巧 职场上有些人 之所以没有很大的发展 不是输在做事上 而是输在了做人上 他们得不到重用提拔 不被领导赏识 和同事的关系紧张 都源于他们做事过于强势了 处处锋芒毕露 就容易使得自己 陷入不必要的拉锯战当中 工作也会遭遇更大的阻力 就像刚才说的李欣 本来能力不输给程璐璐 却因为不会示弱 而处处树敌 惹来了他人的羡慕嫉妒恨 你说这又何必呢 还不如像程璐璐那样 低调做人和做事 适当地示弱 显示自己需要照顾 如此呢既能拉近 和同事的距离 也让领导觉得 这是个可诉之才 示弱呀 还能够消除他人的嫉妒心理 你可不要小看他人的嫉妒心哦 曹操因为嫉妒杨修的才能 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 而杀了他 随杨帝呢 因为嫉妒王州的失财 而把他给杀了 还引着他的诗句 亭草无人随意律 洋洋自得地说 你还能写出这样的好事吗 同事之间 在一时还无法消除 这种心理之前 用适当的示弱的方式 可以把他的消极作用 降到最低程度 比如说 成功者向他人诉说 自己的艰苦努力 以及曾经的诸多失败经历 就会给人以成功不易的感觉 从而消除对方的嫉妒了 有的时候呢 示弱还意味着机会拱手 让于他人 比如说 你在某个方面 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另一个方面 即使你有把握赢得别人 也最好 主动退让 以让同事 也有机会成功 平时对小名小利 淡薄一些 疏远一些 就不会惹火烧身 也不会成为 同事嫉妒的目标了 也许啊 你认为向他人示弱 代表着自己不如他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适当的示弱 退让 并不意味着你是弱者 相反 还会让别人 肯定你的为人 你的睿智 历史上 有许多这样的典故 韩信能忍 化下之辱 于是呢 成为了一代名将 岳王勾建 卧心尝胆 才能够复兴家园 令相如示弱 才有 将相和的千古美谈 示弱呀 是为了更好的生存 不是妥协 不是盲从 也不是怯弱 不是见风是多 示弱的目的呢 是为了前进 为了自身的安全 为了解决问题 为了使自己走得 一次比一次稳健 强者示弱 可以展示博大的胸襟 弱者示弱 可以积累经验 渐渐变得强大 掌握了这种方法 你就能够在职场当中 减少阻碍 不断地攀登高峰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与人竞争的时候 必要时 要改变思维路径 变处处争强的正向逻辑 为以弱胜强的逆向思维 用主动示弱的方式来避免成为实力强硬者的靶子 这是一种曲线之胜的方案 一直以来啊 各类专家 各种报纸杂志都在告诉我们 要有良好的职业规划 并且倡导坚持自己的追求 所谓的职业生涯 是指一个人一生的工作经历 特别是职业 职位的变动 以及工作理想实现的整个过程 中国职业生涯规划 人生设计专家徐晓平就说 如果不做职业生涯规划 你离挨饿只有三天 职业呢是人生的大事 职业最怕没有规划 在职场中行走 不能做迷茫一足 盲目地做事 到时候啊 走了弯路 赔上了时间成本 必然后悔不及 那么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呢 这种思维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 许多成功人士的经历却告诉我们 没有人清晰地知道 自己未来的每一步要怎么走 所以呢 要突破思维的限制 不要盲目教条地去相信目标 和执着于目标 毋庸置疑 谁都希望选择一个 真正有兴趣 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 也幻想着 能够有从职员到管理者的那一天 你也完全可以给自己 设置一些目标 比如 三年之后 要争取达到月薪多少 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也可以细化这些目标 比如说 今年的任务是什么 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呢 每个月需要怎么做 但是一定要提醒你啊 不要把这个计划 做得太完美 不要清晰地指定 自己每一步要干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事事不断地变迁 计划往往没有变化快 有计划可依 是好的 但是凡事都有个意外 万一完不成 做不到呢 一次没有按照计划行事 或许不会影响你的情绪 要是十之八九的事情 都超出了计划之外 那你该怎么办呀 一个过于明确的目标 有时候呢 会让你对新出现的机会 视而不见 你确定自己 能在目前这个行业 干一辈子吗 谁也不知道 未来会出现 什么样新型的职业 今天我们从事的工作 有一半以上呢 都是二十年前 闻所未闻的 谁都不敢保证 自己的职业生涯 一成不变 当今世界的经济环境 是日新月移的 未来有太多 不可治的因素了 你必须每时每刻 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 进行规划 这样才能使自己 不被束缚 那么很多人 在大学的时候 就做好了职业规划 这当然有一定的好处 但同时呢 也必须认识到 这个规划 它是可以变动的 你必须清楚一些问题 你毕业之后 真的能够找到 自己满意的工作吗 你的职业生涯 真的能够按照 自己所指定的步骤 去发展吗 有些大学生 在没有踏出校门前 就愁愁满志 可是呢 一步入社会和职场之后 就发现 现实和自己的想象 相差甚远 即使你能力突出 也可能在一个岗位上 默默无闻五六年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啊 事实上呢 你会发现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从事 自己所热爱的职业 现实中 有多少人从事着 自己喜欢的工作呢 有多少人缺少了 原来对工作的激情 而最终变得 应付工作了呢 理想 能够坚持多久 你想过吗 你可能是旅游专业的 却进不了旅游局 旅行社 只能勉强找一份 出纳的工作 来维持生计 可是三年后 十年后 你还能在原来的 专心进修的 那个领域做事吗 在一个自己 不太喜欢的行业 待太久 可能对自己 喜欢的那个行业 就没有激情了 如果是终日 疲于奔命 最后剩下的 就只有千疮百孔的身躯 空洞的眼神 和空白的回忆了 那个时候 恐怕你会笑叹 自己原来的职业规划呀 其实职业 往往是尝试出来的 很多工作 并不是你想的 那么有吸引力 可能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就对它 逆反了 想转行 那你原来的职业规划 是不是就作废了 当然 这并非提倡你经常跳槽 只是要告诉你 别咬着一块 并不好吃的饼干不放 你可以尝试着 去做一件 令你更兴奋 更有创造性的事情 我们的想象和职业的回报呢 总是有距离的 因此 太完美的职业规划 是行不通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走向事物的 另一个极端 完全放弃规划 在职业发展的道路上 首先就是证明 你选对了方向 属于你自己的方向 即使呢 是陈胜 刘邦 刘备 拿破仑 他们也只是定了一个大的方向 并没有在年轻的时候 就定下了要当皇帝 你要知道 自己想干什么 适合干什么 你必须在进行 职业选择的时候呢 择己所长 从而有利于 发挥自己的优势 职业啊 是个人谋生的手段 也要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 其次呢 要清楚 社会需要什么人才 不要扎堆 或者一味地求心 最后还要让自己行动起来 以实现目标为方向 做出具体的行动 可不要一拖再拖 很多人的职业发展不理想 往往不是职业规划出了问题 而是执行力出了问题 总之 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说 你能不能有个职业规划 具体一些 完美一些 未来的一年 五年 十年 三十年 都该做什么 以及每一步 该如何做的时候 请告诉他 在你的事业范围之内 你有规划 但是事业之外 你不能保证 会不会有新的变化 所以我们要说 完美的职业规划啊 虽然可以成为 人向上的动力 但是呢 也会化为一个 沉重的包袱 使人呢 不堪重负 对现实无能为力 从而变得急躁 自卑 甚至急功近利 如果你设立了一个 高尚又美好的目标 结果呢 却使你一直对自己产生不满 你愿意要这样的计划 来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吗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生意好不好 不再努力 再思路 很多的人都在说 资金经验的不足 产品的同质化 项目的无差异化 跟风严重 竞争太激烈等等问题 让生意呢 越来越难做了 生意真的难做吗 生意的确难做 但如何在别人都难的时候 让自己的生意好做呢 关键就在于 思维方式 别忘了 做生意啊 就是拼智慧 当别人都朝一个方向 去想事情的时候 你却从相反的方向 思考出了新的办法 这样 你就跟别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也有效地减少了竞争 达到良好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想和大家说 做特色鲜明的那一个 不要做几乎相同的那一些 有句俗话啊 叫做随大溜不挨揍 意思呢 就是从众跟风 人云亦云 通俗地说 就是大家都这么认为 那我也就这么认为咯 大家都这么做 我也就跟着这么做了 不管这东西 适不适合自己 反正做了再说 最大众的从众现象 就是闯红灯 还有消费从众 就是人家买什么 我就买什么 恋爱从众 哎呦 大家都谈恋爱了 我怎么能够落后呢 还有炒房 炒金 炒银 炒翡翠 炒股等等 你可能也存在着 这种观念 模仿是最保险的做法 诚如 勒庞在他成名作 乌合之众当中 所提到的 混迹于人群 令人产生安全感 从众啊 不能说是一件坏事 不过呢 如果盲从 就会坏事 毋庸置疑 盲从 就是做事 不经过脑子 有这么一个 关于拿破仑的笑话 说 拿破仑 遭遇滑铁炉失败的原因呢 是没有亲自指挥 那为什么他没有亲自指挥呢 因为当时啊 他在抽大烟 那为什么要抽大烟呢 因为他在犯痔疮 哎 为什么犯痔疮啊 因为他穿的是紧身裤 哟 为什么穿紧身裤呢 因为当时整个巴黎 都在流行穿紧身裤 这则笑话呀 虽然不太可信 但是却说明了 盲目从众 只会招来 无穷无尽的问题和风险 此外呢 没有差异 往往不得要领 有形而无神 没有差异化 也难以突出个性和品味 千里马 立于万马奔腾之中 想要被伯乐发现 就要与众不同 美国钢铁大王 卡内基小的时候呢 家境很贫寒 有一天 他经过一个建筑工地 看到了一个衣着光鲜 像老板一样的人 就走过去问 请您告诉我 我怎么做 长大之后 才能像您这样成功呢 那个人笑着说 你去买件红衣裳 然后努力工作 卡内基满脸狐疑 那个人指着远方 正在忙碌的工人说 你看他们 都是我的员工 可是呢 我无法记住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有的人甚至一点印象都没有 可是你仔细看 说着他就 又特别指向了 其中的一个工人 你看这个人 穿了件红衬衫 其他人都穿着蓝衣服 只有他显得很特别 我注意他很久了 他工作勤奋 过几天 我准备派他当我的监工 我相信 他此后会更加拼命地工作 说不定哪天啊 还会成为我的副手呢 并不是你想成功 就可以成功 还要有迥异于他人的智慧 思想和行为 有魅力地 吸引眼球的 往往是特色鲜明的 那一个 而不是几乎完全相同的 那一些 做人是这样 做事呢 也是这样 你知道哈默吧 他是世界上企业家中 受到各国元首 接近最多的一位商人 他一生先后经营过 石油 粮食 制药 酒业 甚至铅笔等等 许多行业的多种产品 但 无一失败 他有什么诀窍呢 原来 18岁的时候 他父亲并微致即告诫他 我离世后 你要想方设法将咱们家的药厂 继续办下去 接着 他又说了一句 影响哈默一生的话 别人干什么 你想想 不干 行不行 别人不干什么 你想想 干 行不行 崔普霍金斯说过一句话 在这个缺乏个性的时代 一定要确保你的 与众不同 苹果电脑有一条很棒的标语 就是 想象不同的东西 他希望想法要与众不同 如果你是个商人 就要考虑 如何使产品与众不同 尤其是在中国消费者看来 不同就是最好的 他们也许无法判断哪种产品的质量好 但是却能够迅速地看出 哪种较为特殊 因此呢 营销的本质啊 不是卖最好的 而是买不同的 如果你的产品拥有一项特性 那么你的产品就有了差异化 外观上 功能上 甚至服务上 都可以缔造不同 比如 索尼电视机当中的特利龙 显像管 还有佳节式牙膏中的佛 这些东西 虽然很复杂 我们不一定搞得清楚 也没有必要搞清楚 但只要神奇好计就行 如果你炒股 也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所有人都看好 绝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人人都想靠炒股来赚钱 这就成为一个致命的想法 暗示着股市有风险 买股要谨慎了 反之呢 如果大多数的股民 不看好股市 他们都已经脱手出场了 那么股市的继续下跌区间 也已经不大了 你如果随大溜 也就是常常在高点入市 低点出市 那么一定会成为失败者 当然 具体情况呢 还要看股市的情况来分析 这里强调的是思维的方式 你从小学习的那些讨人喜欢的性格 比如说听话 和群 不标性利益等等 都可能成为炒股成功的障碍 没有差异化 最终只能成为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 布鲁诺说 如果一个人 仅仅因为多数人 是多数 而愿意随大溜 那他的思想 就迟钝了 人家整一个吊扎烧饼 九九压 两元电 你不能逆向思考 不考虑电子受众的消费能力 和喜好等等 也跟风 结果呢 只能成为炮灰 而不是炮弹 很可能是 速死 当然这里不是告诉你 别人做什么 你就非得唱反调 这个反调啊 一定要唱得合理 也就是说 要对自己的反常行为 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同时呢 遇见采用相反思维 所导致的后果 这么做是必须的 否则会被失败 打得措手不及 不走寻常之路 就必须承受 铺天盖地的冷笑和嘲讽 或许你被认为 是疯子 叛逆者 惹是生非的人 特立独行的人 这都没关系啊 谁笑到最后 才能笑得最甜呢 有人说了 不走别人走过的路 我将无路可走 唐俊也说过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既然他的成功 可以复制 其他人的 也可以复制 重复走别人的路 可以规避 诸多的风险 这种想法没错 但不要忽略了 一个重要的事实 众人都走过的路 往往没有果子 留下来 想想看 事实 是不是这样呢 复制 别人的成功 也有很多 不确定的因素 因为每个人的运气 和能力不同 他人的成功路线 可能对你 根本不适用 最重要的是 学别人 不管学得有多么像 也只能成为 别人第二 你看迈克尔杰克逊 一亮相 看起来就跟别人 不一样 假如你企图 模仿迈克尔杰克逊 的穿着 那一定会被别人笑死 那与其这样 不如看看别人 不干什么 找一些不同的路来走 或许成功呢 就会来得更早一些 虚荣很美 从众很水 一步一驱 顶多只能保证 你在跌倒的时候 发现倒霉的 不止你一个 而培养自己的 逆思维心理 却能够使你 众人皆倒 而为己 亏然而立 当新的流行 扑面而来的时候 向左走 向右走 跟着走 还是认清形势 朝前走 你需要 审慎行之 最好啊 在别人 看不到路的地方 启程 天地 常常在此时 豁然开朗 所以呢 地上本有路 走的人多了 便没有了路 这一讲啊 我们先和大家聊一聊 不要让规则 左右我们的心理习惯 凡事皆有规则 学习规则 考试规则 交通规则 法律规则等等 诸多的规则呢 构成了和谐的社会 有人说 既然制定出了规则 毫无疑问 是要遵守的 其实不然呢 规则的本身呢 是人 根据社会的需要 来制定的 是为人 或者为社会服务的 如果总是 受规则的约束 那社会的前进 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苹果公司 在推广电脑的时候 有这样一句话 规则是用来打破的 这是一句 逆思维而行的 惊人之语 那些 有所成就的人们 大多数 都是逆思维的 践行者 事实上 很多规则 是束缚思想的 更重要的是呢 有时 规则根本就是错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 已经不适应 个人或者时代 发展需要的部分 扔掉 或者改进 战国时期 商鞅提出 重商易农的政策 对封建国家来说呢 农业的发展 可以使得人民 安居乐业 人丁兴旺 使国家的粮仓充盈 既可内无良荒 动乱之余 也可以外无侵扰之律 所以这条规则 被历代君王沿用 但是由于重农易商 把商农发展 对立起来 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 导致了 中国长期以来 是一个农业大国 逐渐被西方兴起的 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甩在了身后 如果哪一个君王或者大臣 敢于逆思潮而动 提出重农兴商 而反对重农易商 也许历史就将改写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自然界和社会 没有规则的限制 有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 但永远固守成就的规则 有时候呢 也会阻碍社会的进步 所以不合理的规则 就要打破它 科学家做过一个试验 把五只猴子 关在一个笼子里 笼子上面挂一只香蕉 他们在笼子顶上 安装了一个喷头 只要猴子伸出手臂 试图去拿香蕉 喷头就会喷出水来 另外 不管是一只猴子 还是几只猴子 触碰香蕉之后 所有的猴子 都会挨一顿暴揍 慢慢地 猴子们明白 任何成员的冲动 都会殃及无辜 于是规则就产生了 后来 试验人员 用一只新猴子A 换出了原来的一只猴子 猴子A看到笼子顶上的香蕉 刚要去拿 结果呢 所有的猴子一哄而上 把它海扁了一顿 以后 只要猴子A 想要去摘香蕉 都会遭到 其他猴子的暴打 一段时间之后 猴子A 也就放弃了 摘香蕉的企图 科学家又用一只 新猴子B 换出了 另一只原来的猴子 猴子B看到了香蕉 也是迫不及待地 要去拿 其余的五只猴子呢 仍旧暴打了 猴子B一顿 猴子A 还打得特别用劲 就这样 科学家把原来的猴子 都换出去了 笼子里的猴子呢 已经更换了 几个轮回 顶上的喷猴 也早已经取消了 猴群仍然对 笼子上的香蕉 心存畏惧 谁也不敢 越雷池半步 电影《萧生客》的 旧书当中 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体质化 一开始 你抗拒它 排斥它 慢慢的 你习惯它 最后 你离不开它 它和你 融为一体了 规则就在我们的身边 只不过 我们不是实验室里的猴子 但是我们 也常常因为害怕危险 而不敢打破常规 甚至建立起 自己的规则 以求安全 古人常说 不破不立 但凡是有成就的人 大多不会拘泥于 前人的想法 而是不断地实践 不断地思考 不断地打破规则 最终 才有所发现 爱因斯坦的 微观物理研究 打破了牛顿三大定律的规则 而鲁迅的《狂人日记》 则打破了 旧体小说的规则 再比如 将原用高温处理的金属 改用冷水处理 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将原本发射上天的火箭 改造为钻井火箭 可以减小施工的难度 有的规则 让人思维僵化 直至平庸地毫无怨言 潦倒终生 《时代》杂志 曾经公布了 美国十大最成功的 大学辍学生 第一名 菲比尔盖茨莫属 他在大学三年级 从哈佛大学辍学创业 31岁就成为了亿万富翁 小时候 我们的父母和老师 就对我们说 辍学是不好的 主动辍学是可耻的 被动辍学是可怜的 由于这个常规意识的存在 没有人敢逆子而行 但是比尔盖茨走过的道路 却让我们的家长和老师 目瞪口呆 他似乎生来 就不愿循规蹈矩 注定要成为一个 无与伦比的传奇人生 打破规则 就意味着逆常规而动 逆常规而动呢 则可能意味着 超越和领先 萧伯纳说 有些人总是使自己 适应社会 而另一些人 则固执地要求社会 来适应自己 但是社会的前行 全靠后者推动 规则是死的 可是人是活的 活人为什么 要被死规则套住呢 规则和限制越多 我们可以发挥 创造力的空间就越小 不要让规则 成为左右我们的心理习惯 规则是用来打破的 时尚是用来超越的 你不能被动地 接受规则 只做规则的遵守者 还要做规则的制定者 不断地打破既有规则 并确立自己的新规则 永远让规则为己所用 在遵守规则和打破规则之间 走个来回 那才是真正能够掌控规则的人 当然 破需要勇气 力需要智慧 比尔盖茨知道 什么规则是可以打破的 你能够突破常规思维的限制 勇敢地破旧立心吗 敢于打破常规的人 不只是在方法上逆思维而行 更敢于在思想上 兴风作浪逆流而上 有些规则 不过是统治阶级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愚弄民众的工具罢了 如果你想成就非凡 就要勇于向规则宣战 比如 圣雄甘地没有遵守规则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之母 罗莎百克斯也没有遵守规则 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自由和主权 而没有在规则之下成为劳奴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打破常规并不意味着 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 你也要懂得 从善如灯 从恶如崩 比如说 闯红灯 酒后驾车等等 这些打破规则的行为 还有 奸商为了利益而致民众的健康于不顾 利用卑劣的手段制造出骇人的产品 像富洋劣质奶粉 红心鸡蛋 燃血馒头 还有硫磺泡浆等等 只会得到谴责和严惩 说来说去 规则总归是规则 大的原则还是要遵守的 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对于规则的制定者来说 规则是用来遵守的 但对于一个挑战者来说 规则是用来打破的 下面我们接着说 当99%的人看多时 市场就可能见顶了 不要光看到别人赚钱 看不到别人赔钱 无论做什么样的投资 懂得运用逆思维的心理 赚的可能才更大 就拿炒股来说吧 有句话是这样的 十个人炒股 一赚二平七亏 那么如何让损失降到最低呢 上帝欲让其灭亡 一定让其先疯狂 当街头巷尾的民众 都在议论炒股 如何赚钱的时候 那么这个行业的利润增长空间 也就濒临绝境了 而大众恐惧的时候 则该卖的都已经卖了 行情的跌势也差不多到头了 此时不出手买入 更待何时呢 1929年 美国股市大崩盘 当时无数的投资者一夜破产 包括巴菲特的老师 格雷厄姆也惨遭滑铁路 但有个名叫巴鲁克的人 却在崩盘前的一刻 全部抛售离场 据说崩盘的前一天 他在路边擦鞋 擦鞋的小孩跟他说 自己炒股赚了一大笔钱 回到办公室之后 巴鲁克就把股票全线抛出 因此躲过了一劫 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 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 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不过 仅仅计数巴菲特这句话 并不能够保证你一定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道理特别简单 做出来偏偏又是另外一个结果 套用格林斯潘那句著名的话 就是 如果你听懂了我的话 那是我说得不清楚 你我都不是巴菲特 既然你我都不是他 那就按照他的做法 可能得到两个结果 一是做不到 二是做走样了 若不然 岂不人人都是巴菲特了 你无法确定哪里才是低谷 何时才是最佳的买进时机 这些问题 你不可能请教巴菲特 如果你认为是市场最低谷 想入市 别人也认为是市场最低谷 想入市 那么那个点 一定不是市场的最低谷 很多时候 我们都爱自作聪明的 以为别人都恐惧了 只有自己最勇敢 或者以为呢 别人都贪婪了 只有自己最清醒 结果 正应了那句老话 猪也是这么想的 这种思维呢 使得有些人年年亏钱 年年成为套牢族 如果事后证明 你真的在最低谷买进的 那只能说明 你的运气超好 我的一个朋友 就吃了高抛低息的大亏 他发现啊 有一只股票 从十块钱跌到了六块钱 那个时候 他自以为股票 跌了将近一半 是底了 就大胆买入 不料呢 一个月之后 这只股票 又跌了四块多钱 他又想 这次应该是底部了吧 于是连忙补仓 哪想到呢 这只股票真不给力 两个礼拜之后 又跌去一块多 朋友慌了 害怕他一跌到底 到时候利润全无 于是赶紧地忍痛割肉 撒泪出局 我想 如果你炒过股的话 或许也经历过 类似的事情 底部很少是你所能够想象到的价位 试想 如果多数人能够看到这个底部 那么庄家到哪里去收集便宜的筹码呢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 低息我拿不准 高抛终归没错吧 从字意上看 是正确的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抛高呢 很多人都犯过了 为了获小力而失去后面绝大部分利润的错误 这更是让人心痛的事 此时 你不妨反过来思索一下 把焦点暂时地从热闹的股市中移开 转向一个人 他就是庄家 猜猜看 庄家最怕的是什么 告诉你啊 庄家最怕你不看他 因为庄家深知你的贪婪和恐惧 利用你这类中小散户的弱点 跟你对着干 庄家的阴谋会通过操板手传递给你 明明股票要启动了 却一路凶杀 你不抛出 他绝不会停止 明明是要出货了 却拼命地放量拉抬股价 而你挡不住诱惑冲在最前面 庄家最终是要靠上涨获利的 庄家就这样征服了你 怪的 只是你心态浮躁 习惯了听风就是雨 习惯了看股市曲线揣夺行情 如果你不看他 他的精心策划就全无用武之地了 而他的心里呢 也会直打鼓 他也怕呀 那他怕啥呢 他怕自己赚不到钱啊 因为他的钱是贷款 他还得给操板手付薪水呢 有毛就有盾 既然有实财之道 必定有发财之路 所以说 你要能忍一时不快 在别人恐慌的时候冷静一下 不去凑那份看不懂的热闹 如此一来 就可能使自己提升起来 让庄家们去发抖吧 做其他生意呢 也是这样 战国时期啊 有个商人叫做白龟 他经常秉持着 人弃我取 人取我语的原则 在丰收的季节 农民收的粮食很多 价格就会便宜下来 他就大量地买进 这个时候呢 蚕丝 欺等等 因为不是收获的季节 没有大量地上市 价格自然就很高 他就把存有的货物卖出去 到收丝的时节 蚕丝大量地上市 价格便宜下来 而粮价却高了起来 这个时候呢 他就收尽蚕丝 卖出粮食 在这低买高卖之间 赚取了差价 别人贪婪或者恐惧 你不一定选择 反向的恐惧或者贪婪 也就是说 你的贪婪 并非取决于 市场的恐惧程度 而是来源于 对绝对估值的判断 此外呢 运用逆向思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时机 时间是死的 时机是活的 在对的时间里 可以贪婪 也可以恐惧 怎么痛快怎么赢呗 遗憾的是 能做到别人恐惧时 我贪婪 别人贪婪时 我恐惧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涨的时候 人克服不了贪婪 希望无限量地涨 而到了跌的时候呢 又克服不了恐惧 希望马上抛掉 即使知道 大趋势将发生变化 也不确定 何时转折 没办法 事实就是如此 你想少赔点的话呢 也可以在别人恐惧的时候 更恐惧一些 在别人贪婪的时候呢 少贪婪一些 输少当赢 见好就收 所以啊 物极必反 当99%的人看多时 市场就可能见顶 当绝大多数的人 看空时 市场就会发生质变 这一讲 咱们先来说一说 所谓机会啊 就是去尝试新的 没有做过的事 人们大都有求稳 而规避风险的心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害怕冒险的人 也永远没有 创造财富的可能 我的一个朋友 五年前到某公司工作 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变动 虽然岗位换了几次 但是公司呢 还是那家公司 朋友劝他 不要甘于现状 要勇于突破 他也常叹 说 哎呦 说得也是啊 守着这一亩三分地儿 能有多大的出息啊 他也有过 换工作的念头 甚至偷偷地 参加过人才招聘会 在网上投简历 可是呢 招聘单位 总不如他的意 随着精力和年龄的增长 换工作的念头 慢慢地淡了 直至 没有一点想法了 看着昔日创业的同学 早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而自己呢 却还是月光族 心里 真不是滋味 跟我这个朋友 类似的 世界上有太多的人 在糟蹋自己的 潜能和才感 每当遇到 未知的机遇和挑战的时候 他们总是 习惯性地躲开 因为 他们不敢冒险 卢斯福说 在人的一生中 没有什么可值得害怕的 唯一值得害怕的 是害怕本身 看看你那些同学 朋友 你会发现 那些保守的人 日子过得平淡无奇 还经常为物价 房价 贷款利率上涨而发愁 而那些胆大的人呢 却在两三年之间 混得风生水起 没有超人的胆识 就没有超凡的成就 风险 往往是和收获 成正比的 在那些看似 难以琢磨的风险背后 往往隐藏着 成功和财富 如果你连尝试的机会 都不给自己 那成功的机会 当然不会属于你 微软的总裁 比尔盖茨说 所谓的机会 就是去尝试新的 没有做过的事 可惜在微软的神话下 许多人要做的 仅仅是去重复 微软的一切 这些不敢创新 不敢冒险的人 要不了多久 就会丧失竞争力 又哪来成功的机会呢 他甚至认为 如果一个机会 没有伴随着风险 那么这种机会 通常就不值得 花心力去尝试 商战的法则就是 冒险越大 赚钱越多 《马太福音》里边 有一个故事 说某一个人 在去旅行之前 给第一个仆人 五千金币 给第二个仆人 两千金币 给第三个仆人 一千金币 回来之后呢 他将三个人 叫到跟前 问他们 如何使用那些钱的 第一个仆人说 他用来投资 结果获得了 一倍的利润 第二个仆人 也是这样 只有第三个仆人 害怕失败 把钱给藏起来了 这个人 重赏了前两个仆人 责罚了第三个仆人 看了这个故事之后 不妨问问自己 曾经有多少次 你也像那位 胆小的仆人一样 因为害怕冒险 而失去机会呢 你是不是五年 十年都是一个样子 还在原地踏步呢 大多数人 为什么不喜欢冒险呢 因为冒险 会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损失惨重 二是收获巨大 那人们不愿意冒险 是因为 对风险中的损失的恐惧 超越了 对收获的渴望 不可否认 任何冒险 都会给人 带来强烈的不安 但是如果不敢尝试 你永远都不知道 没走过的那条路 会是怎么样的 思考一下 如果条件都成熟了 你能够保证 跑在别人的前面吗 有人问张瑞敏 孩儿搞得那么好 你们是怎么做决策的 张瑞敏回答 有50%的把握上马 获得的是巨大利润 有80%的把握上马 获得的是平均利润 有100%的把握上马 一上马就死 张瑞敏的思维 正好和常规的思维相反 他并非认为 越有把握越好 而是要告诉人们 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 要学会冒险 如果等所有的条件都成熟了 也就没有成事的机会了 提倡冒险 不是让你瞎闯蛮干 而是要把识和胆 结合起来 做到勇者不拒 智者不惑 冒险不冒进 对于那些害怕危险的人 危险无处不在 在过去的经济形态中 你可以不冒险 安安稳稳地 做吃大锅饭 但是现在 不冒险 反倒成为了最大的风险 人们需要勇敢地去挑战问题 挑战自己 把钱存到银行 似乎是安全的 不需要冒什么风险 但是通货膨胀 将严重地侵蚀金钱的实际价值 胆量 是使人 从优秀到卓越的 最关键因素 没有任何冒险精神的人 就什么都不敢做 也什么都不可能拥有 富贵险中求 人没有冒险精神 就只能一辈子平庸 你看到风险了吗 你回答没有看到 恭喜你 你可以先躺下睡个好觉了 因为目前还没有什么 可做的事情 你有勇气冒险吗 你回答有 恭喜你 利润会奖励你 不畏风险的勇气 若不先离开海岸 是永远不可能 发现新大陆的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填补市场空白 将缺点转化为卖点 那么在前几章当中 你经常看到这么一个方法 缺点逆用法 一个人的缺点可以当作亮点 优点 推销产品的时候 自贬 暴露缺陷 也能够赢得客户的信赖 在这儿呢 我们再论述一下 缺点 也可以成为卖点 日本有个叫单波的村子 当整个日本都走向富裕的时候 那里还没有摆脱贫穷和落后 可是他们呢 又没有致富的秘方 而且村子里什么特产都没有 后来他们就去东京 请了一个叫 井板红义的专家 井板红义了解了这个村子的情况之后 也很为难 最后他倒过来想 既然只有贫穷落后 那为什么不出售贫穷和落后呢 他就向村民建议了 要出售贫穷落后 就得再贫穷落后一些 以后啊 别住在房子里 得住到树上去 不要再穿不做的衣服了 要穿树皮 瘦皮 就像几千年前 我们的老祖宗那样生活 这样才会吸引城里的人 来观光旅游 从而带来丰厚的旅游收入 村民们照办之后 消息传到了各个城市 一时间 由人如知 不到一年 单拨村的村民 就都富裕起来了 贫穷 一直作为缺点 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 乏善可乘 可是这里的人们 摆脱贫穷利用的 恰恰就是贫穷 在常人的眼中 缺点是相当可怕的 是一种风险 它意味着失败 一家企业的产品 如果是有缺点 则恨不得赶紧找一块 遮羞布挡起来 因为缺点 会造成信任危机 和市场的萎缩 可是如果你从 普通中 体会出不普通 反过来考虑 如何直接利用 这些缺点 那么 你也能发现商机 可以这样认为 缺点 有时是商机 而不是商机 这个商是悲伤的商 要理解这句话 就要打开思维 放开思路 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果汁饮料 都会有沉淀 在大多数的厂家 在平体下端标注 若有少量沉淀 为天然果肉成分的同时 农夫果园 利用逆思维心理 反其道而行之 与其提心吊胆地 将问题隐藏起来 倒不如轻松地 告诉消费者 他们以此 做宣传口号 在瓶身上 醒目的位置 印着 喝钱摇一摇 摇一摇 暗示着消费者 我是有真材实料的 由三种蔬菜和水果 榨制而成 在农夫果园的 产品手册上 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 在这个行业里 我们所做的 不仅仅是增加一个新品牌 而是一个新的产品 一个不为现有 行规束缚的产品 它的出现 一定会改变 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 怀着这种信念 农夫果园 把一个经常被行业 用作消费饮料内 沉淀误会的句子 如有沉淀 属正常 请摇云之后再喝 变成了一种时尚的喝法 结果 连农夫果园的决策者 都没有想到 依靠着这个卖点 饮料的销量是一路飙升 这就是 把缺点当作特点 把特点当作卖点 最终 令消费者难忘的经典案例 如果上面的例子是告诉你 应该更为低廉地 直接利用缺点 那么下面 我们来说一说 改掉缺点的策略 缺点背后 暗藏着市场需求 也就是说 某些商品本身的缺点 恰恰是市场空白的所在 盯住商品的缺点 并且采用改进的策略 就能够开发出 填补市场之需的新产品 这个说法一旦被提出来 缺点就变成了一个 美妙的词语 它的背后 可能隐藏了消费者的期盼 得不到满足的市场需求 和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攀升 等等 让人心动地商机 研制出血口碑 这个小小的改进 使得日本人的瓷器茶碑 在欧洲很畅销 其实 日本的许多畅销产品 它的创始人 都不是日本人 他们精明的地方 就在于 等别人发明出新的产品之后 再找来缺陷 然后迅速地更新换代 后发制人 占有市场空间 在国内 也不乏从缺点当中 寻找商机的典型例子 天津茅坊厂 生产的一种泥料 因为它的原料成分的不同 着色不移 常常出现白点 销路呢 始终难以打开 后来 设计人员 灵机一动 来了个缺点逆用 一反常态 便消灭白点 为扩大白点 制作出了一种新的产品 雪花泥 投放市场之后 掀切了一股不小的销售旋风 厂方更是赚了个盆满钵满 在如今这个万马奔腾 占油憨的商品经济世界里 市场的竞争 就是智慧的竞争 谁能发现市场空缺 谁就能抢占先机 占有新的市场 可以说 缺点种种 利润种种 如果你连缺点在哪里 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商机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发现商机的过程中 一个关键点是 你要捕捉 观察消费者的真实需求 才能把缺点 转化成 让他们认可的卖点 而不是硬生生的 指路为马 颠倒是非 从现在起 请你重新审视你的企业 你的产品中 无法改变的缺点 看看 能否从中提炼出 对消费者有益的缺点 将其浓缩成一个卖点 并如实地告诉消费者理由 或许这个方法 能够为你带来 意想不到的收获 如果能盯住别人的缺陷 并生产出 弥补缺陷 填补市场空白的新产品 那么 赢得更多市场的机会 也会随之而来了 这一讲 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 打破常规的道路 通向智慧的宫殿 意想天开 用来比喻想法离奇 可是却不切实际 天开 比喻平空的 根本就没有的事 也许在你的眼中 意想天开是贬义词 你对它嗤之以鼻 但是爱因斯坦说 意想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布莱克也说 打破常规的道路 通向智慧之功 勇于意想 也是值得肯定的 新发明 新创造 都是由大多数人 眼中的意想而得来的 传说公元前五百年左右 有个叫鲁班的人 一不小心呢 被一种野草的叶子 给划破了手 他摘下叶片一看 原来呢 叶子两边 长着锋利的尺 他的手 就是被这些小尺 给划破的 他还注意到 有一种大蝗虫 那么他的两个 大板牙上面呢 也排列着许多的小尺 能够很快地 把草叶磨成碎片 鲁班从这两件事情上 得到了启发 他想 如果把砍伐木头的工具 做成锯齿状 不是同样也会很锋利吗 他先用大毛竹来做锯 发现不太结实 又想到了铁片 最终他发明了锋利的锯 为什么很多人被草叶划伤 唯独鲁班有了新的发现呢 因为他敢于异想 这类的事情有很多 比如说有人跟你说 水生可以卖钱 你大概会认为这是在说笑吧 可是呢 美国有一位叫菲尼克的人 录下了很多种潺潺的水声 复制之后呢 贴上大自然美妙乐章的标签 高价出售 大赚其钱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 有些事情是异想天开的呢 排除他的非逻辑的道理 还因为所谓的异想 大多有备于人们的思维定势 如此呢 人们才会认为 某些想法是吃人说梦 不现实 以下是一些著名人士的断言 我们没有理由 让每一个人在家中 配备一台计算机 说这个话的人 叫做肯尼斯·奥尔森 当时是DEC的奠机人和总裁 飞机是一种有趣的玩具 但是没有军事价值 说这话的人呢 是法国的陆军元帅 著名的军事家福旭 时间是1891年 无线电支付 李弗雷斯特博士 坚持认为 无论将来科学如何发达 人类都不可能登陆月球 那现在我们当然知道 这些异想呢 都成了可能 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反倒是那些信誓旦旦的断言者 被我们写进书里 当成了笑柄 比如 李弗雷斯特博士认为 登上月球是不可能的事 结果呢 阿姆斯特朗就登上了月球 肯尼斯二三认为 电脑不能迫及到每个家庭 现在很多人家里 都有一台电脑 看看下面这些异想 你是不是感兴趣呢 如果有一种智能图书 检索器 轻轻一点 就能知道图书所处的位置 并能核对它摆放的位置 是否正确 那该多省事啊 如果能存储雷电 该多好呀 如果能够设计出空中停车场 既可以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又能够充分地利用空间 那该有多好 没有一想 天是永远不会开的 换一句话说呢 就是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很多事情不怕你不去做 最怕的是你不去想 只要你有了想法 而且愿意为这个想法行动 可能结果不一定 是你最初想要的 但一定会是最好的 试想一下 如果所有人都没守成规的话 可能我们现在 仍然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 发明创造 需要异想天开 发现商机也需要它 比如 你想过为别人管理衣物吗 女人啊 大多喜欢盲目购物 买回来之后一年 也穿不了几回 可喜欢追逐潮流的他们 发现自己的衣橱 已经塞不下新衣服 怎么办呢 有人据此建立了一个 衣服超市 专门为那些衣服太多的人 保管衣服 那里有除尘防虫的设施 有集体储物的大长廊 也有小储物柜 用来存放衣服和鞋子 他们还建立了客户档案 以提供专业的 医物护理服务 根据衣服的多少 档次向顾客收取一定的佣金 哎 怎么样 这个异想 不错吧 十多年前 美国人实行在家里养鸟 让人颇为烦恼的事呢 鸟的粪便到处都是 那就有个商人 灵机一动 发明了鸟用尿布 这个商品很小 却解除了养鸟人的烦恼 一块只有巴掌大的尿布 是不需要多少投资和技术的 曾经有一则广告这么说 人类失去联想 世界将会怎么样 同样 失去异想 人类将会怎么样呢 异想就是你心中的 那个魔棒 千变万化 全在于你自己的想象 你只需要挥动魔棒 默念咒语 就能缔造一个 令人惊奇的世界 尽管有时 你会遇到人们的 讥讽和嘲笑 被当成是个傻子 但是 只要你敢想 敢于尝试 也许下一个成功的人 就是你 有些想法 现在不一定能够实现 但谁敢说将来不能呢 也许十年之后 你的想法 就会成为现实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新发明 新创造 都是由大多数人眼中的 异想而得来的 发现商机呢 也是这样 幻想和现实很近 你只需要挥动魔棒 默念咒语 就能够创造新的价值了 那接下来 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下 钱的问题 小钱 是大钱的祖宗哦 钱呢 可是个好东西 他虽然不能把人 带进天堂 却可以把天堂 带到人间 所以呢 发财 是不少人最真实的愿望 他们总是梦想 自己有朝一日 能够财员滚滚来 潇潇洒洒地 做一笔大生意 一提到这一点 就有人愁眉苦脸地说 哎呦 我是个月光族 靠工作维持生计 就不错了 怎么另寻出路去赚钱呀 这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认为 用小钱赚大钱 太难了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真的是这样吗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那种只有下大本钱 才能赚大钱的思想 早就过时了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一分钱都能够致富 哎 有人就反驳了 说一分钱啊 不值钱 掉在路上都没人捡 怎么致富啊 你可别小看这一分钱 如果能捡上数万次 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哦 在浙江一屋 有很多这种 只赚一分钱的商人 那里的东西 便宜到吓死人 比如说 卖一百根牙签 只赚一分钱 还有七毛钱的 纯棉运动袜 0.19元 一百只装的 双头棉签等等 便宜吧 这些商人 每件商品 只赚一分钱 然而 正是这些 毫不起眼的一分钱 造就出了 这一批百万富翁 一个姓王的商贩 每天批发牙签 十吨 按一百根 赚一分钱来计算 他每天销售 大约一亿根牙签 稳稳当当的 进涨一万块钱 在深圳 有个农夫 在川流布西的街头呢 摆了一个 不起眼的小摊 专门卖胶卷 当时市场上的 柯达胶卷呢 每一卷售价是22块钱 它的进货价 是15块钱 而它只卖15块一 谁也想不到 它的一毛钱胶卷生意 批发量大的惊人 生意越做越火 后来发展成了一家 摄影器材店 事实上啊 很多大事 赚大钱的人 并不是一走上社会 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 美国权威机构的统计表明 全世界90%的亿万富翁 都是从一无所有做起的 而通过继承家族产业 成为亿万富翁的人呢 仅占到不到5% 所以 当一个人的条件 只是普通 又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时 那么 先做小事 先赚小钱 绝对没错 恐怕上述的话呢 很多年轻人啊 不爱听 因为他们 大都雄心万丈 看不起小生意 动辄呢 就想上个大项目 搞个高精尖 可是又没有资金 技术和人脉 要知道 大利润 不是刚创业的人 能够把握的 创业的人 为了大利润而创业 那基本上 都是会死的 社会上 真正能够做大事 赚大钱的人 少之又少 更别说 一踏入社会 就想做大事 赚大钱了 有人呢 眼高手低 为了做大生意 赚大钱 竟赔得倾家荡产 与其这样 不如 看准不起眼的小商品 小配件 善于发现别人 还没有注意的市场缝隙 来得更稳妥 有人说 小钱是大钱的祖宗 会挣小钱的人呢 一定会挣大钱 不会挣小钱的人 一辈子都挣不到钱 唯利是图不足取 威利是图 却能够积少成多 是生财之道 赚钱之术 甭说本钱少 干不了大事 人就是在 一无所有的情况下 也能够赚钱 在多希望 我二十几岁 就知道的事中 讲述了这么一个实验 作者给斯坦福大学的学生 五美元和两个小时的时间 看他们怎样利用 有限的资源去赚钱 结果出人意料 赚钱最多的那些人 根本就没有用到 这五美元 这些学生 没有让五美元 禁锢住自己的思维 因为他们知道 五美元的本身 没有太大的价值 那么他们是如何在 一无所有的情况下 去赚钱的呢 有些学生 发现每逢周六的晚上 热门餐厅门口 就会排起长队 很多的食客 没有位子 他们决定 在那些不想花钱 排队等候的人身上 赚钱 他们两人一组 分头向好几家餐厅 预定座位 用餐时间快到的时候呢 再把定到的座位 卖给不想在 长长队伍中等待的人 每个位子 最多可以卖到20美元 有些学生 在校门口 支了一个摊位 免费检测 自行车轮胎的气压 如果轮胎 需要充气的话呢 就收取0.1美元的费用 后来 他们改用顾客 自愿付费的形式 没想到 顾客更愿意 为这项免费的服务 多付一些钱 你看看 一无所有 也能够赚钱吧 要是认为 没有钱 干不了事业 现在给你一百万 你也同样干不了 各位 说到这儿的时候 你的头脑中 是不是已经有了 某个想法呢 如果是这样 那么恭喜你 因为你可能要从 赚小钱开始 成为一个实干家了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 分享的是 成为亿万富翁 不是一次机会 而是一种选择 要做生意 钱可能是百分之一的问题 有了智慧 就有可能整合一切资源 小比例的盈利 具有稳定和可靠的保证 只要你能够稳定获利 天天赚 积累的小钱 就会变成惊人的大钱 好的 这一讲呢 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 只有放错的垃圾 没有寻不见的财富 有个人叫毛小林 她是一家牛肉面店的老板 所以经常去屠宰场 去买牛肉 有一次 她就看到墙角 有大量剃碗的牛骨头 上面呢 还带有少量的肉馅 询问之后就得知 这些牛骨头 是准备扔掉的 于是毛小林就拿了四五斤 回家之后洗干净 放在卤料里边 跟牛肉混合在一起卤 卤好之后呢 家人和客户品尝后啊 都说味道不错 于是她就经常将牛骨头 作为赠品送给顾客吃 直到有一天 有一位顾客专门来吃 牛骨头这道菜 还愿意出牛肉的价格 她就想 既然好吃 就可以开发成一道菜 来卖给顾客吃啊 何况牛骨头又没人要 很容易买得到 又很便宜 这是一个商机 毛小林就反复地研制 终于做出了一种市场上 没有的怪味牛骨头 成为了当地的特色菜 一时间呢 来她店里吃牛骨头 成了小城的时尚 各地的食客 也是慕名而来 她也因此啊 成为了城里最有名的 牛骨头大王 毛小林的成功 在于她运用了逆思维 她把被人忽视 没人要的东西开发出来 让自己在市场上 独领风骚 很多人都说 现在的竞争激烈 如果能像毛小林那样 从被大家忽视了的东西 和地方中 寻找突破 寻找商机 也可能找到自己的 阳光大道 杭州的郑子欣 也是一个有心人 她发现呀 每次婚礼 或者庆典活动 进入高潮的时候 大家抛洒的花瓣呢 不是真的 而是合成的塑料花瓣 她就问朋友 朋友说 哪有那么多的鲜花瓣啊 杭州的婚庆公司 都用这个 郑子欣就想到了 自己工作的花店 每天都有好多 被扔掉的残花 于是呢 她就悄悄地 把这些残花收集起来 按照颜色 将花瓣分类 装进了袋子里 然后呢 到一家婚庆公司 去推销 老板认为 这种花瓣 要比塑料花瓣好得多 当即就向她 以每公斤 六十块钱的价格 订购了一些 第一个月下来 郑子欣就靠卖花瓣 挣了五千多块钱 可是呢 鲜花瓣容易干枯 况且婚庆公司 又不是时常有活动 这就导致了 很多鲜花瓣 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这个时候啊 郑子欣又把鲜花瓣 加工成了干花瓣 这个创意 深得客户的赞赏 在婚礼现场 撒干花瓣 还能营造出五彩缤纷 天女散花般的效果 之后呢 郑子欣以每年 一千块钱的收购费用 和十多家花店 签订了协议 收购残花 被当作垃圾处理的残花 也能够卖钱 不明底细的花店老板 暗自高兴 随后呢 郑子欣就辞去了工作 开了一家 干花瓣专营店 到了2003年的8月 郑子欣每个月的纯利润 都保持在 一万块钱左右 郑子欣运用逆向思维 将别人视为废物的残花 变成了金子 这就是 反常规思维的好处 教育理论家 狄德罗说过 知道事物应该是什么样 说明你是聪明的人 知道事物实际是什么样 说明你是有经验的人 知道怎样使事物变得更好 说明你是有才能的人 不值钱的东西 不仅没人要 把它当垃圾 还要花钱请人来处理 可就是这些不值钱 没人要的东西 在有眼光 有头脑的人那里 就成了大宝贝 能够赚大钱 就像毛小林 郑子欣那样 把废品也可以变为商品 买出高价钱 你也可以用逆思维的心理学 变废为宝 那么在这儿呢 给大家提供两个建议 第一 是改变自身属性 对废物进行合理的加工 改造 拆分和重组 它就有可能 释放潜在的使用价值 变废为宝 比如东渡镇的姚子生 经过长期的摸索 想出了奇招 把滞销的橘子 用来酿酒 那么这个收益 比丹麦橘子要高多了 第二个呢 就是改变销售市场 对你没有用的东西 兴许在别人那里 就能派上用场 比如 黑白电视机 在中国市场上 早就看不到了 可是非洲朋友 把它当成了宝 因为黑白电视机的 价格低廉 对于贫穷的他们来说 是最经济的选择 某事物啊 之所以被称之为废 是因为 它已经不能够发挥 自身的使用价值了 但是这个 并不代表 它不具有使用价值 记住一句话 没有不值钱的东西 关键在于 用什么办法 把它们 变成钱 只有 放错的垃圾 没有寻不见的财富 接下来和大家 一起来说一说 不在乎等价交换 只在乎各取所需 很多人对 别针换别数的故事 并不陌生 2005年的7月 美国有一个叫 麦克唐纳的青年 利用互联网 用一个特大的 红色区别汁 先后换来了 钢笔 啤酒桶 雪地汽车 外出旅游的机会 音乐合同等等 最后经过一番周折 终于换回了一套别墅 那么详细的过程 是这样的 第一次交换 用红色的区别汁 换来了一支 鱼形的钢笔 第二次交换呢 用这支钢笔 换到了一个 会有笑脸的 陶瓷门把手 第三次交换 用把手 换到了一个 烤炉 第四次交换呢 用烤炉 换到了一台 发电机 第五次交换 用发电机 换到了一个 历史悠久的 百威啤酒桶 第六次交换 用这个酒桶啊 换到了一辆 旧的雪地汽车 第七次交换呢 用雪地汽车 换到了一次 前往洛杉矶旅游的机会 第八次交换 用旅游机会 换来了一辆 敞篷车 第九次交换 用敞篷车 换到了一份 录制唱片的合同 第十次交换 将合同给了一名歌手 歌手感激 替铃的 给了他一套 双层公寓 麦克唐纳的故事 到这里 就结束了 但是他的传奇 吸引着一些 时尚男女 加入到了 网络交换的游戏当中 开始了他们的 换客生涯 那么小易呢 就是其中一位 小易在阳城 换客群上留言 想用一套正版的 NBA2006的游戏软件 求换一辆自行车 两天之后 有个人联系他 在询问了相关事宜之后 两个人约好了 见面地点 准备交换 让小易没有想到的是啊 这么快就实现了交换 奇迹呢 还在继续 小易继续更新网上留言 经过多次自由交换 他用这辆自行车 先后换到了 香水 手机 价值一千多块钱的 多功能登山包 后来有个旅友联系他 想用一台旧电脑 换他手中的登山包 于是当初的一款 已经失去了 使用价值的软件 就这样换来了一台电脑 和小易类似的 很多人的交换过程呢 可以说是天马行空 化妆品换成了数码产品 用旧军装换新手机 用考研书籍换流行小说 需求决定了换物法则 只要喜欢 就不必在意换得值不值 至于物品 本来是花了多少钱购买的 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而各种义务网站呢 也是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成长起来 例如换来换去网 义务网和搜换网 还有欧易网易获通 换拉同城义务网 还有义备网 六八换物等等网 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以地区为范围的现场交易活动 你是不是也有很多冲动消费时买下的衣服 鞋子或是闲置的书籍 电子用品 化妆品 生活用品 婴幼儿用品和玩具等等 用处不大 但是却棄之可惜呢 这些闲置的物品 不仅占据了一定的空间 也丧失了本身的价值 那么 不妨拿到网上 来换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以你所有换人所求 不仅让鸡肋 找到了好的归宿 又收获了自己需要的熊掌 何乐而不为呢 只有想不到 没有换不到 一些对你来说是累赘的东西 只要摇身一换 就变成了别人的宝贝 与区别枝换别树相对的 是安徒生讲的一个童话故事 一个老头子 牵着一匹骏马到集市去 一路上用马换牛 用牛换鹅 用鹅换鸡 用鸡换了一筐烂苹果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 劳动价值理论 还是凯恩斯主义的 有效需求理论 都无法解释 这样一个等式 一枚区别枝 等于一座大别墅 以及一匹骏马 等于一筐烂苹果 因为人呢 都是理性的 都想以最小的成本和代价 获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换客们 却颠覆了这一点 他们用逆思维的心理 把自己不用的闲制品 拿来交换成 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其实不管是别枝换别数 还是骏马换烂苹果 都不是一个经济范畴的事 换客们是感性的经纪人 他们是在交换中寻求乐趣 正所谓 罪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交换之间也 那么说到这儿 你再想想 是不是可以将公司 发的公务卡等等 换成现金呢 或者干脆自己开一个小店 给换客们 搭建一个交易平台 先选好地址 再号召网友们 将闲置的物品寄过来 你将这些物品标上价格 如此就可以正式开张了 物品卖出去之后呢 你可以根据标价 收取20%的交易费 另外每一件物品 收取一些寄存费 还有吗 你还想到了什么呢 让闲置不用的东西 都活起来 流动起来 这不是为一种 废物利用的最新方式 不在乎等价交换 只在乎各取所需 这既是幻想工厂的活动 也可以被当成一门生意来做 好的 这一讲我们先来说一说 对抗不如对话 竞争不如竞合 瑞典科学家 诺贝尔在读小学的时候 成绩呢 一直是在班上名列第二名 第一名呢 总是一个叫做百计的同学 有一次 百计因为生病 请了长假 有人私下就为诺贝尔 感到高兴了 呦 这百计当务了那么多的功课 看来这一回 你得拿第一名了 但是诺贝尔啊 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 反而是将他在学校所学的 做成完整的笔记 寄给了躺在病床上的百计 结果呢 在那个学期末 百计依然是名列第一 诺贝尔呢 则排在第二 在对手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诺贝尔并没有落井下石 而是竭尽全力地帮助对方 这是多么大度啊 诺贝尔不仅赢得了 大家的称赞 还把本来是劲敌的百计 变成了好朋友 由于升学和就业的压力 从小到大 我们就被灌输着一种竞争意识 甚至将自己的好朋友 也当作了对手 彼此防备 正因为如此 我们常常忽略了 合作的重要 其实呢 不要刻意地 把可能是伙伴的人 变成对手 对抗不如对话 竞争不如竞合 卡尔从事卖砖的生意 最近呢 有个竞争对手 到处散播谣言 说卡尔的砖块呢 质量差 一时间 卡尔的生意很惨淡 还失去了一份 25万块砖的订单 碰到这种事 谁都想狠狠地打击对方 有一天 好友听了卡尔的抱怨之后 就说了 不要刻意地制造对手 如果有可能 还要将劲敌 变成好友 这样 自己可少一些麻烦 卡尔听完之后呢 若有所思 当天下午 卡尔在拜访客户的时候 就发现 有个客户正在为 新盖一状办公大楼而发愁 他想要的砖 并不是卡尔他们公司 所能够制造供应的那种型号 但是跟卡尔的竞争对手的产品 很相似 同时卡尔也确信 那位诋毁他的对手 并不知道这件事 这个 让卡尔左右为难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之后 他拨通了对手的电话 礼貌地告诉他 有一笔生意要做 当时对方哽咽的一句话 都没说出来 后来 对手终止了散播谣言 甚至还把他无法处理的一些生意 转给卡尔做 现在他们成了友好合作伙伴 双方互通有无 不再相互排挤了 不刻意把合作伙伴变成敌人 是避免别人伤害自己的上策 也是壮大自己的一个良方 我们常说 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 这是由于互相比的结果 若是转变一下思维方式 变比为让 变比为和 则会成为一个和尚没水吃 三个和尚水多的吃不完 三个和尚可以搞个接力 每人挑一段 这样就算从早到晚不停地挑 大家都不会太累 水也会很快挑满的 俗话说 人心旗太山仪嘛 只要团结协作 相互关心 相互爱护 三和尚不但有水吃 而且生活工作 都会很愉快 我们和对手的关系呢 也是这样 要转变一下思维 我们与对手的格局 不一定是你死我活 水火不相容 许多对手呢 都是在各自利益当中产生的 有时只是我们的单方面想象 所以 敌和有 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没有天生的 不可逆转的敌人 如何把敌人 变成朋友 就看我们的心胸 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了 那么在水火传当中 梁山伯的掌门人 宋江 就善于化敌为友 每次战争结束 他却会对 俘获的敌军将领 兵兵游礼 殷勤相待 有些名气大的将领 宋江甚至要让出 自己的宝座 这个 让敌人受宠若惊 敌对的情绪 马上烟消云散 当即表示 愿意投降 梁山伯一大批 杰出的文武人才 就是这样 聚集到了宋江的旗下 成了宋江的朋友 最后死心塌地的 为宋江出生入死 由此看来 比起树敌 懂得利用敌人的人 才是真正的高手 为人处事如此 做生意呢 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 微软和苹果 两大公司 自20世纪80年代起 就一直处于 敌对的状态 约伯斯和比尔盖茨 为争夺 个人计算机 这一新型市场的 控制权 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 微软公司 占有约90%的市场份额 而苹果公司 则处境艰难 让人想不到的是 1997年 微软向苹果公司 投资1.5亿美元 把苹果公司 从倒闭的边缘 拉了回来 2000年 微软为苹果 推出了 Offer 2001 自此 微软和苹果 真正实现了双赢 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商圈中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三星电子和索尼 奔驰和宝马等等 竞争者之间 进行业务合作的时候 就利用这种营销方式 取得了很好的综合效果 大商人李嘉诚 也有这种双赢的思维 李嘉诚倡导 利润分享 他认为 让每个合作环节 每个合作伙伴 都有利可图 这样的生意 才是最成功的 也才有可能做大 例如李嘉诚 顶住包玉缸 购得九龙仓 又从质地手中 购得了港灯 还率领着 华商众豪 围攻质地 但是李嘉诚 并没有为此 而与纽币间 凯瑟克结为冤家 而不共戴天 每一次战役之后 他们都握手言和 并联手发展地产项目 林肯曾经说过 当敌人变成我的朋友时 难道我不是在消灭他们吗 在商战中 是朋友多好 还是敌人多好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现如今 单打独斗的生存土壤 已经很难找到了 竞争越激烈 就越需要合作伙伴 因为只有优势互补 才能走出迷宫 寻找到彼此香喷喷的奶酪 并产生新的能量 敌人变朋友 比朋友更可靠 朋友变敌人 比敌人更危险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别人怕路窃 我却积极寻找不足 顾客就是上帝 这句话一直以来 被商家视作 经营管理的理念 他要求企业呢 应该像尊重上帝一样 尊重顾客 以顾客为中心 以最好的态度 让顾客满意 以此来提高销量 实现利润 然而 现实的情况 却与此相反 越来越多 不负责任的商家 致顾客的利益于不顾 眼里只有钱 没有了良知 所以顾客就是上帝的口号 也越来越让消费者不屑 在他们看来 顾客没花钱之前 是上帝 花钱之后呢 是商帝 没交钱之前是上帝 交完钱 你就是孙子 顾客是上帝 只不过是表面的文章 是空头支票 是在忽悠顾客 顾客是上帝 是自欺欺人的说法 现在的消费者呀 有话没处说 有理没处诉 有怨没处深 有状没处告 商家害怕顾客的批评 害怕顾客的揭发 大多数的商家 视顾客的意见 为洪水猛兽 对自己的问题 能遮就遮 能眼就眼 其实 这样的认识 是会将企业 推向绝路的 当问题越演越烈的时候呢 就是企业 父王之日 真正聪明的商家 不会以遮丑为手段 而是反其道而行 逆思维而动 别人怕路窃 我却积极地寻找不足 以此作为改进的依据 更作为扬名的手段 善于听取顾客的意见和建议 这本应该是商家进步的根本 然而现在 却成为商家取胜的 独特之处了 星巴克就很注重客户的建议 有些顾客建议 应该堵住盖子上面那个小孔 以防止咖啡溅出来 于是星巴克就推出了一种 可以重复使用的防溅小棒 来解决这个问题 星巴克还建立了企业网站 在网站上 顾客可以提出建议 同时也可以参与和投票讨论 星巴克由此可以得知 哪些建议会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从而为顾客们提供一个 表达需求的平台 负责网站的星巴克技术总监 克里斯·布鲁佐补充说 这个举动 还希望在打开与顾客对话的窗口 并将它融入到我们公司的机体当中 60岁的坎塔鲁普 1974年加入了麦当劳的金融部门 后来又在营运部门工作了20年 他的原则是离开店铺前 一定要和顾客进行交流 他热衷于收集客户的意见 他还启用一个人人都能理解的标准 对餐厅服务进行评估 这些老牌商店 为什么一直长盛不衰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思路 区别于那些目光短浅的生意人 不怕顾客有意见 就怕顾客没意见 这些成功的商家 为了达到改进和吸引顾客的目的 甚至花钱来买顾客的意见 例如 洛阳荣威家店 为了感谢一位顾客提出的宝贵建议 奖励他500块钱现金 并且请顾客到荣威家店 上海店继续和店长沟通 并且提出建议 以此来改善自身的服务质量 这样的例子数不生数 2011年3月15号 广员商都邀请顾客进商都 就商业管理和服务等工作 挑毛病 出点子 买卖双方共同打造 放心诚信的消费环境 他们还特别邀请了 广大的消费者走进商都 帮助管理者查找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 对于顾客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商都都给予奖励 某商场规定 只要市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无重复 不含乌言会语 具体实际 就能当场获得10块钱的奖励 如果能提出对企业发展 有重大影响 对发展决策 有建设性意见的建议呢 最高能获得1万元的奖励 商家花钱买意见 花钱买批评 这着实是一招 拉拢消费者的好奇呀 当然 这绝不能仅仅是作秀 必须将这个作为完善企业的依据 顾客提出各种疑问 意见 建议 批评 是销售活动当中的一种必然现象 只有了解隐藏在顾客 反对意见背后的问题 才能有地方使得 处理好反对意见 在听取顾客意见的同时 一边着手解决问题 这种实事求是的诚恳态度 会感化顾客 化解他对商品的怨气 使他配合你一起消除 产品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达到建立信任 促进交易的目的 反之 如果仅仅是想利用这种方式来 吸引眼球 而不实际改进的话呢 早晚会露出丑态 失掉生存的机会 哈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得好 从本质上讲 营销不是卖出东西 而是买 买进来的是用户的意见 然后根据用户的意见来改进 达到用户的要求 最后才能够得到用户的忠诚度 企业也才能够获得成功 善于倾听顾客的意见 要比单纯地把产品卖出去 显得更重要 用心倾听每一个顾客的声音 把顾客希望得到改善的部分 和顾客不希望看到的部分 一一记录下来 并且将这些意见 都落实到经营当中去 也就不难发现 平时想不到的心突破口了 如果你现在就准备转变思维 利用顾客的意见 我想还来得及 商家要从思想和规则的角度来考虑 为客户服务 而不是站在企业单独经营的立场上 去决策一切 不考虑顾客的意见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终将失去长远大力 这一讲呢 我们先来说一说 说出你的缺点 迎接你的 不一定是刀枪棍棒哦 俗话说啊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是夸自己的瓜 又大又好 而且瓜很甜 为的是千方百计的 卖个好价钱 不仅卖瓜的自夸 如今啊 自卖自夸的现象 那遍地都是 大到出巨资 请名人来做电视广告 小到呢 街头的商贩 扯破了嗓子在叫卖 你说 谁有粉不往自己的脸上擦呢 商家认为 唯有自夸 才能够引起他人的重视 成功地将自己的商品 推销出去 不过呢 现在很多人 都大力地鼓吹自己的商品 欲满全球 全国第一 质量上乘等等等等 恨不得将世间 所有的赞美之词 都用尽了 比如说 啊 这是最新款的面霜 有最好的保湿增白效果 哎呦 这是新出炉的蛋糕 味道好 而且营养高 这是最好的电磁炉 物美价廉 机会难得 等等等等 你不觉得 这类推销的内容 千篇一律 毫无新意吗 不能让消费者 在比较中 感觉到商品的差异性 也就不容易 留下深刻的印象 甚至呢 会对广告宣传 产生怀疑 或者厌倦的心理 你可能会反驳咯 嗨 推销不就是尽力的 要把自己的优点 传达给对方吗 是 但不全是 想想看啊 如果我把一件商品 说得实全实美 你会信吗 当然不信了 就像我们买瓜的时候 对方呢 总是说 哎呦 这瓜多甜呀 那我们当然 不会轻易地相信它咯 虽然王婆的瓜呢 最后能不能卖得好 关键 不在于 她的自卖自夸的技巧 而是取决于 她瓜的本身 可是如果反过来 王婆卖瓜 自卖自扁 那会怎么样 那有人会说了 缺点呀 啊 我们产品最大的缺点 就是没有缺点 王婆要是实话实说 那肯定下的人 都不敢去买他的瓜了 物极必反 你就不能 换个思考的方式吗 记得有朋友跟我说过 他曾经在一个商场 买钢笔 钢要购买的时候呢 收货员说 笔打的储存墨水比较少 不太适宜外出 带着使用 他看中了一个相册 收货员又说了 哎呦 这相册有一个缺点 就是保存的相片呢 需要过一下速封 不然就会容易受潮 导致相片破损 朋友就纳闷了 问 怎么都是缺点呀 难道你们商场里 卖的东西都有缺点吗 那收货员就这么说了 我们商场啊 就是要让来这购物的顾客 明白自己 所购买商品的缺点 让他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注意正确使用 这样就可以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了 那朋友听完这话之后呢 并没有打退堂股 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购物决心 在生活当中啊 人们总是积极地向别人展示自己的优点 推销自己的长处 从来不愿意提及缺点 可是这家商场 却恰好相反 他们的这种做法呀 更加显得真诚 因此也赢得了无数顾客的好感 一般来讲 人们在购买某一件商品的时候呢 会先看这件产品的优点 但是心里有15%是处于不太信任的状态 这一点你懂得 广告和商家的宣传 多少都会有夸大的成分 就算你说没有 那顾客也会认为有 而且呢 顾客还会反复地看产品 以寻找出他的缺点和不足 因为他们要知道自己的购买之后 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 再说 货币三家 在你来这之前 他们可能去看过几件同类的商品 也听过那里的推销员呢 谈到产品的优缺点 或许还包括你的哟 如果这个时候 你直接列出了产品的缺点 顾客会认为 你更加可靠 因为你尊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并且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 这就说明 你是一个有责任 有认知的商家 还有的商家呀 大力宣传自己是亏本出售 但谁信呢 世界上没有不赚钱的商人 所以你再怎么说自己是亏本的 哪怕你是真的亏本 顾客也是不会相信的 那与其这样 还不如坦率地把缺点给说出来 不过列举缺点啊 也要适度 没有必要 无中生有 更不需要夸大其词 你的最终目的 还是得把商品卖出去 既然这样 你只要实事求是的 说出产品还有哪些不足 并且保证 自己已经努力地改进了 社会服务都很到位等等 就可以了 消费者的眼睛是血量的 有些缺点 你就是演示得再好 也会被有慧眼的消费者看穿 如果有用户投诉你 你的名誉毕竟受死 那最重要的是呢 你的产品的优点 应该远远大于 所暴露的缺点 如果有可靠的质量做保证 那么完全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而真正有购买意图的消费者 并不会离你远去 当你切身地 将自己立足于消费者的一方时 更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任 从而呢 能够接受你 还有你的产品 可能还会成为你的 长期客户和支持者 美籍华裔商人 王天赐就说 在当前的投资环境当中 如果一个企业家 表现得真诚坦率 我们不但会觉得 他具有接受现实的成熟风格 并且具有总览全局的视野 而不是紧紧片面地看待问题 那你的产品有缺点吗 如果有 别怕 说出来 迎接你的不一定是刀枪棍棒 如果你因为隐瞒事实而获得了利润 那么你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损失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越是标明 不准偷看 人们就越想看个明白 有一家酒吧 在门口呢 放了一个大酒桶 桶壁上写着四个醒目的大字 不准偷看 路人就纷纷猜了 说这里边是什么呀 胆大的竟然跑过去 要看个究竟 他们把头探进桶里 一股清纯芳香的酒味扑鼻而来 而桶底呢 隐约可见 本店美酒与众不同 请享用的字样 结果呀 不少人的酒饮就勾起来了 就到酒吧里去畅饮几杯 于是这家酒吧的生意 就比周围的酒吧都好 大多数经营者都习惯于正向思考 于是我们看到的更多 是商家的正面宣传 我们的商品多么多么好 我们的商品多么多么便宜 我们的商品性价比多么多么高 殊不知 利用逆反心理 求意思考 引起别人的好奇感 能够招揽更多的顾客 那么这家酒吧的老板呢 就是利用逆反心理 来刺激顾客的好奇心 越是标明不准偷看 人们越是想看个明白 那么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在做生意的时候 一定要想方设法的 把自己的产品卖点神秘化 比如 我的笔写出来的字 有香味 诶 这种产品肯定能够 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黄罐牌香烟呢 一度在西欧的某个海滨城市滞销 有个推销员 看到海滨乐场 有许多禁止吸烟的广告牌 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各个旅游景点 和公共场所 到处张贴广告 吸烟有害健康 此地禁止吸烟 皇冠也不例外 诶 人们看到这则广告之后 就有这样的疑问了 皇冠是什么烟啊 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 烟民们纷纷购买皇冠香烟 异常究竟 结果 皇冠牌香烟 在当地一炮打响 成了畅销货 这个例子更进一步说明 好奇心 很容易让人们 记住你的产品 当人们对面前的事物 难以理解 觉得新鲜有趣的时候呢 想要了解它 尝试它的好奇心 就产生了 所以 促使消费者产生新鲜感 和好奇心 是商家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日本的一家商店 生意很冷清 为了吸引顾客 老板在商场顶层 设了一个小动物园 兼营鲸鱼 热带鱼 乌龟等等 这些小动物 这下 不管是成人 还是小朋友 都喜欢来这家商店 观赏的同时 也买了不少东西 结果这一家店 扭亏为盈了 好奇心 是人的天性 所以销售员 也可以在 推销产品的时候呢 制造一些悬念 来引起顾客的 注意和兴趣 然后迅速地 转入洽谈阶段 如果你的产品 或者你对产品的描述 可以激发客户的好奇心 那么 你就再也不用担心销售了 一位销售新型 打印机的销售员 推开客户办公室的门时 礼貌地对客户说 您好 您想知道一种 能使办公效率提高 又能够 有效降低成本的办法吗 这样一说 哪个客户不心动呢 不想探个究竟呢 当客户的好奇心 被紧紧抓住以后 销售员就不失时机地 宣传新型打印机的诸多好处 最终实现了销售目的 在一次贸易洽谈会上 卖方对一个正在观看 公司产品说明的买方说 您想买什么呢 卖方说 这里没什么可买的 卖方说对呀 别人也这么说 当买方正为此得意 卖方又微笑着说 不过 他们后来都改变了看法 哦 为什么呀 卖方很好奇 于是呢 卖方开始进入了 正式的推销阶段 最终公司的产品 得以卖出 当你准备向客户 推销产品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 本能的逆反心理 他们通常呢 会这样认为 哟 这个家伙 又想让我掏钱 买他们的东西 没门 天上没有白掉下来的馅饼 我才不相信你们呢 因此有的客户呢 会冷漠地拒绝 有的冲你摇摇头 摆摆手 都是不需要你的产品 即便有些客户 微笑而且耐心地听你讲述 他们在心里 也会对你 以及你推销的产品 产生怀疑 最有效的方法呀 就是激起客户的 好奇心 当人们对你的产品 很好奇的时候 会谈的气氛 就会变得活跃起来 好奇心使得人们 更加投入 注意力更加集中 甚至身体 也会向你靠拢过来 有好奇心的客户 愿意更多地了解 你的产品和服务 人们不太可能 既好奇又逆反吧 那么如何来激发 顾客的好奇心呢 第一就是制造悬念 比如提出刺激性的问题 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猜猜看 其实这句话和 我能问个问题吗 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给人的感觉啊 却是天壤之别 如果 以前者 那客户的心里就会想 嗯 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是以后来者提问 那就只能回答说是 好或者不好 能换起好奇心的语言 非常丰富 不仅仅是单调地 向客户说 先生 请您仔细想想 您今天遇到了 什么特别的事情呢 一位人寿保险代理商 每一次接近准客户的时候就问 如果您坐在一艘 正在下沉的小船上 您愿意花多少钱 保住性命呢 这个令人感到好奇的问题 也常常引起了一段 令人好奇的对话 并且呢 能够借此来引发顾客 对保险的重视和购买的欲望 第二呢 就是提供部分信息 你有没有发现 你越是想全面地介绍你的产品 客户呢 就会越是不耐烦 你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恨不得三两分钟就能够成交 可是事实啊 恰恰相反 客户已经对你不感兴趣了 他们早就嫌你啰嗦了 你必须有信息给客户 尽量地从边缘模糊的功能说起 让客户对你保持相当的好奇心 现在就立即修改你的广告词 和对产品的描述 一定要让广告词像魔术 像谜语 像半裸的少女 让客户忍不住 想要掀开表面 看到内在 而揭秘的代价 就是购买 你能做得到吗 所以啊 同样的商品 如果运用逆向思维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 利用人物的好奇心理 就能够引来无限的商机 那么他所取得的效果呢 就是 普通促销方 难以比拟的了 那么在今天的讲述之前呢 我们先提一个问题哈 你觉得 限量版 真的是为了限量吗 一家服装店 在门口放了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 为了质量 我们每天只为您挑选 二十件上乘衣服 的确 在这家店里边啊 你只能够看到 二十件衣服 多一件都没有 衣服的价格呢 稍微高了一点 可是人们 还是络绎不绝地 前去光顾购买 诶 上述的场景 想必你并不奇怪吧 我们身边有太多 限量促销的活动 比如呢 限量出售各种手机 限量出售水晶卡 限量出售 高品质的玩具等等 限定的方法 可以运用在数量上 为了促销 厂家或者是供应商呢 给商场提供一定数量的特价产品 为商场和产品造势 例如说 只送给前二十名的购买者 只有前五位的购买者 可以打七折等等 北京南锣鼓巷有一家店 叫做文宇的奶酪店 那么每天啊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吃客 是大户供不应求 要求增加供应量 可是老板呢 完全不为所动 恪守着自己的准则 每天就五百份 卖完关门 有人认为 这是一招厉害的 限量版营销战略 因为限量 所以难得 才会抢手 要是敞开了卖 卖到晚上还剩一堆 那生意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火 这个例子呢 也是因为数量上的限制 激发了人们的购买欲 还有就是采取时间上的限制 为了促销 商家给商场 或者经销商一个特价 在特定的时间内 将产品强力地推出去 这个时候 所谓的限量 其实就是限时了 过了这个时间 就没这个价格 那有些限量呢 是清仓处理 卖完库存就没了 还有一种限量就是 忽悠 以这个手段来造势 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有一家日用百货的商店 积压了不少洗衣粉 店长决定呢 降价处理 一个月过去了 仍然是无人问津 后来他们在店门口 贴出了一条广告 本店出售洗衣粉 每人每天限购一袋 顾客看了广告之后 就纷纷猜测 哎 为什么美人 只可以买一袋啊 是不是这洗衣粉 又要涨价了 在这种惊慌 猜疑心理的支配下 人们开始抢购 几天的功夫 洗衣粉就销售一空 对于那些 有钱的人来说 他们在挑选商品的时候呢 不在乎价格 只希望它代表 当今最前卫的 时尚潮流 更能体现自信精神 显示自己的地位 这类产品的限量销售 突出的首要特点就是 尊贵 那些限量的汽车呀 名包啊 就是品牌的身份证 因而呢 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汽车公司 推出极具古典浪漫色彩的 费加罗车的时候 宣布全部汽车生产的数量 只有两万台 并且保证事后 绝不再生产 这个消息传出 在广大消费者中 造成了轰动效应 订单如雪片般飞来 古池也曾经推出了 一款运动鞋 在全球范围内 引起了时尚爱好者的关注 因为这种 配有刺绣的运动鞋 属于限量版的产品 而且在全球啊 只有十双 限量版 是为了限量吗 当然不是 在商言商 所有策略都是要围绕着利益来旋转的 限量啊 也不例外 不管限量的原因是什么 它所运用的逆向思维的方式 都是值得研究和利用的 限量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 它很容易给那些优柔寡断的消费者 一个千万别错过的暗示 使得消费者能产生只有一次 或者最后一次的意识 因为错过了 就会感觉吃亏 而没错过呀 就是减了便宜 以此呢 促使客户由迷惑 犹豫不决 迅速地转变为 果断购买 其次 根据二八定律 限量版就是盈利较强的 20%的产品 你不要以为 限量了 你就赚得少了 你是要靠限量 来提高产品的稀缺性 从而呢 增加产品的利润 比如说 路易威登 古池 瑞士的某些大品牌的手表等等 那 人们常说 物以稀为贵 限量的东西 它的价格自然就高了 尤其是高档的品牌 或者奢侈品 第三个 推出限量版 无疑是树立了一个试点 能够引人注意 提高品牌的知名度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一个企业在经营某个产品之后 一般都会希望大量的生产和出售 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这是比较常规的做法 然而呢 你可以利用逆思维 在它的产品供不应求 或仅嫁洋的情况下 偏不大量生产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设置发财障碍 而是一种高明的营销方式 它不仅不会影响产品的利润 相反呢 还能为你 赢得更多的商机 第四个 就是投石问路 化解风险 换一个角度看啊 把限量版 视为实验版 或许也不为过呀 将部分商品呢 放到市场当中 观察一下市场的反应 达到投石问路的目的 如果产品的确有市场 再批量生产 如果产品呢 不受市场的欢迎 那就停止生产 以避免更大的亏损 第五 我们想和大家说的是 营造收藏氛围 善于运用限量销售 不仅能够创造商机 同时也有利于资金回笼 面对市场饱和 品牌林立 产品同质化的现状 精明的人 总能够想方设法地 调动起消费者的兴趣 限量销售 就是他比较管用的 妙方之一了 只要你有心限量 并找到合适的契机 哪怕你不是大品牌 没来头 没历史背景 也能够找到 立直气壮的理由 来限量 好的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 量大从幽和量小一买 这两个呀 你会选哪一个呢 有个人开了一家小卖部 夏天的时候 有许多家庭主妇来买啤酒 一件啤酒呢 是24瓶 有一个主妇无意中就抱怨 说 哎呦 这一件啤酒那么重 要是少几瓶就好了 这个人就想 前一段时间呢 小卖部堆了好多的啤酒 每天只能零售一小部分 销量却上不去 要是把每件24瓶的啤酒 改成每件12瓶 用塑料绳系好 顾客只需要轻轻地一提 一件啤酒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带回家了 这样做 会不会更受欢迎呢 他就按照这个想法来实施 结果备受欢迎 面对不断钱来购买啤酒的客户 他把啤酒分别送到了 他们的车上或者手里 老板 还是这种小包装的方便 喝完之后 我再来买 小件的和大件的啤酒 每瓶的单价不变 但是因为量小一拿 方便了客户 所以呢 销售量自然就上去了 下面这个例子当中 这个人啊 也是依靠这个方法 走出了销售困境的 有一个商家 苦于饮料卖不出去 一个礼盒当中 有24亭果汁 每厅售价是4元 很多的客户就抱怨 说这种饮料啊 和市场上的其他饮料 比起来太贵了 这个商家考虑一番之后呢 把每个礼盒装的饮料减半 虽然价格没有变化 但是奇怪的是 很多的顾客都喜欢购买 你也觉得很奇怪对吧 其实有时候将产品的数量减半 虽说单价不变 但是总价相对来说变小了 从心理上来讲 就提高了接受度 更容易让消费者来尝试 量大从优 是做生意的一种手段 量小易卖 也是一种销售的策略 卖产品啊 不是一次卖得越多越好 而是要考虑到 后续销售的问题 有时候一次交易量过大 就会造成 没有下一次交易的可能性 那倒不如转变一下思路 变为一次交易少 但是交易的次数多 这也是促进销量的好方法 所以说 做生意呢 不能够没守成规 有时候 转换一种思维方式 会取得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北京奥组委 在2008年奥运会 倒数1000天的时候 公布了奥运吉祥物 五个福娃 随即啊 包括成都在内的 全国多个大城市 就出现了一股 抢购奥运吉祥物 特许商品的热潮 后来 人们的抢购热情 有所降温 为什么呀 因为福娃太贵了 一套五个福娃的毛绒玩具 大的 售价是在498元 小的也得398 有人说了 如果把福娃拆开卖 还可以咬牙买一个 如果成套的话 根本就不会考虑买 为了提高销量 奥运吉祥物特许商店 四川总代理 北京资和信担保有限公司 四川分公司 不得不提出申请 将福娃拆开来买 结果呢 销数量出奇的好 有个叫刘海玲的大学毕业生 在求职屡屡受挫之后呢 决定靠松报纸为生 她发现 报纸每天有40多个版面 内容五花八门 而一些人 只对其中的某个版面感兴趣 其他版面呢 只是粗粗地浏览 甚至都不看 为了迎合这种特定读者的需求 刘海玲就决定 拆版卖报 每版一毛钱 如此一来啊 一份价值五毛钱的报纸 被她卖到了四块钱 如果你的产品沉重 价格偏高 你就可以采取 量小一卖的策略 比如几连包的饼干 买整包价格有些高 分包卖 在价格上稍微便宜一些 顾客很可能 就会抱着 尝一尝的心理来购买了 卖产品呢 不是一次卖得越多越好 而是要考虑到 后续销售的问题 有的时候 一次交易量过大 就会造成 没有下一次交易的可能性 那倒不如转变一下思路 变为一次交易少 但是交易次数多 这也是促销的好办法呀 好的这一讲呢 我们和大家来先说一说 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啊 就越希望得到它 大部分人呢 都有这种心理 越是难以得到的东西 就越希望得到它 这就是逆反心理 在销售产品的时候 你也许会发现 越是推销员热情推荐的东西呢 消费者就越是置之不理 把产品说得越好 客户就越觉得 假的 越是采取限购等等活动 消费者呢 越是喜欢挤破头来购买 赵本山和范伟的小品 卖拐就是典型的案例 你不卖啊 他偏得卖 哎 这是为什么呢 心理专家研究之后就表明 人在潜意识当中 会存在一种 自我保护的心理 那客户也是这样 他们也怕做错决定 当你初次和客户 接触的时候呢 客户会对你 怀有戒备之心 如果此时只是一味地 强调己方的产品 如何如何好 如何如何地实用 那客户呢 反而会更加地警惕 因为害怕受骗 而拒绝接受 正因为如此 许多客户在购买产品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一定的逆反心理 销售员 越说好的产品呢 客户就越看不起 这种与常理背道而驰 以反常的心态状态 来显示自己的高明 非凡的行为 往往来源于客户的 逆反心理 在这里啊 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 如果能够恰当地使用 逆反心理的话 你越不想卖它 它就越想买 哎 这种方法看起来 特别的奇怪 一般的情况是 推销员应该怀着满腔的热忱 去游说顾客 谁不希望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呢 看到这里 你可能没有真正地理解这种 推销方式的内涵 那下面咱们还是举例来说明吧 刘志华的私家车已经老了 哎 最近总是发生故障 他就决定换一辆新的 这个消息 被一些汽车销售公司得知 很多的销售人员都登门来访 主动地向他推销轿车 他们都热情地 介绍自己公司的汽车性能好 适合刘志华使用 更有甚者 还嘲笑刘志华的旧车 你那辆早就该换新的了 现在谁还用那个牌子的呀 有失身份 刘志华嘴上没说什么 可是心里特别地不高兴 不久 又有一个汽车销售人员 登门拜访 刘志华这个时候 已经毫无买车的兴致了 他想 不管这个人 把自己公司的车夸得有多好 我也坚决不买 他的那些 或是天花乱坠 或是寒沙摄影的话 都是为了刺激我 尽快地做买车的决定 我才不当大傻瓜呢 让刘志华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这名推销员 看了一眼他的车之后 说 我觉得您这部老车 还可以用一年半载的 现在换 未免有点可惜 我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说完呢 留下了一张名片 就走了 嘿 真是奇怪啊 这推销员怎么这样呢 他跟我想象和接触过的那些推销员 大不一样啊 刘志华心想 其实我也不差这一年半载的时间 那不如现在就买了吧 就这样 刘志华的逆反心理消失了 他主动给那个推销员打电话 订购了一辆新车 为什么最后的那个推销员 没有积极推销 却成功地打动了客户呢 因为他熟练地利用了逆反心理 他知道 刘志华很想买车 但之前的推销员 已经磨破了嘴皮 劝他买 自己再利用这个方式啊 客户必然会反感 效果呢 也不会太理想的 与其这样 那不如 劝顾客呢 先别买车 你想啊 顾客听到你这话 肯定认为 你很有诚意 这个时候 他的抵触心理 就会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想尽快地 把买车这事 给定下来 你知道 意大利有一个叫 菲尔劳伦斯的商人吗 他是一家 儿童商店的老板 一般的商店啊 认为 顾客多 才显得有人气 可是菲尔 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规定 进店的顾客 必须是七岁左右的儿童 大人进店 必须有七岁的孩子陪伴 否则 谢绝入内 很多人呢 都笑他傻 认为他此举是自杂招牌 但奇怪的是 这一招 不但没有减少生意 反而吸引了不少人 一些七岁儿童 或是带着七岁儿童的家长 非常得意地走进店里 行驶特权 也有一些不到七岁 或者不止七岁的孩子 以及他们的父母 为了进店看个究竟 就谎称 自己的孩子七岁 这样呢 菲尔的生意 反倒越来越红火了 之后 菲尔又在全国各地 增设了许多 限制不同客户的 限客进店的商店 比如说 新婚夫妇商店 非新婚夫妇 不准进店 老年人商店 中青年顾客 不准进店 孕妇商店 非孕妇 不准进店 左撇子商店 用右手者 不准进店等等 无一不受到良好的效果 总之啊 利用逆反心理来促销 是一种心理战术 那么它在促销中的应用 是极具冲击力的 当人们对常规性促销方式 习以为常 反应迟钝的时候呢 合理应用逆反促销战术 往往会产生 于无声处 听惊雷的奇异效果 并非每个顾客呢 都有很强的逆反心理 一般而言啊 那些性格倔强 又觉得自己很有能力的人 通常具有 较强的逆反心理 那么在跟这一类顾客 交流的时候呢 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 就能够尽快地达成交易了 好 下面咱们来说一说 或用极具诱惑 又略有威胁的宣传手段 卢小军呢 是保健器材公司的销售人员 在一位老顾客的介绍之下 他认识了一家 房地产公司的李总 罗小军在见到李总之前就得知 只要是对方认准了的产品 就不会在价格上斤斤计较 星期天 罗小军跟李总见面了 经过简单的寒暄之后呢 罗小军向李总介绍了这种 保健器材的功能和特点 李总说 目前我还没有这方面的需要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一定会跟你联系的 罗小军明白 李总这是在下逐客令啊 可是罗小军并没有在意 他接着说 听说您的父亲 马上就要到七十大寿了 人生七十古来兮啊 李总听了 感慨万分 他说 哎 虽然我父亲一直保养得很好 可毕竟呢 年龄大了 身体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最近就时常出现了一些 小毛病 罗小军说 其实老年人的身体 一般都不太好 光靠吃药是没有用的 关键还是要做一些 有益的活动 李总仍然是一脸的严肃 他说 以前呢 我父母也会外出参加一些活动 可是最近 他们总是说很累 真是愁坏我了 罗小军接着说 我们公司的产品 正好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难题啊 接着 罗小军就给李总介绍了 使用这种保健器材的一系列好处 这个时候 罗小军发现 李总似乎有了一点购买产品的意思了 就趁热打铁说 如果您不能在父亲七十大寿的时候 送给他一件有意义的礼物 他一定会失望的 这种保健器材 不仅可以让他老人家感受到您的孝心 而且啊 还可以让老人家有个好身体 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销售部就只剩下两台了 如果您现在不买的话 等到您想买的时候 恐怕就没有了 那样的话 您一定会感到遗憾的 李总听了觉得有道理 就说 好吧 那你就先把他送到我办公室里去吧 李总这个时候似乎有点迫不及待了 通过这个例子 你肯定会发现 很多时候呢 当正常的产品价值说明 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的时候 反方向的说明 往往更能够触动客户的内心 在向对方推销自己产品的过程中 除了向对方介绍产品的优势之外 还要考虑到一定的健康需要 当发现客户对产品比较关心的时候 就可以巧妙地提醒客户 如果不及时购买这类产品 他们就会失去重要的健康保障 采用威胁的 当然说咱们这个威胁是带引号的 采用威胁的方式 是销售成功的又一途径 这种方式就是告诉客户 如果他们不购买你的产品 就会遇到麻烦或者问题 销售人员和客户进行沟通谈判的时候 客户可能会提出更多的意义 如果说服他们下定决心 面对这种情况 销售人员必须要改变策略 向客户传递 假如此时不购买我们的产品 您将会受到损失的暗示 实时证明这是一种打动客户的有效方式 那么在各大商场搞活动的时候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促销宣传语 各位顾客 我们现在让利促销 时间有限 请各位抓紧时间抢购 某某牌电压力锅 不沾内胆 电脑控制 今天是促销活动的最后一天 绣花鞋 绣花凉鞋 绣花单鞋 现实打折促销 就连网店也经常标出这样的宣传语 现实包邮 现实促销 活动时间为11点到13点 16点到21点 原价599 促销价499 并且包邮 其他时间恢复599 不包邮 加20元 现实送原价68元的2GU盘一个 如果你是客户 看到这些极具诱惑 又略有威胁的宣传语 而你呢 恰好需要那个产品时 相信你多半是会购买的 即使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购买 也可能呢 将它抱回家 为啥呀 因为划算呢 这些事例也就说明了 正面介绍商品 往往不会引起顾客的兴趣 向顾客传递 假如此时不购买我们的产品 您将会受到损失的暗示 反而更能够触动和吸引顾客 促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购买的决定 江苏有一家电器商场 在一个周末 以兑现店长承诺 真情回馈消费者为由头 掀起了抢购的热潮 他们先是利用报纸 电视 强提广告等等形式 向外广泛地传播活动的 日期和内容 并且呢 提醒消费者 鸡不可施 食不再来 当天上午一大早 店门外就占满了 排队等候的人们 一开店门 人们就如潮水一般涌进来 让销售人员是应接不暇 这时候 他们又稍微调整了一下销售方法 他们让促销员 利用广播来告诉这些顾客们 现在啊 十人一组 进室内预定 每人仅限五分钟的考虑时间 别以为顾客会因此而转身离开 事实上 人们抢购的兴致更高了 他们都觉得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 在一个小时内 这家商场竟然卖出了120台笔记本电脑 值得注意的是 在使用威胁策略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弄清楚 客户最关注的产品优势是什么 不要纠缠于细致末节 而且呢 必须进行客观实际的暗示 不可以欺骗顾客 另外 一定要结合正面的说服 来使用威胁宣传 否则 容易使顾客产生不安 引起不愉快的局面 当正面的介绍 没有引起顾客兴趣的时候啊 我们说了 向客户传递 假如此时不购买我们的产品 您将会受到损失的暗示 反而更能够触动和吸引顾客 促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出购买的决定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 不与客户争辩 引导客户说 是 在销售活动中啊 最忌讳的 就是客户说 不字的时候 一个不字说出来 就意味着 接下来的销售活动 将无法继续了 阿福斯区教授 在他的影响人类的行为 一书当中就说了 当一个人说不的时候 他所有的人格尊严 就已经行动起来 要求把不 坚持到底 就算他意识到 这个不说早了 为了维护自尊 他还会坚持地说下去 因此 使对方采取 肯定的态度 是一件 特别重要的事情 有的销售员 有的销售员会和客户争辩 比如说客户说了 这款商品不好 他就非要举例说 商品好的百里挑一 客户说自己暂时用不上 他就游说客户 说肯定能用上 结果呢 顾客是连连白手 表示不认同 美国社会学家戴尔卡奈基 曾经说过 当你和别人交谈的时候 不要先讨论你不同意的事 要先强调 而且不停地强调 你所同意的事 懂得说话技巧的人 会在一开始 就得到许多 是的答复 人际交往啊 就是这样 销售呢 也是这样 在和客户交谈的时候 应该让对方尽量地说 是 这样的话 谈话就很容易顺利进行了 美国电机推销员哈里森 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 有一天 他去拜访一位客户 不料呢 刚和客户见面 对方就非常生气 说 哈里森 你又来推销你那些破烂了 你别妄想了 我们再也不会购买你的东西了 哎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哈里森是一时摸不着头脑 他就耐心地询问 客户才说了 自己昨天到车间去看了 并且用手摸了一下 哈里森推销给他们的电机 不成想呢 那台电机热得手都不能放上去 客户由此断定 电机的质量好不到那里去 哈里森此时异常地冷静 他明白 若是直接跟客户辩驳 对方定然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于是他就这么问道 嗯 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 电机太热了 谁都不愿意再买 你要的电机热度 不应该超过有关标准是吗 是的 哈里森得到了第一个是 那么按照国家技术标准 电机的温度 可比室内温度高出42摄氏度 是吗 是的 但是你们的电机温度 比这高出许多 昨天差点把我的手都烫伤了 哈里森又得到了第二个是 那您的厂房有多热呢 大约24度 车间是24摄氏度 加上应有的42摄氏度升温 共计66摄氏度左右 请问 如果您把手放进66度的水里边 想必一定会感到很烫手 是吗 嗯 你说得很对 这个时候 客户恍然大悟 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哈里森就继续说 既然这样 我希望您以后 千万不要去摸电机了 关于我们的产品质量 您大可放心 绝对不会存在质量问题 客户赞赏地笑了起来 他马上把秘书叫过来 开了一张价值 三万五千美元的订单 当勃然大怒的客户指责产品有质量问题的时候 哈里森并没有急于辩解 而是引导客户说是 在一个个提问和回答之后 让客户明白了 哦 原来这是一场误会 如果他让客户说不 那么这种否定的态度 则不利于双方澄清误会 这个道理啊 很简单 却经常被人忽略 很多推销员一开口就愚蠢地提出 让顾客无法接受的事物 顾客立刻就表明立场了 比如 有的推销员一开始就问 您要买这个商品吗 听到这个问题后 顾客会很尴尬 他想买 但不想马上形成交易 这个时候呢 推销员应该诱导对方说 是 如果一开始 就说出一连串的事字来 就会是整个身心 趋向肯定的一面 容易造成和谐的谈话气氛 更能够让顾客放弃原有的偏见 转而同意推销员的意见 让顾客多说是 其实也不难 一个敢于对顾客 掏肝掏肺 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 耐心讲解产品 或者服务的业务员 要做承担 是不太困难的 假如可能啊 最好让对方连说不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一开始 就出现一连串柿子来 就会是整个身心 趋向于肯定的一面 容易造成和谐的谈话氛围 更能够让顾客放弃原有的偏见 转而同意你的意见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要有点创意 别把自己混在人堆里 在现代 广告就像空气一样 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俗话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 而今呢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酒香也怕巷子深 再好的产品 你不打广告 怎么会有客户呢 人们又怎么知道呢 有人说 没有广告照样有销量 不可否认 有的产品 无需宣传 早就深入消费者的心中 需求不减 可是有的产品质量呢 虽然好 但是却很少有人问津 而一条快制人口的广告语 就能够迅速地提升 产品的形象 让人过目不忘 想尝试一番 更重要的是 这些出色的广告语 深深地打动了消费者 让这些产品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占有一席之地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条广告语 是不是让人赞不绝口呢 首先 其乐无穷 这是某摩托车的广告语 第二条 一鸣惊人 某服饰广告语 第三 无畏不至 某至未要的广告语 第四 引以为荣 某音频广告语 第五 天长地久 某酒类广告语 除了这些 标新利益的创意之外 你还可以用 密思维设计广告 有这么一个故事 伦敦的一条街道上 同时住着三个财富 手艺都不错 为了抢生意 他们都想出挂有吸引力的招牌 来招揽顾客 一个裁缝呢 在他的橱窗里 挂出了一块招牌 上面写着 英国最好的裁缝 那另外一个看到了 在同一天呢 也挂出了一块招牌 招牌上 用大写字母写着 伦敦最好的裁缝 第三个裁缝看了 思考了很久 几天之后 也在自己的橱窗里 挂出了一块醒目的招牌 果然 又来了许多生客 你猜猜看 这个裁缝 他写了什么呢 答案不是 往更大的方面走 而是 本街最好的裁缝 一个逆向思维 改变了局势 他没有把自己 吹嘘到英国 伦敦那么大 而是巧妙地 运用了本街这个词 本街 不就是这条街上 最好的吗 他用了一种 更加务实的方式 来呈现自己的优势 不论别人怎么夸大 他最后 都能将自己的位置 垫高 德国大众甲隔虫汽车 起初在美国市场上 一直受消费者的冷落 几乎是处于 滞销的状态 但是经过 威廉·伯恩巴克的 策划之后呢 这个车的销量 一跃而起 迅速登上了 美国进口汽车 第一名的宝座 并且从此奠定了 强有力的市场地位 伯恩巴克先研究了 这个车的优缺点 他发现这种车的 价格便宜 马力小 油耗低 不过他知道 这些好处 或许不足够吸引消费者 如果想在优点上 做文章 这个成功率就太低了 这个时候 伯恩巴克是怎么做的呢 让所有人都 差异不已的是 他采用反传统的 逆向定位手法 故意强调汽车的缺点 广告标题是 想一想 还是小得好 左上角是一张 缩得很小的 福斯金龟车的照片 画面下端呢 是标题和内文 右上角和中间 是大面积空白 创意逆思维 就是一改 兵法上弱势一方 避其锋芒 攻其不弱环节的战略 反而有针对性的 攻击对手的强势市场 那么在刚才的例子当中 伯恩巴克就是 采取了这个计谋 开拓了市场 一般的广告啊 都是正面宣传产品的优点 以及正面形象 而伯恩巴克呢 则用相反的角度 宣传了汽车的独特优势 那么这个广告播出之后 颇受美国中产阶级以下 消费者群体的欢迎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而且大众甲壳虫汽车 在消费者的心里 很自然地就成为了 小型汽车的代表 极有力地 抢占了这一细分市场 塑造了福斯的品牌个性 广告大师奥格威曾经说过 我们的目的是销售 否则便不是在做广告了 一目了然 好的广告语是有销售力的 能够在市场竞争中 有效地区隔竞争产品 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与其相似 创为当年也是一句 不闪的才是健康的广告语 硬是在长虹 康家 TCR等几个一线品牌的夹缝中 挤出了自己的市场 逆思维创意广告 拥有巨大的传播力 不仅能够使商家实现 近期的实际销售目标 还可以建立长远的品牌形象 在如今广告满天飞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 因此 不管你从事的是哪一行 销售哪一种商品 在为产品做广告的时候 记住 一定要有创意 要有自己个儿的特色 哪怕土一点 小一点 也千万别把自己 混在人堆里了 逆思维创意广告 拥有巨大的传播力 不仅能够使商家 实现近期的实际销售目标 还可以建立起 长远的品牌形象 好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 再来说一说 主动让步 也能够给对方造成压力 当你向顾客 推销第一个产品失败的时候 不要其内 你还可以推荐 更多优惠的东西 多次的推荐呢 会让顾客 不好意思拒绝 直到他决定购买 有个小女孩 在热闹的街头 卖玫瑰花 见一个年轻人走过 她就急忙上前拦住她 说 大哥哥 买一束玫瑰花 送给女朋友吧 给她一个惊喜 一束才五十块钱 你少抽几包烟就有了 小伙子呢 不耐烦地摇摇头 嗨 我还没女朋友呢 说着就要离开 小女孩又拦住她 你肯定有自己喜欢的女孩 买一朵送给她吧 一朵才六块钱 小伙子笑了 可是我不知道 那个她在哪啊 我还有事 你问问别人吧 小女孩依然没有放弃 她说 你要是不想买玫瑰花 就买几块巧克力吧 一块钱一块 很便宜的 小伙子没办法了 小女孩一再退让 她也觉得不好意思 索性啊 买了几块巧克力 买完之后呢 她才发现 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吃巧克力 就像刚才的这个年轻人一样 顾客对推销 具有极强的抵触心理 往往还没等你开口 就已经急不可耐地表示拒绝 拒绝也没啥可怕的 你还可以向他们推销 其他的东西啊 并不是顾客一说不 你就没戏可唱了 这单生意就没法谈下去了 乔吉拉是世界上 最伟大的销售员 连续十二年 荣登世界吉尼斯世界记录 世界销售第一的宝座 她之所以取得 如此辉煌的业绩 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她很会说话 让顾客无法拒绝她 就像你真诚热情地 一件一件地推销 顾客会感到内心难安一样 向顾客妥协 或是主动地放弃 推销某一个商品 并不意味着你处于劣势 这其实啊 是以退为进 你主动退让 对方也就不会那么坚定地拒绝了 慢慢地 他会认可你的东西 最后会回报你所做出的牺牲 再说了 你一再退让 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压力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 刚才那个年轻人这样的经历 每当别人不愿其烦地 向你推销产品的时候 你最后都不好意思拒绝了 销售员似乎告诉我们 我已经不再坚持我的要求 已经对你做出了让步 难道 你就不能做出些让步吗 这也是一种心理负担 或许呢 可以称之为心理愧疚 因此 我们终会有所让步 不会拒绝到底 同样的 你主动退让 他不喜欢这个 再向他推荐那个 也会给他造成心理压力 让他认为耽误了你很多时间 若是不购买一两件商品 实在是过意不去 在让步当中 尝试摸清对方的需求 然后再往下进行 比如 你向顾客推销一款 高档昂贵的洗衣机 遭到拒绝之后呢 你可以这样说 我们还有一款洗衣机 在功能上也很先进 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 您是否考虑一下呢 就是在这样的拒绝退让之中 客户啊 觉得对方已经做出了让步 自己也不好再拒绝 接下来的请求 于是呢 就会同意购买 寸突不让是不可取的 往往会将自己 逼入尴尬的境地 而让步是一种智慧 是赢得人心的一个 高明策略 因为 人心是很微妙的 有时候 哪怕是你做出一点点的让步 也可能取得很大的收益 所以啊 主动让步 能够给对方造成压力 既然你已经退而求其次了 那么对方呢 也就不好意思 再坚持自己的观点 因而 也会做出 相应的退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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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